第334章 西伯利亚 于是秦迪和雁雪并没有现身 而是继续北上 跳过黄河来到内蒙古草原 秦迪发现 这一路走过来 草原沙漠化很严重 很多地方看不见绿草 只剩下慢慢黄沙了 这里虽然没有水灵脉 然而有些地方还残存着精灵脉 比如说白云厄博的稀土矿 实际上都是土中蕴含了精灵脉 日久天长凝结而成的 秦迪不想改变国内的资源分布 否则会增加未来勘探的难度 所以没有动那些精灵脉 他们继续向北 经过外蒙古 这里也有散在的精灵脉和土灵脉 草场沙化也很严重 主要是缺乏水灵脉和木灵脉的缘故 再往北就进入苏联了 苏联是个好地方 有大片的原始森林 以及尚未开发的黑土地 夏天的西伯利亚 到处都是绿树 草垫 雪山融化 溪流潺潺 森林里还能看到麋鹿 野狼 偶尔还能看到斑斓猛虎 燕雪问 先生 为啥苏联的森林这么多 你说 这里有没有大量的灵脉 清迪道 我估计 小微型的脉肯定有 但是大中型的灵脉 不会有 否则 古代修真人又不是瞎子 那时候并没有国境县 有大型灵脉 早就被人牵走了 那我们仔细找一找 往草木丰盛的地方找 他们脚步轻盈 在无人的森林中穿行 随后 他们果然找到一些 灵散的微型灵脉 几乎每隔两三百平方公里 都能找到一条 秦迪用牵引阵盘 将灵脉 牵入那须葫芦 整个过程 大概要花一天的时间 这还是他将葫芦 置于灵脉的龙头部位 因为近在咫尺的缘故 所以牵引得比较快 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式 将灵脉牵引到数百里外 往往要耗费好几年的时间 他们从西往东 一路寻找 一路牵引灵脉 忙忙碌碌 感到十分充实 两个人的身上都背着枪 偶然碰到当地人人 也可以装作在打练 苏联是有黄种人的 而且数量还不少 比如说萨哈 雅库特 共和国 位于亚洲北部 北陵北冰阳 面积310万平方公里 苏俄境内最大的行政区 世界上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首府雅库茨克 这个地方18世纪 才被俄国占领 雅库特人属黄色人种 西伯利亚类型 长相与中国人相似 是除中国以外 世界上面积第二大黄种人地区 20世纪晚期 约有38万人 雅库特人发源于 贝加尔湖一带 中世纪 十世纪 十位防范布里亚特人 北迁至北极圈一带 至勒拿河 阿尔丹河 维柳伊河 及雅库特共和国 随后 雅库特人赶走了 大多数通古斯人 融合了一部分 鄂温克族与埃文人 而他们就是 中国史籍里的 高车人的后裔 提到高车人 就会想到 那首著名的 赤乐歌 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穷奴 笼盖四野 天苍苍 也茫茫 风吹草 低陷牛羊 这首歌是被 赤乐族人 胡绿金畅想的 在中国的史籍里 赤乐与高车 是一个民族 玄雀州 是唐朝最北的一个州 立汉海都督府 因此 秦敌和雁雪 不用改变容貌 就可以在苏俄境内 随便溜达 如果有必要 他们也可以变成白种人 只不过 皮肤稍微白点 鼻梁略微高点 甚至连眼睛的颜色 都不用改变 这还是碰到 大批军队的时候 如果是碰到三五个人 谁敢招惹他们 那就是找死 当然 他们也不会主动 招惹苏联军队 这时候的苏军大部分都在前线作战 西伯利亚根本没有多少驻军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 大国之战 钢铁洪流 浩浩荡荡荡 不是后来的年轻人能想象的 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 苏军征召了530万士兵和65万名预备一军官 总兵力累计达到1065万人 尽管在战争初期损失严重 但到1941年底 苏军仍然新组建了286个步兵师 159个步兵旅和82个骑兵师 战争期间 苏军总计动员1894万人 莫斯科战役在1941年9月打响 在这次战争中 双方投入到战场的军队 数量超过300万 其中德军的数量明显更具优势 数量占到了这300万的六成 等到1945年进攻柏林的时候 苏军共集中270个师和骑兵师 20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 14个空军集团军 共250万部队 令配属2450架飞机 14200门火炮 1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德军则部署有总计48个步兵师 9个摩托化师 6个装甲师 共80万人 10400门火炮和迫击炮 1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 3300架作战飞机 战斗过程就不说了 德军90余万人参加战斗 86万人被俘 其实也很好理解 柏林都沦陷了 元首也自杀了 眼看战争就要结束 士兵们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 自然不愿白白送命 等到1945年欧洲战场结束后 亚洲战场仍然遍布战火 日本人还在富裕顽抗 鉴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存在 苏联和日本仍然诡异地 保持着和平状态 那时候 日本高层也明白 战争进行不下去了 并急乱投一的日本 把苏日中立条约 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盼望苏联出面调停 争取宽大处理 苏联方面暧昧的态度 让日本高层浮想联翩 不过到了1945年8月8日 百万苏军下满洲 钢铁洪流 把关东军碾压得扎都不剩 日军就像纸壶的盾牌 顷刻被撕碎 从这里 你可以看出什么呢 至少有一点 联合国武藏中 除了英法以外 剩下的三国 俄国 美国 还有朝战之后崛起的中国 战争动员能力极其强大 随随便便就能拉起几百个师 因此之故 大国之间轻易不敢打仗 顶多打打嘴仗而已 苏俄的国境毕竟太大了 秦敌和燕雪 在这里游荡了两个月 才走了不到5%的国土 然后便加快脚步 迅速来到欧洲的腹底 这一路上 他们并没有截略苏俄的博物馆 因为牵涉到未来的中苏友好 中国需要战略后盾 不能腹背受敌 到了欧洲之后 秦敌也不准备对博物馆下手 毕竟博物馆保存完善 如果硬要抢走的话 不利于文物的保护 可能造成全人类的损失 他只想来一场黑吃黑的行动 第335章 德国藏宝 在二战中 德国横扫了整个欧洲 法国被灭国 苏联被打得沦陷了一半的国土 之后 随着二战落下帷幕 德国法西斯被清理殆尽 而跟着纳粹分子一起消失的 还有他们从各国搜刮来的巨额财宝 虽说 战后德国将一部分财富 还给了受害国 但是 这些钱财相比于藏匿的全部财富 只能算作冰山一角 每个人都知道 侵略战争 往往伴随着强盗般的劫掠行为 二战期间的德国纳粹 同样如此 他们占领一国之后 首先便会对该国财富下手 经营 外汇等财产 都被法西斯部队据为己有 除了劫掠他国现有财富之外 纳粹还要求被占领国缴纳巨额占领费 和共金 为了更好地掠夺他国财富 希特勒还特意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 每占领一个国家 该队伍中的财务人员 便会同受害国进行财务交接 闪电战之后 德国二号头目戈林 便下达了劫掠波兰金银珍宝的任务 根据德国一份官方资料显示 至1944年7月 德国从西欧运回了130多辆货车的财宝 其中包括一万多幅名家画作 面对自己强盗般的行径 希特还曾无耻地辩解道 我们拿走这些能用的东西 以后也不必还回去 战争结束之后 这些财富会让我们大富贫贫的 之后 随着局势的变化 纳粹政府开始有计划地转移 其先前从他国掠夺的财富 而这些藏匿财宝的地方 则随着二战的落幕 成为现实版的索罗门宝藏 直到后世 被发现的藏宝地 有大德意志之宝 及希特勒金库 其分别位于南美 奥地利以及阿尔卑斯山 其他未曾发掘的神秘藏宝地 至今依旧吸引着 众多寻宝人前来探寻 秦敌既然来到了欧洲 就要把这些宝藏挖出来 他们偷偷潜入柏林 盯上了元首希特勒的秘书处 像藏宝这种东西 用不着去找希特勒 因为希特勒也未必清楚 找他手下的秘书 和禁卫军头目就行了 秦敌落脚的地方 距离柏林总理府元首地堡 只有五里路 他施展出天是地听的手段 不到两天的功夫 就把要找的人确定好了 随后他趁着夜色摸上门去 一连对十余人施展了搜魂数 其中包括马丁 鲍曼 海英里希 西姆莱 恩斯特 卡尔登 波鲁纳 经过一番搜索 他在总理府的地下保险柜里 找到了藏宝图 次日上午 他和雁雪出现在 德国图林根地区的默克斯村 这里有一个废弃的假盐矿 从1942年8月开始 德方先后将其从各国缴获得来的外汇 黄金及艺术品 埋入默克斯村废弃的盐矿内 这一运输行动一直延续至1945年1月 总共运送了约76次财物 经过两个小时的寻找 雁雪首先发现了矿井路口 矿井深处地形复杂 没有灯光 几乎一片黑暗 不过 作为助机修士 他们都有夜视的能力 所以黑暗挡不住前进的步伐 随后 两人挖通了位于地下600米处的主隧道 在这里发现了500多个装满 德国马克的麻袋 还找到一个堆满无数财宝的密室 密室中整整齐齐地堆放着 数十排口袋 以及大量的木箱和铁皮箱 雁雪随手打开一个口袋 发现里边居 是从囚犯口中拔出的金牙 他感到很恶心 当即将口袋重新砸好 他又撬开一个木箱 发现里面有一些金钉 他打开一个铁皮箱 发现里面装了用油布 塑料布密封的油画 古董钟表 稀有古壁 以及机油册 擎笛大致数了数 这个矿井 大概藏有八千多块金钉 五十五箱金砖 还有许多的黄金制品 至于说油画等艺术品 价格难以估量 他把这些东西 都收入那须葫芦 反正葫芦内部空间很大 多少都能装进去 至于说这么多宝贝 将来该如何处理 留待日后再说 随后 他们变成德国人的模样 来到托普利兹湖附近 在二战后期 德国一些军工企业 迁入隧道和山洞 为了研制导弹 直升机等军事武器 德方还专门成立了 研讨小组 根据德军官方的 一则指令显示 一些硬制英镑 假钞的人员 机器和纸张 就被安顿在托普利兹湖附近的啤酒厂内 托普利兹湖附近 曾经集结大量德国纳粹分子 这一地区的人口战前 只有1.8万人 后来跃升至8万人 经过一天的寻找 他们在啤酒厂内 找到一条隐秘的地道 这条地道很长 一直通到湖底深处 两人小心翼翼地摸进去 在地道尽头 找到一个很大的密室 密室中堆满了英镑 美钞还有一些金银 这些英镑和美钞都是仿制的 但是极其相似 根本看不出是假货 擎敌不管3721 将所有物品一扫而光 然后他们到了瑟琳吉亚丛林 按照藏宝图提供的位置 经过一番仔细地搜索 在密林中找到了藏宝点 藏宝点占地数十亩 周围都是茂密的大树 而藏宝点锁在的位置 全都是小树苗 正中还有个小木屋 里面住着两个老兵 装成猎人的模样 守在那里 秦敌毫不客气 上去制服了两个老兵 抹去他们的短期记忆 然后开始挖掘宝藏 他们在这里 挖到250吨黄金 和400吨艺术品 数量极其可观 最后 他们把挖出来的洞穴填上 将小树苗重新栽回去 如此一来 等两个老兵醒过来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同样的事情 还发生在另一个藏宝点 巴伐利亚的南部 巴伐利亚位于德国东南 欧洲中心位置 是德国面积最大的联邦州 与捷克 奥地利和瑞士接壤 巴州是德国具有千年历史 和最古老传统的州 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 民法典旧诞生在这里 这里有很多山地 阿尔卑斯山横贯泉州 多山峰 多森林 多湖泊 是该州地形地貌的突出特征 这里不乏引人入胜的 两千米以上的山峰 而阿尔卑斯山前地区 直到多脑河 则遍布湖泊 在这种地方 埋藏宝藏 如果没有藏宝图 世人怎能找到呢 秦迪费了不少的功夫 找到三个藏宝的山洞 有的位于悬崖峭壁上 有的位于冰河之下 他们从中挖出大量的宝藏 共计4174箱 20973箭 单单绘画就有5890幅 其中绝大多数为名家杰作 除此之外 还有一批黄金白银 以及50亿德国马克 30亿瑞士法郎 秦迪心想 这真是火箭鬼 德国人收藏黄金白银 瑞士法郎也倒罢了 为啥要埋藏大量的德国马克呀 纸币还不是随便印 想印多少印多少 后来秦迪仔细一想才明白 埋藏这些宝贝的是一小撮纳粹分子 并不能代表全部德国人民 等到战败以后 政府更迭 有了这些德国马克 纳粹分子还能东山再起 第336章 更多宝藏 两人离开巴伐利亚 来到德国萨克森州 靠近捷克边境的德意志新村 这里埋藏着一些金银财宝 来自俄罗斯 叶卡捷琳纳宫 琥珀屋 琥珀屋是普鲁士国王 威廉一世 1716年 送给俄国沙皇 彼得大帝的礼物 18世纪中叶 俄国女沙皇 叶卡捷琳纳二世 又命令工匠 将其修整一新 据记载 举世闻名的 琥珀宫 始建于1709年 共有12块户壁箱板 和12个柱角 全部由当时 比黄金还要贵的 琥珀制作而成 同时还镶嵌了 钻石 宝石 黄金和银箔 总重量超过6吨 面积约55平方米 建成后的 琥珀宫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41年侵入苏联的德军 将琥珀屋 从列宁格勒叶卡 捷琳纳宫 拆卸掠走 运往德国 这批珍宝在 二战后期的战火中失踪 此后下落飞鸣 琴笛和燕雪 在发掘琥珀宫残片的时候 不小心惊动了 附近的德国守军 他们迫不得已 打晕100多德军 抹去他们的短期记忆 随后 他们挖出来 许多来自俄国的真品 单式沙皇彩蛋 就挖出来7克 装在一个严密的铁盒子里 俄国金匠法贝热 创造了沙皇彩蛋 他用自己的巧思 将原来平凡的彩蛋 变成了华丽的传奇 法贝热彩蛋 将珠宝艺术 提升到了文艺复兴以来 装饰艺术的最高水平 1885年 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登基20周年 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复活节里 亚历山大三世 想给心爱的妻子 皇后玛丽亚 费奥多罗夫那 准备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亚历山大三世 招来一名年轻的珠宝设计师 他就是法贝热 在复活节当天早上 法贝热向亚历山大三世 呈上一只外表 看上去简单无奇的复活蛋 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白色发廊外层的蛋壳里面 竟然有黄金做的鸡蛋 鸡蛋里面 是一只小小的金母鸡 金母鸡肚子里 还有一顶以钻石 相成的迷你后关 和一个以红宝石 做成的微型鸡蛋 一只小小的复活节彩蛋里 隐藏的数层机关 给皇后带来了无比的惊喜 玛利亚对法贝热的礼物 爱不释手 亚历山大三世下 御令要求法贝热 以后每年设计一只复活节 彩蛋成贡 并要求每只彩蛋 必须是独一无二 而且要让皇后欢喜不已 法贝热自此成为 沙俄宫廷的御用艺术家 他把半生的经历 服务于沙皇 年复一年的胜任挑战 为两朝沙皇与皇后 设计了50只 独具匠心的复活节彩蛋艺术精品 除了给皇室设计彩蛋以外 法贝热在莫斯科 奥德萨 基辅都设有工作坊 也在伦敦设了分行 在鼎盛时期 法贝热公司员工多达500人 为俄国首屈一指的珠宝行 由于订单太多 他从各地乃至各国 请来顶级工艺大师 而他本人主要负责制定目标 提供设计 以及制作产品目录 1918年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后 法贝热的家产被充公 部分还遭到洗劫 法贝热和他的家人 登上最后一辆 前往李家的外交列车 离开了俄国 秦迪挖出来的这七只彩蛋 乃是真正的沙皇彩蛋 属于那50只彩蛋中的一部分 燕雪看着彩蛋爱不释手 作为精心制作的艺术品 这些彩蛋实在漂亮的惊人 然而 秦迪却禁不住摇头 笑道 这玩意每一刻都有记载 落在我们手里 只能摆在家里自己赏玩 没办法拿出来拍卖 燕雪却还是笑竹颜开 回头在家里弄一个橱窗 摆上这七颗彩蛋 每个前来拜访的客人 都可能被吓得半死 先生 这样做是不是太高调了 秦迪微微一笑 道 这种宝贝 堂而皇之摆在家里 一般人也看不出真假 燕雪笑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此后 他们还去了奥地利的加斯太阴 萨尔茨堡 萨尔茨卡梅尔科附近 在那里找到一些藏宝点 除了这些奉希特勒之命 埋藏的国家级藏宝点之外 还有一些私人藏宝 同样令人叹而观止 他们在纽伦堡附近 维尔顿斯坦别墅的 钢筋水泥地窖里 找到了戈林元帅的部分私人财产 包括三十六只大金竹台 一个银浴缸 五千万德国马克 上千幅名画 一千五百件西式珠宝 两百件古代名贵家具 格林在他的别墅附近 布置了三十人的私人卫队 然而这个小型的卫队 还不够情敌和燕雪塞牙缝的呢 另外 他们在秘密警察头子 卡顿 布伦纳的奥斯克里加别墅花园里 找到两亿法郎的财产 在布拉亚 阿尔默的高山牧场区 找到纳粹集中营头子 埃希曼埋藏的价值九亿法郎的 金银财宝 到最后 秦敌看到那么多财富 心里都已经麻木了 够了 烦了 哪怕剩下再多 我也不想要了 走吧 咱回家 他们懒得 再劫略大英博物馆 和法国的卢浮宫 就把这两大博物馆 作为警示后人的耻辱纪念吧 两人折而向南 从两河流域向东而行 经过伊拉克的时候 秦敌在沙漠中 找到几条小型灵脉 都被他牵引到那须葫芦里 说起来也不奇怪 中东地区 乃是流奶与蜜之地 很早以前曾有仙人驻足 施展秘法 将灵脉锁在地下 要不然 哪来那么多石油啊 随便在院子里挖口井 就能挖出石油来 要说没有神仙的关注 那很难说得通 秦敌还找到两条中型灵脉 可惜埋藏在地底深处 他炼制的牵引阵盘等级太低 竟然无法将灵脉拉出来 他只能发出叹息 罢了 我先回去 等将来进阶原因之后再来 秦敌有理由相信 非洲地区也是有灵脉的 要不然不会诞生璀璨的埃及文明 但是因为五星灵脉不均衡 所以后世的非洲变得十分干旱 他们没有去非洲 而是从继续向东 经过巴基斯坦抵达印度 又在印度的太极陵 莲花庙和恒河之中 牵引出十几条灵脉 然后翻过喜马拉雅山 来到了西藏的萨木寺 第三百三十七章 两位和尚 萨木寺位于日喀泽白土山 寺庙始建于公元1073年 吐蕃贵族发现山南有一山坡 土成白色 有光泽 献瑞像 即出资建起萨木寺 逐渐形成萨木派 萨木寺用象征文书菩萨的红色 象征观音菩萨的白色 和象征金刚手菩萨的青色 来涂抹四墙 因此俗称花轿 距离寺庙还有数十里 燕雪的心里便开始忐忑不安 情敌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不一会儿的功夫 看到了白土山 白土山不算太高 此时乃是金秋十月 山上还覆盖着绿草 半山腰有个天葬台 山顶布满了金帆 乌云压顶 此时正值午后 有钱人家用用马驼或者人碑 将裹了白布的尸体送过来 一个身穿麻布的天葬师 用随身携带的牛粪生火 火燃着后腹上簪巴 青烟鸟鸟 直上云天 以引诱因旧盘旋于天葬台的上空 天葬开始后 天葬师打开裹石包 将尸体脸朝下至于天葬台上 头部用哈达固定在柱子上 然后 天葬师挥动长刀 第一刀落在背上 先竖三刀 后横三刀 接着肢解四肢 取出内脏 割成小块 接着 天葬师就向四周围乘一圈的突鹫示意 让开中心位置 突鹫们迫不及待扑向尸体 巨大的突鹫 可以一口吞下肉块 但柔韧的肠子 就要互相拉扯了 燕雪的目光很敏锐 隔着石里 就能看见那副残酷的景象 他心里感到难受 于是转过头去不愿再看 擒笛低声说道 藏传佛教认为 人死后 灵魂离开肉体 进入新的轮回 尸体就成了无用的皮囊 死后将尸体未因旧 算是人生的最后一次善行 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布施中的最高境界就是舍身 佛经中就有舍身似虎的故事 燕雪只是摇头 没有说话 保持沉默的 还有站在山下的死者的亲属 静静地看着亲人血肉模糊 很快被秃鹫吞食 随着殷旧渐渐地消失 离开生养的土地 步入天路 天葬师在把鱼下的骨头砸碎后 半以沾巴 汗成团团 再把地上的血水沾干 然后再扔给殷旧 秃鹫吃饱飞走后 较小的乌鸦会 再过来收拾残局 直到没有一点遗落 距离天葬台不远 还有一个寂静塔 存放了许多头骨 布置成一个穷顶 供人们缅怀 那些头骨是天葬后 收集存放在天葬台的寂静塔内的 死者的头发 围成了巨大的转金筒 随风转动 那是灵魂在唱颂 两人继续朝前走 渐渐来到山脚下 看见寺庙的后面 有一个七尺高台 上面站着两个和尚 一老一少 那所谓的老 看相貌有五十多岁 然而 头发半白 胡须也白了一半 而那位少年 才刚刚十几岁 赫然乃是小和尚海安 海安头戴彩色官 足灯猪鼻鞋 身上穿着红黄相间的僧袍 正跟着老和尚念经 高台的下面 还有近百位和尚 一起念经超脱死者 不远处 则聚集了一些观众 有的双手合十 有的跪在地上 燕雪的眼睛盯紧了那位老和尚 看面目感到有些亲切 然而 他怎么显出老态了呢 按理说 作为修真人 相貌应该看着年轻才对 过了好大一会儿 这群和尚念经完毕 老和尚白手让众僧散去 然后走下高台 来到燕雪的跟前 道 我近日念经 只感到气血浮动 心气不宁 没想到你万里迢迢 来这里看我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跟我走一段路 我跟你说几句话 燕雪心情激动 回头看了秦敌一眼 然后跟着老和尚去了 小和尚海安冲着秦敌 深深的鞠躬 师父 您怎么来了 秦敌淡淡地道 我来看法王 是否拥有降龙俯虎的手段 海安尴尬地笑道 师父 我是被逼的 你真是被逼的吗 这个 弟子想起了以前的事 我前世待在萨木寺里 那好 你做你的法王 咱们井水不放河水 听见这话 海安面色苍白 扑通一声 给秦敌跪下了 对不起 师父 我让您失望了 远处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感到十分惊诧 因为法王的地位高高在上 怎么可能给一个凡人下跪 这其中肯定有特殊的缘故 秦敌道 你起来 我受不得你的大礼 如果你还记得传法之恩 那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若干年后 有人离开雪区 叛逃他国 你切莫跟着去 海安磕了一个头 道 师父 我记住了 你若是去了 就莫要回头来找 我不会见你的 在秦敌看来 必居海外和叛国是两码事 作为普通的百姓 出国以后 老老实实 别发表有害于民族团结和国土完整的言论 那你始终是中华儿女 如果胡言乱语 或者成了八国联军带路党 那你就死在外面好了 海安从地上爬起来 道 我记住了 师父 您既然来了 就是本寺的贵客 请跟我去寺内休息 秦敌摇头 我就不进去了 等燕雪回来 我即刻就走 海安道 要不 我带您去见海燕长老 不用啊 我与他没什么好说的 老实讲 秦敌传给海安的 只是最基础的大悲心法 大悲心法 总共十五卷 海安学的 只是第一卷的起始篇 如果海安是个聪明人 将来还会主动上门 跪求秦敌 传授后续的功法 如果他自重身份不肯来 那么他始终摆脱不了 转世轮回的宿命 秦敌准备放弃这个徒弟了 他喜欢心思简单的弟子 不喜欢背景复杂的人 除非此人愿意放弃法王的身份 才有可能重新归入他的门下 他同样不喜欢海燕 有这样的老丈人 简直是一种耻辱 海燕为了自己的修行 将女儿抛弃不顾 这么多年 都不去看一眼 简直磨灭了人性 秦敌先后经历了三世 特别是在第二世 修行近千万年 作为顶尖的先帝 越活越纯粹 越活越简单 他不但没有太上忘情 反而越久越醇厚 按理说 燕雪已经筑基了 按照以前的说法 两人之间可以做夫妻 可是他们依旧相敬如宾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秦敌看得很远 他看到了金丹 原因不虚 河道 帝仙 灵仙 天仙 看到三十六层天 无数的虚空世界 横跟在他们面前 秦敌静静地站在那里 山风吹拂 带来一阵阵凉意 第三百三十八章 敬了孝心 海安在旁边陪着 想说话 却不知从何说起 他已经不是原先的小和尚 而是融合了前生的记忆 然而 他还记得 秦敌传他的大悲心法 有了这门心法做基础 原本他琢磨一辈子 也难以理解的佛经 竟有很多地方豁然开朗 所以他对秦敌既感到钦佩 又觉得迷惑 按理说 先生是个俗家人 并非出身于佛门 可是他为什么懂得那么深奥的佛力呢 海安问道 师父 您住在哪里 弟子若是想找您 不知何处能够找到 秦敌抬头望天 道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堵乌江岸 我像风一样掠过 江湖只留下我的传说 你若是有心 慢慢找 自然能找到 海安听得晕头转向 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海安又道 比起江心岛 我更喜欢雪区的空旷 喜欢这里的大雪山 蓝天白云 乌云的绿草 师父 萨木寺有五十八处宫殿 我给您留一处宫殿 等您闲暇的时候过来住 好不好 秦敌摇摇头 不用了 我问你 海燕在寺内做什么 海安答道 他是寺内法力最强的护法长老 秦敌轻横道 我看他走上了岔道 修为比我想的弱得多 他原本以为 海燕拥有灵根 修行这么多年 至少也该是练弃第二重 然而这次见面才发现 海燕修炼的佛门功法太低级 浪费了他的灵根资质 因此才显出老态 这倒不是说 修佛之道走不通 而是海燕 从被液经中 领悟了少许佛功 然而 他并没有找到后续功法 所以才蹉跎了岁月 如果有秦敌 这样的良师指点 他应该早就提升到 另一种层次了 这是末法时代 不管是先修还是佛修 传承都几乎断绝了 尽管寺庙里 还有浩如烟海的佛经 然而能正确解释的人很少 因为缺乏大德高僧 无法超度亡灵 导致天葬过后 有些魂灵缠绕在 转经筒和经帆上 严重影响了 和尚修行的进度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海燕才出现了斑白的头发 秦敌只等了半个小时 燕雪就从山的那一边转过来 不知为何 海燕并没有送他 也没有来见女婿的意思 秦敌想不明 百老和尚的心思 也就懒得去猜测 燕雪面无表情的道 先生 我们走吧 于是 秦敌头也不回迈步就走 海安将他们送出很远才回去 秦敌问 你爹跟你说啥了 燕雪撅着嘴 说道 他说自己罪孽深重 闭关十年才想清楚 他已经是佛门中人 隔绝了陈云 不想再见到我 他说 一看见我 就想起我的母亲 让我以后不要再来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秦敌冷哼道 这老头脑子进水了 老天会惩罚他的 至于怎么惩罚 他干脆不提了 因为照他看来 老头的阳寿 只于十几年 燕雪站住了脚步 神色黯然 说道 我也看出来 他的身体不算太好 气急紊乱 上气胜而下气虚 接近走火入魔的边缘 我知道先生 你有通天彻底之能 想求您得只一条路 让他多活几年 先生 求你可怜我 帮我一回吧 秦敌沉默片刻 道 看在你的面上 我给他一条活路 走吧 找个落脚的地方 我写一段心法 他心中明白 如果海燕法师 早早的离世 燕雪的心里 将留下一丝裂痕 对将来的修行不利 特别是在 度四九天节的时候 说不定会冒出 意想不到的心魔 所以不能在这时候 留下戒地 两人在日喀泽 找家旅店住下来 秦敌花了一天的功夫 默写了一段心法 他对燕雪说道 我写的经文 属于大词心法 跟传给海岸的不一样 大词心法 出自于南海观世音的传承 大悲心法 出自地藏王的传承 大词心法 总共有十八层境界 我只写了前面三层出来 如果老头能修完这三层 就有希望涅槃禁忌 离开尘世 前往天外净土了 燕雪接过经文 眼睛湿润了 柔声道 多谢先生 我知道 您不想写这样的经文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秦敌在他的肩上 轻轻拍了拍 去吧 这样的经文 我脑子里装了几百步呢 但我只对喜欢的人慷慨 燕雪倒退一步 转身欲走 秦敌又道 你告诉他 这部经文 只能他自己修炼 不能传给任何人 否则 我将来见了他的传人 会挨个 收回他们的功夫 抹出他们修行多年的记忆 是 我记住了 先生 燕雪纵身离去 自此之后 老头是死是活 只看他自己的造化 燕雪该进的孝心 已经尽了 十月底 秦敌回到重庆 秦汉成见了 问道 你不是说一去半年吗 怎么还不到四个月 就回来了呢 你们到了欧洲吗 是坐船去的吧 如果徒步行走 大概还没到阿富汗 秦敌笑道 我们开着吉普车 一路开过去的 其实他在那须葫芦里 的确收藏了十几辆汽车 也储备了足量的汽油 但是即便开车上路 也赶不上他们的脚步 因为这年月没有高速公路 很多地方都是山林 连土路都没有 汽车根本没法开 秦汉成问 那你说说 欧洲的情况怎么样 你们去了英国没有 他早年留学英国 所以只对英国比较关心 然而 秦的确道 我们没去英国 最远只到德国 奥地利 连法国都没去 秦汉成道 德国没啥好玩的 去那里做什么 兵荒马乱的 也不怕伤着自己 秦敌笑道 爸 我跟你说一件秘密 你听了 要埋在心里 莫要告诉别人 秦汉成一听 当即竖起耳朵 低声道 你说吧 我嘴很严的 不会对外人说 秦敌摸出一枚沙皇彩蛋 笑道 爸 你看 这是什么 秦汉成 双目放光 将彩蛋拖在手心里 一面看 一面不停地吸气 这是宝贝啊 制作得这么精美 一看就是西式真品 这是俄国彩蛋 我以前只听说过 从未亲眼看见过 果然像传说中的一样 简直巧夺天工 秦敌道 爸 你知道这么一枚彩蛋 能值多少钱 不知道 你说说看 现在属于战乱时期 不太好衡量骨架 等到五十年后 这样的彩蛋 一颗价值一亿美元 啊 听见这话 秦汉成手一抖 差点将彩蛋掉在地上 第三百三十九章 大汉奸之死 秦敌赶紧抓住他的手 道 爸 这一枚彩蛋 就给你了 你留着自己把玩 若是给别人看见了 就说是仿制品 别说是真品就行 其实就算被认出是真品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秦敌在纽约 开了两家艺术品交易公司 这年月 已经有十四颗沙黄彩蛋 流落到美国 而且因为战争的缘故 彩蛋的价格并非天价 这就像圆明园 十二生销售同手一样 早年谁知道 那玩意儿是宝贝呢 后来 中国人想花重金买回来 于是他就成了宝贝 沙黄彩蛋也同样如此 后来俄国商人发达了 愿意出一亿美元 将彩蛋买回去 所以才将价格抬上来 秦汉城抓紧了彩蛋 阿迪 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秦敌笑道 当然是抢来的 我们万里迢迢去一趟欧洲 难道还白跑一趟吗 你们 你们 到了陌生的国度 怎么能从防守严密的地方 得到这样的宝贝 你告诉我 这是存放在苏联博物馆的吗 还是某个苏联大元帅的私人藏品 我们没在苏联抢劫 而是在德国找到的宝贝 德国人四处劫掠 我们是黑吃黑 哎呦 太凶险了 你们的胆子 怎么这么大 不要命了吗 嘿嘿 我和燕雪都不是普通人 所以啊 你别把我们看那么紧 我们要出去寻找商机 不出去走走 哪能有这样的机会呢 什么商机 明明是盗贼 没想到老秦家 大富大贵 竟然出了你这样的盗贼 哼哼 盗贼又怎样 我要是不说 天底下有谁知晓 爸你敢出去讲吗 我 我不敢 秦汉成也只是嘴上说说 回头捧的彩蛋 进卧室了 拿个装珠宝的盒子 小心地将彩蛋放进去 他想 每天晚上 睡觉之前看一眼 如此才能开心地做好梦 秦迪并没有提 这一路抢到了大批金银财宝 字画之类的没法拿出来 金银他也不想再折腾了 因为金银天生就是货币 而且是最能保值的货币 但是那些个美元 英镑 德国马克 瑞士法郎 还是需要及时处理的 否则 这些国家一旦更换了新货币 旧的版本就可能作废 从而变成废纸 不过 处理这些货币 也非迫在眉睫的事 只要在十年内处理完就行 这才是1944年十月底 眼前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趁着1945年日本投降 香港经济一片混乱的时候 大量购买香港 澳门的房产 平秦迪抢来的这些钱 不必动用黄金 白银也不必卖出古董字画 就足以买下大半的香港了 什么李超人 郭巨富 都给我靠边站吧 随后 秦迪和燕雪就在家里老实待着 每天给孩子们讲讲故事 看一眼他们的功课 顺便看看各大公司电传过来的报表 此前一个月 秦迪还在欧洲的时候 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一些变化 9月14日 第93军军长陈慕农率部不战而退 日军功课广西贵东门户泉州 打开了进攻贵林 柳州的大门 贵林当局突然下令紧急疏散 使很多老百姓流离载道 死伤枕戒 9月20日 陈慕农以善气泉州阵地罪被处以死刑 你说这又何必呢 不战是死 战却不一定死 还不如拼死打一场 就算打败了 也有撤退的理由啊 而且 只要钱都顶住了 后头老百姓有时间撤离 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10月5日 福州失县 11日 柳州失县 12日 日军攻陷广西贵平 中国守军全部战死 10月14日 清白党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 颁布的 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 规定一次性征集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 凡年在18岁以上 35岁以下 具有中等知识水平的青年 只要体格健全 均可报名参加 随着清白党域相贵 正面战场的溃退 南中国大片领土 被日军占领 其敌后地带 则相当空虚 九州军359旅奉命组成 4000余人的独立第一支队 王镇任司令员 王首到任政委 东渡黄河南下 项玉 额 湘 越敌后挺进 11月10日 汪大卫在日本明古屋 因病不治死亡 年61岁 随后 陈公博就任 伟南京政府代理主席 行政院院长 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早年汪大卫被孙凤明打伤后 子弹未取出 直到1943年 枪伤复发 才由日本驻南京的陆军医院中 将衣冠林木小荣 亲自主刀 替汪破被 取出了弹头 可因为 迁毒上流在体内 汪被几步的疼痛与日俱增 并波及腰部颈间 直到1944年 11月10号 在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日本专门按照 国家元首的规格 给大汉奸 准备了金丝南木棺材 准备用砖机送回 那么 汪大卫为什么死了 不埋在日本呢 因为他早就说过 如果自己死了 希望埋在中山林旁边 为孙先生守灵 这个是不是有些滑稽 于是 日本政府用砖机 海奸号 专门把汪大卫尸体 运回南京 为了表示全民哀悼 以及庄严 汪伟政府行政命令 强迫当时金临的中小学生 必须到机场迎接光果 为此 给每个去迎接的小孩 发了鱼罐头 还要求这些小孩子 每人胳膊上 缠一块黑纱 因此 接机现场看起来 还是很隆重的 11月23号 汪伟政府为汪大卫 举行盛大的送葬大典 整个沦陷区 全体国民放假一天 为了防止大典比较冷清 为政府放出大招激励 规定市民只要来参加送葬 每个人发20块中储券 这在当时比大洋还值钱啊 20块相当于当时 精灵市民一个月的工资 因此 这么大的利益下 也来了不少人 但更多的人 宁愿不要钱 也不来给大汉奸送葬 经过看似热闹 庄重的悼念活动和送葬大礼后 汪大卫光果 被送到南京中山林旁边的梅花山安葬 一年后 日本投降 他的陵墓被清先生派人炸毁了 尸骨被送到清凉山火葬场火化 第340章 湘江购房 11月 日军攻陷桂林 柳州后乘胜西径 沿桂前路向桂阳进贩 连续攻占宜山 河池 南丹等地 12月2日 占领贵南重镇独山 禁逼四川 震动贵阳及重庆 和英卿飞抵贵阳 坐镇指挥 经激战收复独山 迫使日军退回河池和一山以北地区 形成双方对峙的格局 然而 另一部日军 未经战斗及占领南宁 并与越南北禁之日军会师渝 虽陆 最终打通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陆交通线 12月14日 斯大林与美国大使哈里曼 谭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 千岛群岛 南库叶岛归苏联 租借旅大及中东铁路 以及外蒙独立 这些天 秦迪一直待在重庆 哪都没去 顾如梅经常过来拜见 不断学习新的先驱 他的功力进步很快 已经到了练气第八层 顾如虎也从缅甸回来了 和寒冰一起来到重庆 他在战场上厮杀一年 功力到了练气第三层后期 再加上他身材高大 一步跨出就是六七米 寒冰跟不上他的脚步 只好开着吉普车 远远地落在后面 两人一起来拜见秦迪 顾如虎黑黑笑道 对不起先生 我和寒冰结婚了 因为找不到您 就没给您发行帖 秦迪并不在意 因为在他看来 修真人本不该轻易结婚 否则等到百年后 顾如虎还活蹦乱跳 寒冰却垂垂老矣 会让人觉得很无奈 寒冰却很乖巧 直接扑通 跪在秦迪跟前 拜见先生 我已经到暗境了 您以前曾经说过 可以传我断神诀 还请先生传法 秦迪微微一笑 起来吧 我自己说过的话 当然记在心里 自今日起 我收你为记名弟子 待我传法于你 你只要好好修炼 等你过完今生 我助你转世 他已经有杜荣和杜兰 两个记名弟子 也不在乎多增加一个 反正一只羊是放 一群羊也是放 寒冰文言 郑重其事地 磕了三个头 多谢师父 秦迪给两人 各自传了一段心法 又仔细讲解了一番 两人在重庆待了一天 然后回向杨平老家了 时间进入1945年 1月9日 美军登陆菲律宾屡宋岛 17日 苏联占领华沙 同一天 一列从太原 开往北平的军用专列 在途中遭九州军劫击 车上日本天皇御人的外甥 林牧川三郎少将被擒获 27日 中国滇西远征军 和驻印军会师 缅北盟友 1566公里的中印公路 完全打通 28日 清先生宣布 将中印公路 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1月30日 行驶在波罗的海域的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 被苏联潜艇鱼雷 击中后沉没 当时船上挤满了德国难民 总共约有10582人 有9343人 在这场灾难中失去生命 被认为是航海史上 最严重的海难 2月7日 美军占领马尼拉 2月11日 美国 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 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即将取得胜利之际 在黑海北部的 克里木半岛的 雅尔塔皇宫内 举行了秘密首脑会议 商量战后世界新秩序 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 并且在会后签订了 雅尔塔协定 在这个协定中 德国被分裂 德军被解散 德国不准再拥有军队 德国应该为他对同盟国 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失 复战争赔款 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 偿款总额为220亿美元 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 苏联将向日本宣战 其报酬是苏联获得库业岛 千岛群岛 以及其对大连 旅顺及其铁路连接的控制 在这个协定中 美国为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以及讨好苏联 以保得自身太平 居然出卖中国的利益 强行把中国国土分割开来 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不利 雅尔塔会议影响未来百年世界格局 此时的中国还很弱 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人为刀挫 我为鱼肉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一年的除夕是2月12日 也就是雅尔塔会议的次日 过了春节 秦敌便和燕雪离开重庆 来到香港 见到先期抵达的周明等人 此前 周明已经用日本军票 在香港岛购买了百来处宅子 其中一处别墅 位于太平山的山顶 三处位于太平山的山腰 还有几处位于浅水湾 深水湾 铜锣湾 赤柱 春坎脚等地 秦敌挨个考察了一遍 最后找了半山腰的一处最大的别墅落脚 他从那须葫芦里取出一些外币 丢在别墅的地下室 然后把周明叫过来 对他秘密交代了一番 周明看见地下室堆积如山的外壁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的天哪 这么多英镑 美元 德国马克 瑞士法郎 先生 你也不说存银行 就这么丢进地下室 要是被窃贼光顾 那还得了 秦敌道 有你出面 注册成立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 我给留2%的股份 争取在两年内 花光这些钱 全部买成房产 地址 价格不限 你看着买就行 我相信你的眼光 周明心中滴滴 忐忑不安 秦先生 我怕大手笔买卖 会遭到黑社会抢劫 秦敌道 我给你写两张条子 如果遇到危险 你找他们寻求帮助 这时候 日军已经焦头烂额了 所以 杜荣从新加坡返回香港 定居在九龙堂 杜荣的公共是金武会的扛顶之人 手下有一帮弟子 目前受陈寿廷的指挥 另外 杜岳生还有一个徒弟住在香港 在黑社会中颇有影响力 周明接了纸条 心中略微安定了一些 然后 秦敌和燕雪 来到加多利山 在这里也找了个落脚点 从那须葫芦中取出一些外壁 丢进地下室 又把另外一个手下赵昌叫过来 给他交代了一番同样的话语 你也去注册一家房产公司 然后大量购买 只要是好房子 好地带 别人愿意卖 你就买下来 等你花完这些钱 给我发一个电报 我会再来一趟 提供更多资金 赵昌看见一屋子的钞票 同样感到头晕目眩 情敌道 只要办好这件事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除了公司2%的股份外 我给你留一处豪宅 赵昌却道 先生 我在这里住不惯 我还要考虑一下 过两年 是否再回摩都 情敌笑道 想回摩都啊 那也好办 我在摩都还有数百栋房产呢 你若是想要 我送你两栋 不过 我劝你保留香港的房子 说不定 啥时候还能派上用处呢 第341章 光复前的魔都 接下来 情敌和燕雪叫上手下钱荣 渡海来到澳门 此前 他在澳门也有了十几栋房产 这次过来 他取出大量的外币 丢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 然后将钱荣叫进去 交给他一个任务 从今以后 由你主管澳门的业务 这里买房是次要的 我要你买一块好的地盘 盖一座全亚洲最大的赌场 请外国专家好好设计 再请最好的公司建造 你也要请几个保镖 需要花的钱 尽管从这里取 钱荣看见那么多钱 吓得脸都绿了 好在他也四十多岁了 走南闯北做过很多事 所以过了一会儿 便平静下来 咬牙说道 先生您放心 以前魔都的凤凰城 就是在您的指导下 我亲自调度完成的 我已经有了类似的经验 只是觉得这些钱 搁在这里不安全 能不能存进银行里呢 请你点点头 你可以慢慢存进银行 一次数十万 问题不大 因为这些钱 是从欧洲山洞里挖出来的 德国人自顾不暇 不会流行发生在远东的事 澳门当局 也没有严密的反洗钱手段 钱荣苦笑道 那就好 要不然 每次看到这么多钱 我就觉得眼欲 交代完之后 秦迪和燕雪 又顺道去了新加坡 见了李朝庚和王景夫妇 此时 这夫妻俩已经适应了南洋的环境 摇身一变 成了本地知名的地产大亨 他们的女儿 李玲已经八岁了 他们的日子过得宽裕 在南洋觉得寂寞 干脆将家里老娘和小舅子王丽 都接了过去 夫妻二人见到秦迪和燕雪 毕恭毕敬 李朝庚道 将军 您以前带来的军票和一千万英镑 全部买成了房产 目前单靠收租 每个月也能收不少租金 具体的账目都在这里了 燕雪拿起账目翻开起来 秦迪道 我这次又带来两千万英镑 三千万美元 一亿德国马克 四千万瑞士法郎 你帮我找个有地下室的大房子 或者是较为安全的仓库 我会偷偷把钱运进去 两人一听 顿时心里 砰砰乱跳 李朝庚喃喃说道 将军 您这贪污了多少钱啊 王景偷偷踹他一脚 你说啥呢 先生是民国首富 用的这贪污吗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没有公职 中将军衔乃是虚的 想贪污也没有门路 随后 李朝庚找了一栋别墅 秦迪支开这夫妻俩 将从那虚葫芦中取出纸币 离开新州之前 他给李朝庚说了同样的话 你用公司的名义买房产 不管公司的规模多大 你都有百分之二的股份 每年收的租金 你可以按同样比例支取 做人要厚道 我信任你们夫妻 只要好好经营 我保你一辈子安乐 连带着子女 也能做新州的人上人 李朝庚公申道 先生 我一定小心经营 不敢存一丝杂念 秦迪又道 你知道 我为何从云云众生中拣选了你 因为我看见你枪杀了一个人 当时你下手稳准狠 我当时便认定 你不是等闲之辈了 李朝庚一听 顿时脸色发白 先生您说笑了 我这一生 从未杀上 秦迪微微一笑 也不多言 叫上燕雪离开了 回到家中 李朝庚不敢跟妻子讲 因为当初他杀人的时候就没说过 他一连好几天寝食难安 最后心里咯噔一下 似乎想明白了 难道当初买凶的人 是秦先生派过去的 要不然 他怎么碰巧看见 我杀人的场景呢 当然 这种无凭无据的话 他也不敢说出来 不管怎样 自此之后 他经营新州的房产很小心 不敢多吃多占 中饱私囊 其实2%的收益 已经非常可观了 毕竟上亿的投资 单是每个月2%的租金分成 就能让一家人成为富豪 如果再贪婪 就要遭雷劈了 秦迪和燕雪乘船一路北上 在福建沿海靠岸 徒步来到武夷山洞天 这个洞天虽然小 里面却装着他们多年搜集的宝贝 包括古玩 字画 黄金 白银 古董家具等等 秦迪将一部分小微型灵脉牵引出来 埋在小世界的泥土里 被大阵锁定 如此一来 小世界的灵气急剧上升 比先前增加了数十倍 宫殿外面的十几种果树 都得到滋养 接出来的果子更大了 灵气的增加 也让两人修炼的速度大幅提升 不必再担心灵气浩劫了 他们在这里修炼了两个月 直到秦迪晋升柱积大圆满 这才停下来 五月初 他们回到了魔都 此时 距离日本投降 还剩下三个月 那么光复前夕的魔都人 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很简单 那是亡国奴的日子 他们不可避免地 遭受日寇的蹂躏 汉奸的欺压 流氓的敲诈 以及伪政府的盘剥 除了这些 还有不少让人头疼的事 首先是交通拥堵 从虹口去趟渣北 步行花一个小时 开车得花五个小时 每条马路上都挤满了人力车 脚踏车 三轮车 公交车和私人汽车 行人在车流里缓缓如动 汽车在人流里 以更缓慢的速度如动 每一条主干道 似乎都成了长期便秘的大肠 为何会如此拥堵 第一路窄 第二人多 五百万常住人口 第三鬼子在街道两旁 挖了不计其数的深沟 每隔四五丈就有一个 晚上开车不小心 一头扎进去就车毁人亡 鬼子挖沟干嘛 难道要修地铁吗 当然不是 只是为了准备巷战 对付随时可能 攻进来的中国军队 那时候魔兜流行一句话 马路如虎口 两旁不可走 走两边 容易掉沟里 走中间 又随时可能被车撞死 怎么走 没地儿走 其次是看病难 华人开的医院设备简陋 日本人开的医院 又不屑于给华人看病 例如 山东路有家人际医院 头头是日本人 医院里 明明空着很多床位 也不让华人住院 真想住 拿钱来 先交 中储券 三十万元 才能进门 上了手术台 一会儿一跳价 说好要你六十万 刹那间就变成一百万 开完刀 再加到三百万 不然不给你缝上 这时候 慈安外科医院并没有全部撤走 虽然说大部分医生护士都走了 但还有一部分 留下来 他们尽力救助百姓 价格相对低廉 第三百四十二章 末日景象 秦迪一回到摩都 便把两个房产经理 尤龙和张斌叫过来 这两位经理留在日战区 好不容易挺过了八年 也算是很不容易 尤龙说道 秦先生 最近摩都的房产市场 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价格正在不声不响地 悄悄走高 张斌也跟着说道 是啊 外行人可能觉察不到 但我们能感觉到 似乎有人在吸纳房产 局势可能要发生变化了 秦迪把门一关 跟两位经理说了一番话 两人听完 心里感到十分震撼 最后 他们思索良久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张斌拿了五百两黄金的报酬 继续留在摩都 帮着秦家在三年内 清空房产 从此以后 彼此分开 各安天命 尤龙只拿了二百两黄金 准备举家迁往香港 接手管理那边的房产 他之所以愿意去南方 是因为他有青帮背景 跟杜老板有密切关系 所以一听秦迪说 杜老板也会过去 他立马就答应了 而张斌背景清白 虽然做过秦家的狗腿子 毕竟是被雇佣的人 所以他不想背景离乡 5月8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 6月7日 中国军队在湘西大捷 痛歼日扣2.4万人 8日 日军开始收缩兵力 离开府顶进入浙江 17日 日军撤离温州 同时放弃柳州 向桂林撤退 6月22日 美军攻占冲绳岛 7月5日 菲律宾被解放 7月1日 德国被占领国分割 盟军审讯了许多纳粹头目 然后四处寻找宝藏 然而 结果很悲催 只有很少的收获 这些人百思不得其解 德国人可真亡谷 为啥还不交代 将宝贝藏在哪里呢 最后 就连德国人也欲哭无泪 他们吃了哑巴亏 却没法说出来 只能咬牙说 我们根本没有宝藏 你让我们交代什么 可是美国人 苏联人和英国人 怎么肯信呢 既然不交代 那就皮鞭老虎瞪连着上 可是 不管他们怎么审讯 还是找不到大批的宝藏 德国纳粹的宝藏 究竟埋藏在哪里 这成了20世纪最大的谜团 7月下旬 就在日寇快要投降的时候 魔都的房价 房租双双暴涨 几乎一天一个假 中低收入家庭 想找到合适的住处 可以说难于登天 魔都不比别处 当地人最是安土中签 常说到出门一礼 不如家里 能不走就不走 八年抗战期间 国内其他主要城市沦陷前夕 几乎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外逃 唯独魔都 土著 没怎么跑 人没减少 房子倒减少了 抗战初期 日寇轰炸闸北 损毁了一批房屋 后来 国军反过来 轰炸日寇占领下的虹口 又损毁了一批房屋 抗战后期 美军也频频派飞机来轰炸魔都 锦唐山路就倒塌上万间房子 魔都沦陷期间 日本侨民大量迁入 没地方住 伪政府为此大搞强拆 把中国居民撵走 给日本人腾地方盖房 到了1945年7月 美军连番轰炸日寇 在魔都的各个据点 狡猾的日寇 分散盘踞居民区 又一次强迫中国人迁出 无偿征用他们的住房 所以这时候 防荒非常严重 其次 货币贬值 炒房加剧 光复前夕 日军和伪政府知道末日到了 赶紧杀鸡取蛋 拼命印钱 本来 中储券最大面值是100元 很快千元纸币和万元大钞 都大行其到了 物价比1937年抗战爆发前 涨了好几万倍 魔都市民想去银行 把钞票换成金条 伪政府不许 为了让资产保值 大家只能想方设法 购买食物储存起来 为此 日寇推行了极为严厉的统治政策 粮食 棉花 布匹 钢铁 石油 五金 卷烟 火柴 肥皂 毛巾等差不多所有物资都被限购 只剩下房地产可以自由买卖 既然如此 有钱人唯有拼命买房 普通人买不起 就集资炒楼 炒公债 炒房产股票 搞得房价上涨 几乎比货币贬值的速度都要快 而且最离谱的是 光复前夕 魔度突然冒出来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这些公司几乎没有建造过什么新房 他们把房地产当成筹码进行投机 只要是做房屋 不管有人住 还是没人住 都会很快成交 市区内房地产价格越抬越高 且难以买到 好多房地产公司去郊区炒地 任何一块地 不管近郊 远郊 或是农田 低洼水堂地 一旦抛出市场 都会抢购一空 这时候 秦迪只是张冰 缓缓卖出房地产 只收英镑和美钞 连黄金都不要 因为他手里黄金太多了 洗钱很麻烦 7月16日 美国试验第一颗原子弹 7月21日 杜鲁门总统下达使用原子弹的命令 8月4日 秦迪和燕雪到了日本 燕雪留在千叶县 盯着三叔一家人 不让他们外出 第二天 秦迪一个人来到广岛 你说 他想干什么 力挽狂澜不让原子弹爆炸 那不可能 他不做那种傻事 日本人该得到报应 他来这里 是想亲身检测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看看这种能量释放的方式 跟仙人的自爆有什么不同 按照他的经验 如果是仙人自爆的话 会带来大量的灵气 如果能吸收灵气 能让他的功力暴涨一节 他以前也有过体会 紫外灯中蕴含着紫气 那么 原子弹里边 有没有特殊的灵能呢 他不知道答案 所以便过来看一看 8月6日 上午89分 秦迪看见飞机飞过来了 有三组 带有降落伞的观测设备 投了下来 8015分17秒 定时装置发挥效用 原子弹自动投下 在进行了43秒的平抛运动后 在香声桥东南方的医院 岛医院上空 550米爆炸 这颗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 搭载了50公斤的油235 相当于15000吨TNT当量 能量通过冲击波 热线 放射线等方式爆发出来 分别占50% 35% 15%的比例 爆炸的瞬间 中心地区达到数十万个大气压 引发了极为强烈的冲击波和气浪 爆炸中心的风速大约是440米每秒 相当于12级台风的10倍 超音速的风和冲击波一起向外扩散 将一般的建筑破坏殆尽 爆新的风压达到了350万帕斯卡 相当于在一平方米的地方 加压350吨的重物 就算在半径1000米以内 风压也达到了100万帕斯卡 此范围以内 除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以外 全部遭到毁灭 2000米以内的风压是30万帕斯卡 此范围以内的木制房屋全部被毁灭 除此之外 红外线的总能量大约是22兆胶2 地面受到的能量 相当于受太阳照射的1000倍 爆炸中心的温度 达到了3000摄氏度至4000摄氏度之高 爆新附近的房屋瓦片等纷纷起泡 木制房屋达到招火点自然 包括广岛城在内的许多建筑 无一幸免 爆炸发射出大量的Alpha射线 Beta射线 Gamma射线和中子 地表每一平方厘米 有高速中子12000一个 慢中子 热中子 9万一个 原子弹爆炸产生了巨大的迅撞云 迅撞云里 含有大量放射性落下灰 它们和云中的水汽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黑色的雨 并落在广岛一带 这种雨具有高放射性 因此污染了河流 而当时因受核爆影响 造成剧烈口渴的难民 在饮用这些雨水后 多数在数日内死亡 擎敌距离原爆中心 大约有2.2公里 剧烈的冲击 并没有给它带来损伤 它惊奇地发现 那些散意的红外线 Alpha射线 Beta射线 Gamma射线和中子 带有大量的灵能 对它的修行大有好处 所以它不但没有后退 反而迅速往前移动 以鬼魅魅般的身影 掠过爆炸区 吸收了一肚子灵能 然后纵身离开了广岛 第343章 金丹雏形 回到千叶线之后 它闭关两天 一点点地将灵能 压缩于丹田之中 然后它将咽雪叫过来 跟它交代了一番 8月9日上午11时02分 广岛首枚原子弹爆炸后三天 由查尔斯斯维尼驾驶的 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 伯克斯卡在长期上空 投下另一颗原子弹 同样在550米高度爆炸 这一次 秦迪和燕雪都在现场 吸收了大量的灵能 随后 燕雪不忍心看着满地 伤员的惨像 参加了救助平民的活动 秦迪也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留在现场 在救助妇孺的同时 进一步吸取更多的灵能 不管怎样 这都是惨绝人寰的景象 所以 也没有人想着拍照片 自然也无人察觉 秦迪和燕雪 这两个外人的存在 晚上 他们回到千叶县 便闭关吸收灵能 燕雪的功力 很快提升到柱基第八重 而秦迪 则将大量的灵能 压缩成晶体 构成了出街晶丹的雏形 原本结丹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至少要闭关五年才能完成 秦迪也没有想到 他只是出现在爆炸现场两回 就让他节约了三四年的光阴 而且 结成的金丹雏形很坚实 只要稍微记恋一下 就是上三品金丹 金丹分成九品 一到三品属于下三品 虽然结丹成功 但是未来的先路断绝 四到六品为中三品 算是正式结丹了 将来能不能进阶原因未可知 七到九品为上三品金丹 基本上都是能进阶原因的 秦迪拥有丰富的经验 原本就以九品金丹为目标 可是要想达到这一点 势必要花很长的时间 这下子倒是好了 只是来日本转一圈 就接近达成目标了 看来 这倒是提升修为的一种捷径 可惜 原子弹爆炸的次数太少了 他心想 说不得我得去原子弹 清淡试验场去玩玩 美国不是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 进行了多次试验吗 中国也有几次试验 不过秦迪不想去干扰科学家测数据 否则 他一旦现身 测出来的数据都不准 随后 秦迪和燕雪在东京附近游荡 开始寻找一些军方大人物 进行搜魂 在搜魂的过程中 他有时用力过渡 不小心让几个大将变成了白痴 甚至有人不出三天 中风死了 其中包括朝乡攻九颜王 这个精灵大屠杀的柜子手 8月9日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 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 同日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 8月15日 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 16日 为满洲国皇帝溥仪 被日本关东军挟持准备去日本 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时 被空降的苏联红军逮捕 8月30日 美国开始对日本全面军事占领 就在同一天 擎敌和艳雪出动了 此后忙碌了整整一个月 具体做了啥 就不在这里详细交代了 反正那需葫芦中 多了3000吨黄金 白银 珠宝 以及大量的中国文物 古董 字画 书籍 这些东西 本来就属于中国 理当归还雇国 因为擎敌采用了搜魂的手段 所以比美军的审讯有用得多 美军也在四处搜寻宝贝 然而他们找到的东西比较少 美军先后捕捉了一些日本战犯 但是怎么对这些人进行审判 还没有定文 直到数月之后 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 根据同盟国授权 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对118名庆竹男书 乐观满盈的日本甲级战犯嫌疑人 执行引渡 逮捕 挤押 审讯 并以战争罪 破坏和平罪 违反人道罪的罪名 起诉第一批28名战犯 在日本东京公开审判 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 1948年11月12日结束 历史两年半 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 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 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 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 其中判处日本7名甲级战犯 东条英姬 松井石根 武藤章 百元征四郎 广田红义 木村兵太郎 土肥原贤二 绞刑 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 2名甲级战犯有期徒刑 东京审判也留下了历史遗憾 当时 许多国家都提出 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有的国家要求把它列为战犯审讯 但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政府 出于维护其战略利益的需要 表示 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 不逮捕 也不起诉天皇 美军占领日本后 麦克阿瑟曾与日本天皇御人 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 双方对会谈内容始终讳莫如深 至于对第二批 第三批共90名甲级战犯的审判 也就不了了之 秦迪离开日本之前 给三叔秦汉旭留下了大量的美元 英镑 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 让他趁乱买入日本公司的股份 秦汉旭吃惊不小 阿迪 这些钱币是从哪里来的 干净吗 秦迪道 不算太干净 但也问题不大 三叔 你不用很快花完这些钱 只要在未来十年花光就行 战争结束了 美国要在日本大肆投资 我们也可以掺和进去 只要分散投资 每家公司投一点 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当然 为了保持神秘 我们在欧洲 美国 澳洲分别注册公司 然后以公司的形式进行投资 前期工作我交给 在美国的私人律师 后边还要靠三叔你了 秦汉旭道 你上次带来的白糖 才出货一小半 不过现在的糖价放开了 依然非常够啊 我正在大肆出售呢 如果将白糖全部卖出去 也能收获大量的日元 这些钱 我都花不完了 你又给我这么多钞票 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他虽然口中这么说 但是心里既息且忧 总体而言 还是以欢喜为主 秦迪笑道 三叔 你帮我在北海道买个马场 说不定 等我空闲的时候 玩一玩赛马呢 秦汉旭道 等忙完这一些 我准备回摩多住一段时间 阿迪 你觉得我回去没问题吧 秦迪道 两三年内没问题 第三百四十四章 胜利的喜悦 等秦迪和燕雪 回到摩多的时候 已经到了十月中旬 早在九月九日 金灵就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战区受降仪式 日本派遣令冈村宁次 签署了投降书 几乎同时 摩多也就光复了 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 所以 秦迪用不着再去重庆 这时候 父母和家人 都已经回到摩多老宅子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 是一场举国欢庆的大事 秦迪和燕雪 虽然回去晚了一个月 但还能看见 飘扬在街上的彩旗 看见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随后 他们见到家人 根据父亲秦汉成 母亲朱婉 再加上张乃景和秦林的描述 还有秦悦从宝塔山寄来的一封信 以及最近一个月报纸上的描述 他们可以想象当时举国欢庆的场景 最早得到日本投降消息的是 战时的陪都重庆 8月10日晚18时 重庆中央广播电台 首先广播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并于19时 20时 22时重播 抗战胜利的消息 便像长了无数的翅膀一样 到处扩散开来 数十万重庆市民连夜涌上街头 敲锣打鼓 再歌再舞 互相祝贺 互相拥抱 一时间 重庆变成欢乐的海洋 而在宝塔山 已经吹过西灯号了 人们都已旧情 我还守着一盏残灯 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 忽然山上山下 人声异常嘈杂 又听到锣鼓喧天 有人甚至乱敲铜盆 有的用力吹喇叭 整个延安起了骚动 男女老幼 涌出窑洞 沿河两岸岗山 野火漫天通红 人像潮水般的 涌向街头 旗帜招展在星空 人们无火炬 扭秧歌 喊口号 人们只是叫 只是跳 只是笑 人们觉得 自己的血在燃烧 人们忘记了 整天工作疲困 而在北平的人 还在日军统治下 按照语言学家 周祖摩的记载描述 晚上九点半钟的时候 好消息来到了 由梦中惊醒过来 才知道自己 还没有死 自此可以复苏了 这一夜是不曾睡觉的 我们身体并不能自由 话不敢说出口外的 当时只有望月以私 零份力 徘徊搔手而已 秦迪和父亲 站在院子里 听父亲 唠叨最近的经历 秦汉成道 阿迪 只有回到这里 我才觉得 自己重新活过来 咱们家的老房子 也五十多年历史了 看着有些陈旧 要不要翻新一下 秦迪怂怂间 要不 我给你整个推到重建 建的外表简朴 内里低调奢华 秦汉成道 我看外头 有很多富丽堂皇的别墅 比较来 比较去 就属咱家的房子低矮 秦迪微微一笑 爸 我手头还有两百多处房产 每一处都富丽堂皇 正准备往外发售呢 你若是有空 我让人领着你 挨个看一遍 看中哪个就搬过去住 回头 我把老宅子整好 你再搬回来 怎么样 秦汉成微微皱眉 道 你等等 这四栋石库门的房子 一栋属于你大伯 一栋属于你三叔 还有一栋空着 要修总得一起修 要不然醒得多难看 秦的确道 爸 我只能修一栋 依我看 爷爷那一栋 干脆推倒算了 剩下两栋 谁想住谁修 秦汉成道 你这孩子 修一栋房子 能花多少钱 你为啥在这上头 还要斤斤计较呢 这不是斤斤计较的事 除非大伯和三叔院 一般回来住 否则 还是推倒为好 推倒之后 建个花园 可以提升咱家的居住环境 那怎么能行呢 你若是不推倒 又没人回来住 势必会有外人进来 将来国家不会允许房子 一直空在这里 秦迪费了好半天的劲 讲述未来的魔都 将会是什么样子 秦汉成相信了他说的话 但未免显得闷闷不乐 算了算了 你也别推倒重建了 只把旧宅子加固 让他再撑三十年就行 我准备在这里住到老死 这事交给我 保证百年不坏 阿迪 这两个月你去哪儿了 爸 我在香港 澳门 新加坡买了房子 还去日本建了三叔 在那里添置了产业 再过几年 国内这些工厂 我都不准备要了 到时候 爸如果想留在魔都 就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如果想出去 依然可以做福家翁 秦汉成摇摇头 我老了 哪儿都不想去 还是留在魔都为好 你妈的意思也是如此 秦迪道 爸 我跟你交个底 我手里有大量资金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你哪来那么多资金 爸 你忘记那颗彩蛋了吗 我去德国转一圈 得到了七颗彩蛋 还有一批黄金 白银 珠宝 美元 英镑 法郎 总计有十几卡车 我把那些钱 一部分投到香港 澳门 还有一部分 保存在某个地方 另外 我在美国 还有偌大产业 不管怎样 秦家都不会衰败 这下你可以安心了吧 听你这么说 我反而更揪心了 万一被查出来 那可怎么办 哼 德国人自顾不暇 哪有功夫管亚洲的事 他其实想说 从日本得到大批宝藏 但是话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因为日本近在咫尺 万一走漏消息 将会带来麻烦 烧停片刻 情敌又到 等到明年春天 我带你去香港的新家看看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只有你亲自看过 才有实在的观感 秦汉成道 好啊 这事说定了 日本投降以后 在这一个月里 我仿佛焕发了青春 想出去四处走一走了 如果新家修得漂亮 我也可以多住一段时间 抗战胜利后 秦敌也觉得浑身轻松 仿佛套在头上的金箍 忽然消失了一样 他觉得自己重生于此 就是为了见证这段历史 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 已经完成了60% 后面的事 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他打算从今以后 金盆洗手 不偷 不抢 不杀人 不放火 不干涉人间纷争 悠哉悠哉 做他的逍遥神仙 去也 第345章 魔都街头 虽然秦敌觉得 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 但他并不准备 完全放手秦家企业 如果他要是放手的话 这些活儿 还不得落在父母的头上 于是 他在魔都召开一系列会议 给每家企业适当注资 宣布企业及时复工 他把明州家坊一半的股份 送给了堂兄秦目 把一和堂业的经营权 还给了方家 然后 他对其余的企业 尽量放权 让每个厂长 经理自负盈亏 从今以后 所有盈利秦家 不再抽取一分 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 而如果出现了亏损 秦家也不会再继续注资 那些厂长 经理都有些发猛 秦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自负盈亏 如果赚了钱 可以发奖金吗 最多能发多少 要是亏了的话 秦家就不管了 对不对 秦敌道 以前我每年召见你们一次 从今以后 变成四年见一回 至于说盈利和亏损 大伙商量一下 制定通用的章程 然后照着执行 经过一番商议 众人制定了 秦氏企业共同纲领 第一条 秦家不再抽取企业盈利 第二条 厂长 经历四年一换 如果每年盈利低于10% 毫无二化 自动离职 如果盈利高于20% 则厂长 经历自动连任 或者推荐新的厂长接替 第三条 除了正常的工资以外 每年盈利的30% 拿来增加员工福利 其中厂长独占0.5% 第四条 如果出现严重亏损 企业将会破产倒闭 还要追究厂长的责任 每个厂长 经理都在上面签了字 然而他们的心里 却感到很奇怪 这些人私下里聚在一起 议论纷纷 这是秦家的企业 为啥秦大少宣布 不再抽取企业盈利呢 老实讲 秦家只是从国泰药业 抽取了大量的资金 转入秦市粮行购买粮食 至于其余的工厂 从来都只是注入资金 没有对外抽取资金的时候 我说的对不对 没错 不管是自行车厂 钟表厂 钢铁厂 汽车厂 还是医疗器械厂 以及30家 慈安医院 所有资金都在账上 秦家从来没动用过 那他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 依我看 他强调的是后者 从今以后 不再注入资金 这才是关键 秦家这是怎么了 难道说 没有钱了 不对啊 随便卖出一家公司 就是一大笔钱 单是一个钢铁厂 你说价值几何 还有啊 从今以后 我们也不用每年数值了 要求我们四年汇报一次 你说秦大少会有那么忙 他究竟在忙啥啊 我怎么觉得 秦家想剥离所有产业呢 秦汉城和朱婉年纪大了 不管企业的经营 这可以理解 为啥秦迪也想抽身呢 这件事背后必有玄机 任凭这些人想破脑袋 也不会明白秦迪的心思 秦迪就是想放弃国内的产业 腾出时间去修炼而已 或者说享受生活 他建立这些企业的目的 除了国泰药业是金母机外 其余的企业都不是为了赚钱 既然如此 他也就选择放手 让这些企业独立经营算了 不过秦氏粮行他暂时还不想放弃 因为战争还没有终止 老百姓还处于饥饿状态 而他以前抢劫了15家 魔度银行 所以他需要吐出一些钱 这是他亏钱中国人民的 于是他给老约翰发电报 只是老约翰卖掉少量 长青藤药业公司的股票 买进100万吨粮食送过来 其实他手里还有不少外币 但是没办法一笔存入银行 只能慢慢地倒腾 一点点洗白 而他真正的财富 则是大量的黄金 白银 珠宝 古董 字画 他略微统计了黄金的数量 发现至少在8000吨以上 其中的大头 来自菲律宾 日本 德国 还有雁雪从轮船上截掠的1800吨 剩下的来自于魔都15家银行 香港11家银行 和东北 朝鲜 宝岛的金库 他有心想在适当的时机 将1800吨黄金上交国库 因为这些是从国内获得的 国外劫掠的财产 他不准备交上去 可是 他怎敢骤然拿出大量黄金呢 一则没办法解释黄金的来源 二则 将会成为改变历史的大事件 那可是要遭雷劈的 所以说 就算情敌想做好事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暂时而言 他只能进口一批粮食了 至于说机械设备 因为战乱的缘故 工厂都可能被炸毁 所以他懒得去进口 11月2日 情敌一个人走在魔都街头 徒步在大街上溜达 他看见 从大兴公司楼上 树立的清先生画像 足有三层楼那么高 经不住驻足看了一会儿 抗战胜利后 清先生如日中天 声誉达到了高峰 他看见南京路上 树立的庆祝二战胜利的拱门 上面是代表胜利的大写的 V字 他看见一辆抛锚的卡车 车上满载着一群日军 他们将被遣送回国 他看见三三两两的犹太人 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 悠闲自得地在街上走 秦迪策尔倾听 能听见周围三十里内的风吹草动 他走到凤凰城的顶楼 闭目倾听了半个小时 在这半个小时里 他听见许多的商机 都被他自动忽略了 他听见有人说着美式英语 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军队调动 我们的海军和空军 准备帮清白党运送九个军去华北 华中 东北 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也有人问 华盛顿预算是多少 那人答到 初步预算五亿美元 他还听见大赤党的人在说话 截至目前 我们有十八个解放区 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余万 人民军队上升到九十一万 民兵二百二十万 秦迪既然打定主意 不再干涉国内的政事 于是关闭了耳窍 不再继续往下听 他把两个侄子 秦元空和秦元龙叫上来 询问他们最近的情况 两人笑容满面 书 自从日本投降后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你知道这两年 我们赚了多少钱 秦迪自从建好了这家赌场 从来就没过问赚钱多少 赌场地下三层 有一个秘密的金库 在日本人占领魔都期间 赌场的盈利并没有存银行 而是堆在地下金库的保险柜里 因为杜月生也离开了魔都 所以这笔账还没有来得及分配呢 秦迪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将杜老板请过来 我们也该算算账了 第346章 帮派秘新 一个电话打过去不到半个小时 杜月生就来了 他见到秦迪后笑得十分亲切 秦先生 你与我有救命之恩 还说什么赌场分红的事 我都准备放弃这里的收益了 秦迪道 那不行 秦兄弟名算账 今天我们打开保险柜 看看能有多少收获 他们打开了一排保险柜 里面堆的主要是金银 美元和英镑 因为秦迪老早就交代了 要及时地将法币和军票兑换出去 虽然说日军禁止外币和经营的流通 但是这些青帮弟子有各种兑换的方法 比如说走私到了1943年以后 日本人的封锁并不是十分严密 经过一番点算 凤凰城经营这几年 总共赚了320万美元 130万英镑 外加34000两黄金 以及若干白银 但是这些黄金就相当于120万美元 秦迪自然不将这点钱放在眼里 然而在秦元空和秦元龙眼里 这却是一笔巨额财富 杜月生也显得很兴奋 因为三七开 他拿三成也很可观 秦迪说道 杜老板 我跟你说句实话 这个赌场最多还能开两三年 然后就开不下去了 杜月生有些惊讶 啊 你是说政府不准我们开赌场 对 两三年后 政局将发生巨变 我已经请人在澳门建造一家 更大更豪华的赌场了 杜老板愿不愿参一股 这个 我在澳门缺乏人卖啊 你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派遣三十个弟子 跟着我的两个侄子过去 我除了支付薪水之外 再给你留两成的股份 什么时候启程 我手下虽然有很多人 但也要精挑细选才行 免得误了您的大事 还早呢 至少还要一年半时间 那边的赌场才能建成 那没问题 到时候您通知我 因为抗战胜利 杜月生也算有功 所以在青帮的地位水涨船高 原本的青帮三大亨 黄金龙太老了 有一段时间装疯卖傻 所以 下边的弟子 以为他傻了呢 张孝林被人刺杀了 就剩下杜月生称大梁 他手下的弟子上万人 但主要集中在魔都周边 如果到了南方 他就没有太大的势力了 不过 既然杜月生有人 秦敌有钱 两者结合起来 还是大有可为的 至于说 秦渊龙和秦渊空 这哥俩并不想离开魔都 无奈形势比人强 到时候 凤凰城一关门 他们只能去澳门了 随后 秦敌叫杜月生 到凤凰城顶楼续化 秦敌问 杜老板 你对香港的帮派了解多少 杜月生道 香港的帮派主流 叫做三合会 三合会 又叫鸿门三合会 是1760年成立的 反清复明 组织天地会在广东的分支 1909年 香港义勇堂堂主黑股人 为调和各帮派矛盾 出面召集在香港 召开第一次鸿门大会 后来决定在各堂口前 加上一个 和字 表明各帮派之间 应以和为贵 由此形成了 既各自独立 又相互连接的三合组织 和字头帮会有 三十多个堂口 活动范围包括 整个港九地区 其中以和盛和 和安乐 和和图最为活跃 秦敌道 这么说 青帮和三合绘 也有关联 杜月生笑了笑 那是自然 鸿门创建于明末清初 青帮创建在清庸正年间 青帮的创始人 原都是天地会的骨干分子 所以 在江湖上论起辈分 青帮确实比鸿门低上一倍 鸿门和青帮的关系 从青帮被满清朝安开始破裂 鸿门和天地会的宗旨 是反清复明 青帮被视为背叛者 一直被打压 杜老板是否认识三合会的头目 我一个门生 名叫理财法 目前在三合会里很有势力 抗战爆发之后 理财法带着一帮兄弟 随着逃命的负伤到了香港 他用钱财打通人脉 一年半载之后 成了香港有头有脸的人物 1938年 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兴恒 招安了理财法的青帮兄弟们 让他们帮助政府维持秩序 帮助重庆方面搜取情报 协助救出抗日人士 1941年 香港沦陷 日本人来到香港后 对有些人脉和背景的理财法 十分感兴趣 他们找到理财法洽谈合作 理财法对我十分忠心 他第一时间联系我 我将他介绍给戴利 戴利将计就计 让理财法插入日本人内部 此后 理财法在香港就出了100多名抗日人士 其中包括孙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木珍 为抗日立下了功劳 理财法救人太多 引起了日本人的疑心 他们打算逮捕理财法 理财法连夜逃跑 在半路旅费花光之时 是我给他汇了两万大洋 到了重庆之后 理财法被重庆方逮捕 我又想方设法为他证明 保住了他的平安 如今抗战胜利了 他回到香港 在三合会中成了大佬 秦先生 您要是缺乏人手 我给你写封信 让理财法为您效劳 秦迪点点头 好 我需要这么一封信 杜老板 你也知道 以我的身手 扫平三合会 如探囊取物一般 不过打碎一个 旧世界容易 建立一个新世界全难 我自己又不愿意插手帮会 所以 手下需要几个能干活的人 杜月生笑道 秦先生 你有青帮的天影令牌 可以调度青帮弟子 我给你一份名单 是青帮在香港 和澳门一带活动的人员 您需要什么人 直接通知他们就是了 这个理财法 也会听你的调度 试想 以秦迪的财富和武力 再加上他手里的天影令牌 想要揪集一批人手 然后掀翻三合会 也不是什么难事 他甚至不需要亲自出手 只要对弟子杜荣吩咐一声 就能打杀不听话的头目了 杜老板 你的身体怎么样 多谢秦先生 自从你上次在我后背拍了一掌 我一直觉得有一股暖流 徘徊在胸肺之间 呼吸变得十分顺畅 整个人别提多舒服了 照我看 您先前说的没错 我大概能多活几年 秦迪微微一笑 道 原本你的阳寿不多了 我上次出手 帮你延长了一些寿数 不过 你还是要多保养才行 杜月生轻叹道 我四岁的时候 父母就去世了 我是跟着继母和舅舅长大的 早年生活艰苦 衣服穿得单薄 所以落下气喘的毛病 第三百四十七章 变成妖羞 秦迪忽然装模作样地拉开抽屉 从里头摸出一根人参 老 这东西对你有用 回去每天切一片 慢慢嚼着吃 吃完这么一根 或许能增加三 五年的阳寿 杜月生看呆了 老天 竟然有这么大的的人参 这算是仓王了吧 人说八两为宝 我看他最少有一斤半 秦先生 我已经承受了您的大恩 若再接受这根人参 就还不清你的恩义了 秦迪笑道 我这人重情重义 只要是我的朋友 我都会尽可能 为他们延长寿命 杜老板 你看看我的相貌 是不是还很年轻 是 秦先生助言有数 端得让人钦佩 杜月生比秦迪大十二岁 他已经垂垂老矣 而对方也有四十五岁了 看着却还是少年人 这让他不得不羡慕 我是修道之人 寿命比一般人长 你知道 前些年 有个李清云 传说活了两百多岁 而我告诉你 我的寿命比他还长 你信吗 杜月生心中感慨 说道 我已经猜出来了 您和燕雪姑娘 都是长生中人 要不然也不会有 那么好的功夫 青帮也有武林高手 但是没有一个人 能比得上您一根小手指头 秦迪道 先不说功夫高低 只说 我一个长寿之人 最不喜欢看熟悉的朋友 渐渐凋零 所有的朋友都死光了 我的心里也感到不爽 杜先生为人有侠气 我是拿你当朋友看的 杜月生文言 心里很感动 哎呀 秦先生 我想请问您 有没有长生的法子 可以传授于我的 秦迪望着对方 陈寅许久 道 我有两种法子 各有利弊 你若有兴趣 可以挑选一个 杜月生大喜 竟然有两种法子 还请先生教我 第一种法子 我传你断神诀 等你死了以后 我收取你的灵魂 祝你转世重生 这种法子有缺陷 因为你不是武功高强的人物 缺乏奸宁的武魂 所以 在转世重生的过程中 容易丢失一些魂魄 搞不好会变成白痴 啊 听着有些凶险 那另一种法子呢 第二种法子 因为你身上缺乏灵根 所以我没法传你 人道修仙的功法 但我有一种逆天改命的手段 可以先传你 妖修功法 让你活着的时候 阳兽增加一倍 死了之后 化身为某种动物 然后继续修炼 如果顺利的话 将来还有机会 超越妖修变成仙人 杜月生听得目瞪口呆 耳听秦迪继续道 这种法子的好处是 不但延长阳寿 而且头脑清醒 不会变成傻子 它最大的缺点是 在你死后 灵魂依附在某种动物身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要以动物的模样存在 未免显得有些屈辱 所以此法修行不易 非大丈夫能屈能身者 很难做到这一点 秦迪觉得 杜月生乃是枭雄 或许会选择第二条路 杜月生文言呆愣了好大一会儿 问道 我今年57岁了 我的身体很差 恐怕活不过20年 你是说 修炼了妖修功法 我还能多活60年 那可是天壤之别啊 秦迪点头 没错 你至少能活到120岁 如果运气好 说不定能活到150岁 那么 我死后 会变成什么动物呢 这可不一定 取决于你身边有什么动物 比如说 有一只猫 你可能变成猫 比如说有一只老虎 你可能变成老虎 不是你变成动物 而是你的灵魂 进入兽类的体内 那我临死之前 身边放一群汗血宝马 行不行 我想变成骏马 自由自在地飞奔 可以 但你得小心 被人捉住 放上马鞍 被人骑乘 岂不是也很悲催 先生 到时候 您得帮我 你如果修炼了我 传授的功夫 也就变成了我的徒弟 我自然有责任 引领你走上先路 多谢先生 你让我考虑一下 好吗 你最多有三年的考虑时间 如果超过六十岁 再修炼这门功法就晚了 因为这不是朝夕之功 至少要修炼一甲子的光阴 才能保证后续的变化 明白了 我会在三个月内做决定 这件事不能说给别人听 否则会被人攻击为妖言祸重 有损我的名声 是 我晓得厉害 秦敌之所以愿意帮杜月生 是因为他看出了此人身上的潜力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 杜月生能以凭剑之身 变成横霸一方的青帮大佬 被誉为中国版教父 三百年帮会第一人 自然有他超乎常人的优点 如果变成妖仙的话 将来会成为秦敌的助手 而这门妖修功法 不是每个人都能修炼成功的 要不然 秦敌把自家人都引上这条路德 历史上的杜月生 死于1951年 终年63岁 黎元洪给他的评价是 春深门下三千克 小杜城南五尺天 将他比成当代春深君 杜月生有功有过 曾经在1927年 帮着清先生杀害工人领袖 所以解放后不敢留下来 但他也做过很多好事 比如说他曾花巨资 购买大赤党出版的 《红星照耀中国》 《周首更全集》 胖上杜月生赠的金字 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 早年的魔都街上 杜月生穿着蓝色长衫 身材很瘦 像个教书先生 然而他却是江湖大佬 他身后跟着几个小乞丐 吹着口哨 对着他喊 杜先生给点钱 杜月生并不生气 吩咐手下多给点 杜月生14岁闯荡上海 一开始在水果店做事 练就了单手萧梨的本领 江湖上称他为水果月生 有时候 熟悉的朋友坐一起砍大山 会打去的地上一只梨 削一个 杜月生不生气 削好梨和大家一起分享 他常说 头等人 有本事 没脾气 二等人 有本事 有脾气 莫等人 没本事 脾气大 当年 魔都的黄包车夫 短山阶层 也曾喊出 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 情敌看中了此人的低调 所以才愿意提携他 第三百四十八章 黎氏兄弟 情敌从凤凰城出来 来到百代公司小红楼 这时候 百代公司正准备复工 签了长约的歌星 都已经回来了 正在举办各种演唱会 情敌叫来周天玲和李景辉 三人关起门来开个小会 情敌道 我想整合旗下资源 开一家大型的娱乐公司 其中包括电影和音乐两部分 公司名叫百代娱乐 总部定在香港 分部位于摩都 李景辉感到诧异 秦先生 您是不是搞反了 摩都才是远东第一大城市 香港比起这儿差好远呢 情敌微微一笑 道 先不管这些 就说 我准备在香港开电影公司和音像公司 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才能办好 周天玲道 音乐这方面好办 我熟悉所有的流程 只要有资金 我可以亲自去香港走一趟 再见一家跟这边类似的公司 李景辉道 秦先生 您如果真想拍电影 我给您推荐两个有能耐的人 他们是兄弟俩 分别叫李北海和李明伟 情敌道 那你跟我讲讲 这两人是何来历 李景辉缓缓说道 虽然我们都姓李 但是关系比较远 我是湖南人 他们是广东人 1913年 李北海导演了香港第一部故事短片 庄子世七 并任男主角庄子 他还出任香港第一间全华资名新影片公司经理 与兄弟合资创办香港第一间电影院新世界 1925年 他自编自导 自演了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 胭脂 1930年 出任莲华影片公司香港制片厂厂长 莲华演员杨成所所长 我之所以推荐他 因为他是电影艺术教育家 算是电影界的活化石 他有很多门生 比如说 麦孝霞 朱普全 许孟恒 薛兆荣 栗建贤 李铁 黄黛 石有雨 陈舞阳 等编剧 导演 演员 布景师 制片家 只要能请他出山 你想办电影公司 将是非常简单的事 情敌一听 顿时来了兴致 那他后来 怎样了 李景辉叹了口气 到拍电影很耗费资金 而且并不能保证赚钱 李北海创办电影公司 设立电影院 培养电影人才 为香港的电影事业 耗尽资财 倾注毕生经历 1934年设置完成影片 博信 之后退出影坛 主要是因为没钱了 再无经济实力 来从事电影制片 他退出影坛后 在香港 靠经营小吃店谋生 1937年7月 他应兄弟 李明伟之邀来到魔都 准备东山再起拍电影 然而仅过一个月 日本的枪炮 将电影公司毁之殆尽 李北海 现如今还在魔都 生活贫困潦倒 情敌道 麻烦你帮我引荐 我想请他出山 李景辉道 好啊 此人年纪有些大了 但对电影的热爱 不减当年 年龄大不要紧 只要能帮我几年 将公司的壳子搭好就成 秦先生 我还是不明白 你为啥要去香港 建电影公司啊 这个 过两年 才能说明白 情敌想成立电影公司 是因为他不愿完全退影 想要掌握一家舆论媒体 而且 他若是一半时间 居住在香港 手里没有一家企业 只知道炒房地产 落在有心人眼里 那也显得有些古怪 试想 鼎鼎有名的秦大少 走到哪里都惹是生非 怎么会落到寂寂无名的地步呢 当然 他只管出资 不会插手具体的事物 两天以后 他在一家餐厅 宴请黎北海和黎明伟 边上 还有李景辉 李北海方面 大尔 戴着一副眼镜 李明伟同样的四方脸 但是没戴眼镜 两人的年纪都比情敌大 约莫大了十岁左右 因为李景辉 已经事先做了沟通 所以 双方一拍即合 接下来主要听情敌 准备出多少资金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情敌道 我也不晓得 成立一家电影公司 需要多少钱 我准备先期投入2000万美元 够了吗 李北海倒吸一口凉气 够了 绰绰有余了 情敌道 我想请两位做正副经理 每人每年底薪20万美元 再加上公司若有盈利 还可以拿到额外的分红 按照情事企业共同纲领 分红的比例 占盈利的30% 但是您二位合起来 只能分1% 其余的分给底下的工作人员 李明伟笑道 如此待遇 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很满意 却不知 秦先生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主要是商业电影 我没有具体的要求 你们看着办 要是亏了 怎么办 亏了我继续补充资本金 你放心 只要你们请来的导演 认真拍戏 充分发挥创造力 我可以承受20年的亏损 情敌心道 我有8000吨黄金压箱底 就算亏100年都不怕 离世兄弟暗暗点头 心道 不愧是民国首富 果然是财大气粗 秦敌看着两人的面孔 不经意间微微皱眉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两位都不是长寿之相 剩下的杨寿已经不多了 因为是初次见面 他不好直接点出来 更不会拿人参 出来给对方续命 喝了几杯酒之后 李北海的话语 开始多起来 我年纪大了 没办法亲自拍片 只能帮你撑起场子 找来各种人员 将电影公司建立起来 然后制定各种规矩 秦敌笑道 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听说 你认识很多的导演 制片人 所以 还请你多帮忙 李北海笑道 我在1924年 创办了明星演员养成所 1928年 创办了香港影片演员养成所 1931年 开办了两期莲华影业公司 演员养成所 我教的徒弟大约有200人 不过有些人 没再从事电影工作 留下来的都是佼佼者 石有雨 陈舞阳 胡一新 唐醒图 冯洁珍 叶仁甫 曾超武 陈其锐 他不紧不慢地 叙说着一个个名字 面上充满了喜悦 看不出近年来 贫困潦倒的形象 作为大艺术家 自然有本身的风骨 人穷至不短 马兽毛更长 第三百四十九章 浪迹天涯 过了一会儿 李明伟忽然道 秦先生 说起来 我认识你叔叔秦汉旭 当年在日本的时候 一起参加过孙先生的同盟会 秦迪有些惊讶 哦 这我倒是没有想到 您还有这么热血的一面 旁边李景辉笑道 秦先生 你恐怕不晓得 他还做过战地记者 亲自拍摄日本人 侵略中国的镜头呢 秦迪肃然起敬 道 李先生 我想买下 你的胶片 长期保存 价格好商量 李明伟跟李北海对视一眼 缓缓点了点头 随后 秦迪开了几张支票 将开办电影公司的事 全盘交给这兄弟俩处理 历史上的李北海 虽然晚年生活艰辛 但爱国之心未减 抗美元潮时期 他上街易卖自制粮茶 将半年所得捐给国家 1955年12月 这位香港电影的开拓者 在广州辞世 李北海 是香港第一个 因投身电影 而倾家荡产的人 后人敬重 他对香港电影的开拓 和献身精神 但又为他凄凉的后半生 而深感惋惜 李明伟则于1953年 病逝香港 享年60岁 直到1994年 还有人想起他来 颁给他第13届 香港金像奖 最高荣誉奖 他有个孙女名叫 李姿 李姿出生时 家境很差 父亲患有脑膜炎失聪 在健身会打杂 全家主要靠母亲 坐货车司机 维持生计 1985年 14岁的李姿 就读中二 一次到健身会 探望父亲时 被刚巧前来健身的 歌星许冠杰发觉 将他介绍到 影业公司试镜 成为临时演员 此次情敌 请离世兄弟出山 必然改变 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做完这几件事 情敌算是基本上 完成了未来若干年的布局 另外 因为抗战胜利 他请张聪玉 代为收购国宝的行为 也已经停下来了 俗话说 盛世的古董 乱世的黄金 人们都以为 盛世快来了 没有人愿意 在这时候卖古董 而张聪玉和郑振泽 都想看看 他们收藏多年的宝贝 是否还保持完好的状态 可是每次提及这件事 都被情敌拒绝了 哼哼 不用看 每一件国宝都保存好好的 您让我们看一眼呗 有啥好看的 还不就那样 秦先生 您到底将国宝放在哪里了 那些字画要防虫 防潮湿 防高温 放心 我藏宝的地方很安全 反正不管怎么说 秦敌就是不拿出来 张聪玉和郑振泽 只能干瞪眼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秦敌出钱买的 理论上 属于秦家所有 秦敌道 我答应你们 这些古董会在五十年后 重见天日 两人都傻了眼 五十年 我们能活到那时候吗 郑振泽拍着大腿 完了完了 上贼船了 秦先生 你不会将古董 卖到国外去了吧 秦敌淡淡地道 那怎么可能 你看我是缺钱的人吗 郑振泽无言以对 但因为看不到藏品 所以 心里觉得难以接受 一周后 秦敌来到国泰制药厂 再次见到寒江 寒江待在这里看大门 时间已经超过四年 早将地下室里的物品搬空了 不过 他并没有离开 一则每个月能领到薪水 二则 他还想再见秦大少一面 好不容易 等到抗战胜利 等来了制药厂赴产 秦大少终于露面了 两人站在工厂门口 搭上了话 韩江道 秦先生 您怎么一点都不嫌老 秦敌道 韩师傅 你头发差不多全白了 今年多少岁 我六十三岁 老了 你儿子回来没有 我已经通知韩城 撤出那里的凉库 他呀 还没有回来 我也不晓得 他去了哪里 实际上 韩少奇已经加入 大赤党的队伍 当上了某部营长 韩师傅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韩江道 秦先生 我还想继续看大门 多在这里待两年 您看成步 他这个年纪 没办法上前线打仗 但是留下来做点工作 还能继续为大赤党做贡献 秦敌说道 你留下来没问题 但我很少来这里 你再想见我 可就难了 韩江心中一凉 问道 秦先生 您是准备离开了吗 我将会浪迹天涯 您要去哪里 我居北海 居南海 祭宴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这 秦先生 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 我在朱婉阁存放了最后一批物资 另外 我有一封信 请你转交上级 您说的哪个上级 越往上越好 我明白了 秦先生 此后不久 米谷将军收到一批物资 除了枪械之外 竟然还有二十吨黄金 他感到震惊不已 因为一吨黄金等于三万两千一百五十盎司 十吨就是六十四万盎司 一盎司还是三十五美元 这些黄金等于两千二百五十万美元 这是一笔惊天巨款 比秦家购买二百架飞机花的钱还多 随着这批黄金还有一封信 米谷将军看了信后 当即又写了一封信 合在一起 让人秘密转交宝塔山 经过一番辗转 半年之后 秦迪才拿到回信 信上有三位大神的签名 答应了他几个请求 具体拿几个请求 为防泄露天机 暂时不可名言 这才是一九四五年底 天下两分 胜负未定 正式谈判的良机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十二月三十一日 杜月生来求见秦迪 说他下决心了 想要拜师学习长生之道 于是秦迪传了他要修的法门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了 普天之下 除了艳血之外 再也没有外人晓得 学了这门功法 好处很明显 杜月生仿佛焕发了青春 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 他家里四房太太都吃不消了 杜月生一生共鸣媒 正娶了五位太太 大太太沈月英 二太太陈国英 三太太孙佩豪 四太太姚玉兰 此时 第五房太太孟小冬 还没娶进来 但已经跟在他身边了 孟小冬 金巨灵人 魔都大美人 人称东皇 杜月生一直喜欢孟小冬 如果他愿意用墙 早就拿下这个女人了 可他整整爱慕了孟小冬十年 1927年 孟小冬嫁给梅兰芳 之前 气傲的孟小冬 不愿意给人做妾 梅兰芳承诺 你过来后 和福之芳平起平坐 孟小冬这才嫁给梅兰芳 进入梅家之后 追求孟小冬的人很多 甚至还闹出了人命案 加上孟小冬多次被福之芳欺辱 四年后与梅兰芳离婚 杜月生不但没有用墙 而且放低身位 用真诚打动了孟小冬 孟小冬从北平到魔都跟了他 而从中作媒的人 竟然是杜月生的二太太姚玉兰 孟小冬到魔都后 杜月生宠爱得不得了 请京剧大师于舒颜 到府上手把手 给孟小冬教课 最后 孟小冬成为渔派京剧名爵 执扭者 此时的孟小冬才37岁 连他也惊讶于杜月生的改变 先生 您是吃了虎狼药 可要当心身体啊 嘿嘿 我吃了人参大补丸 不是一般的虎狼药 对身体有益无害 杜月生不敢说 自己修炼了功法 只能推到药物上面去 他心里很得意 这门功夫太妙了 我应该早些拜在先生门下才对 第350章 巡视南国 时间进入1946年 春节过后 张乃景和秦林带着三个子女 再加上老头张淡如 一起离开魔都 坐轮船前往美国纽约 这一年 张宜然19岁 张绍青16岁 自此之后 姐弟俩留在美国读书 而张乃景和秦林 只在美国待了三个月 便带着小儿子张绍明返回魔都 老头张淡如 在美国多待了几个月 安排好两个孩子的生活 确保没有安全之忧 他才返回国内 春三月 秦迪和燕雪 带着父亲秦汉成和母亲朱婉 还有一群小萝卜头 包括秦红 秦英 秦夕 王韶 王哲 一起乘船去南国一游 他们先到了香港 燕雪和朱婉带着孩子们 留在潜水湾别墅 在保镖陪同下 在海边溜达 而秦迪则带着父亲秦汉成 在周明 赵昌和游龙三人的陪同下 检视此前购买的房产 周明道 老爷子 秦先生 目前我们持有350处房产 其中一半是别墅 都在250平方米以上 价值最高的一处 位于太平山顶 建筑面积只有220平方米 但它的位置绝佳 我们先去看这一处 好不好 秦汉成点头 好 去瞧瞧 香港岛海拔552米 已经被人四处挖掘 削平一个个山头 盖上了房子 还有缆车可以上去 五个人坐着缆车来到山巅 发现山头的别墅并不多 总共只有几十栋 空地还是有一些的 秦迪看了那栋上下两层 220平方米的小房子 围着房子转了一圈 道 地方很不错 面朝大海 视野开阔 房前屋后还有空地 就是房子小了点 而且显得有些陈旧 似乎有年头了 还是推倒重建吧 地基大深些 建几层地下室 扩大建筑面积 院子里再弄个游泳池 赵昌道 先生 山顶建游泳池 恐怕供水有问题 秦迪道 你只管建 水的问题 我来解决 然后他手指远处 说道 那边还有一些土地 不知道归谁所有 你去打听一下 尽可能买下来 周明道 先生 山顶都是洋人居住的地方 很少有人愿意卖这里的土地 要不是因为日本人将洋人关进了集中营 我们连这块地也买不下来 秦迪道 等到明年 香港的政策会发生改变 只要有钱 谁都能购买山顶的土地 那好 我们会盯紧的 只要对方有意出售 保证将其买下来 不要担心花多少钱 日后的香港房价 会高得让人无法想象 秦迪说的没错 像这种山顶豪宅 等到若干年后 每一栋都超过十亿港币 随后 众人又去看了半山区 深水湾 赤柱 春坎角 铜锣湾 九龙塘等多处豪宅 秦迪道 我又带来一些资金 除了英镑 美元之外 还有一批黄金和白银 你们帮我买成房地产 甭管什么位置 甭管什么价格 出来一栋扫一栋 三人都感到震撼和兴奋 赵昌说道 先生 您买这么多房子 势必将房价抬上去 下面的老百姓要叫苦了 秦迪道 买下房产再租出去 这项工作交给游龙负责 秦汉成忽然道 阿迪 你怎么将金银带过来的 我怎么不晓得 秦迪黑黑笑道 爸 我有秘密渠道 事先通过杜月生老板 将十吨黄金运过来 您就别管了 秦汉成恍然大悟 哦 原来是这样 他一连看了二十处别墅 这才终于明白 秦迪说的都是真的 单凭这么多房产 秦家未来百年也穷不了 秦汉成在香港住了七天 每天都有人陪着他四处转悠 时间长了 他觉得香港的环境还可以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 这里的人大都讲粤语 而魔都的人讲无语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系 就冲这一点 他也不想留在这里 于是 秦迪又带着家人去了澳门 钱荣率领四个保镖 来码头上迎接 领着他们来到南湾湖边的一处别墅住下来 然后 他跟秦迪汇报这边的工作进展 说是赌场的地皮已经买好了 位置距离南湾湖不远 目前正在打基地 图纸也设计好了 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 包括单体式十层高楼构成的酒店 总共1200个客房 前面是六角形的赌场 能容纳750张赌桌 2000个饺子机 这么大型的建筑 耗费的资金也很多 能将上次秦迪留在澳门的钱花调六成 剩下的四成 拿来添置赌桌 家具之类的 秦迪看看地图 觉得位置不错 正好是后市赌场扎堆的地方 再看看设计图 也还不错 钱荣的考虑比较周详 十层楼在这个年代 已经算是比较高了 至少30年内不会落后 如果一下子建成30层高楼 供水 消防都有问题 太过超前也不好 于是他点头表示认可 不错 就照这个方案来 所有材料都用高档货 要把赌场装饰的富丽堂皇 全亚洲首屈一指 资金你不用担心 我可以继续追加 钱荣道 秦先生 澳门当局关于赌博有规定 每年都要竞争博彩专营权 去年 一位兴高的大亨 花了240万元 才拿到赌权 秦迪道 这问题等 我们建好了赌场再说 按照这个方案 赌场两年内建成 届时 我会设法将赌权拿到手 次日 他去赌场位置 亲自走了一趟 又去高可宁开设的泰星娱乐公司看了看 发现赌场的规模并不大 只占了一个楼层 他心里明白 这时候的澳门经济还比较弱 要等60年代以后 随着大量人口的流入 才会带来博彩业的腾飞 赌王和鸿燊是在1961年 与霍英东合作 拿下赌场独家经营权 霸占澳门博彩业40年 直到澳门回归之后 澳门政府才开放博彩业 不再设置独家经营权 一家人在这里住了两天 然后便乘船返回摩都 回来之后 情敌敦促杜月生 亲自去澳门走一趟 多带点青帮弟子过去 留下一些人帮钱荣将赌场建起来 然后在香港 澳门培植市里 杜月生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因为他焕发了青春 就像30岁的年轻人 恨不能上窜下跳 每天忙碌个不停 抗战胜利后 杜月生自以为劳苦功高 想趁青先生论功行赏的机会 捞个有影响的职位 故故观影 起初他把目光定格在摩都市长 以为自己起码能当个副市长 然而 结果他什么也没捞着 青先生任命前大军为市长 吴绍树为副市长 接下来的1946年 青先生为体现民主政治 下令民选摩都参议会议员 杜月生信以为真 有意竞选议长席位 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 忽然传来青先生的口信 议长一席 希望由潘工展担任 潘工展是CC系骨干 青先生的亲信 杜月生自知胳膊命不过大腿 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 杜月生当选议长 他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成文 于是进行第二次投票 选出潘工展为议长 自此 杜月生就有点心灰意冷 跟青先生有了隔阂 他开始对秦敌的指示 言听计从 认真安排香港 澳门的事情 他心想 比起青先生 还是秦师傅更加慷慨 不但在凤凰城 分给我不少钱 而且在澳门赌场 给我留了两成的股份 我跟着他倒是不错 既能挣到钱 还有个好的身体 对于来生 又有期盼 这可是打着灯笼 也难找的好事啊 于是 他抽时间弄了条大船 亲自带着五百个青帮弟子 手里提着大棒 腰里别着手枪 横扫当地小帮派 统一了澳门的黑帮势力 派几个徒弟在那里坐镇 还联系三合会的头目理财法 为赌场保驾护航 随后 情敌便彻底远离政治 不读书 不看报 不听收音机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琢磨结金丹 他的金丹 已经完成了九成 剩下一成就是水墨功夫 急躁不得 需要慢慢来 燕雪的功力 骤然升到驻击第八重 也要慢慢适应几个月 所以 两个人都没有前往洞天世界修炼 顾如梅已经回到魔都了 重新在兰芯大剧院演奏古琴 他的功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距离驻击不远了 这一天 他来到秦府 向秦敌请教 秦敌指点了驻击的方式 然后给了他一瓶丹药 十天吃一克 吃完之后 你再来见我 我带你去某个地方驻击 顾如梅功身致谢 多谢先生 秦敌问 阿虎在做什么 他还在军中吗 顾如梅答道 他请假了 留在酒寨沟修炼 好 你给他写封信 除了抵御外伍之外 让他消极对待内战 不要多早杀念 先生 我看报纸上说 国内已经停战了 我知道 但这只是暂时的 您认为 还要打仗 是啊 或许还要打几年 最终谁会赢呢 秦敌冲着北方一指 顾如梅就明白了 为此 他的认识很肤浅 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秦敌也懒得多讲 作为修真人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受欺负 这就足够了 你现在只学仙音 稍微有些单调了 等你注击之后 我传你符路和阵法 先生 您说的符路 是道士画的那种符吗 道士画的符 多半是假的 我教你画真正的符路 比如说 仙鹤符 放出去就能飞 顾如梅大喜 真的吗 竟然有那样的符 燕学姐 你会不会画 燕学笑道 我只会一点点 仙鹤符画好了 可他飞不起来 顾如梅问 为什么呢 秦敌解释道 因为这是末世 空气中缺乏灵气 仙鹤符只能飞几十丈 因为得不到灵气的供应 很快就会掉下来 要想让他持续飞行 需要用灵石提供能量 而灵石在地球上很珍贵 所以许多灵符都没法用 那我们学它 有什么意义呢 总有一天 我们会离开这里 去了新的世界之后 灵符兴许就有用了 先生 如果离开了这里 您会想念家人吗 秦敌叹了口气 等到一个甲子后 你的亲人 一个个入土 也就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顾如梅低头不说话 他在想 以后是不是多回去几趟 陪父母住一段时间 可是 父母老是唠叨你 为啥还不结婚 这又让他感到心烦 1946年4月中旬 秦汉旭和惠子从日本回来了 自此之后 他们每年有八个月待在摩都 四个月待在日本 直到1949年5月 才带着小女儿秦熙 去日本长期定居 秦敌问三叔 要不要翻修老房子 或者推倒了建新的 秦汉旭回答 就这样保持原貌 满满的都是记忆 后来 秦敌又见到大伯秦汉良 秦汉良的说法是 我反正不回去住了 老房子 你看着办 推倒也好 保留也好 都无所谓 这时候的秦汉良 因为得到秦敌的馈赠 拿到明州家访一半的股份 还有国泰电影院的股份 重新变成了有头有脸的资本家 自然不在乎一座旧房子 于是 秦敌又跟三叔商量了一下 将属于爷爷和大伯的房子推倒 在原址上建了花园 原本有二亩地的花园 如今变成了四亩大小 房子只剩下两栋房子 显得空旷了许多 瞬间提升了档次 这可是在黄埔区 将来寸土寸金的地方 很少有四亩大的花园 还是十分显眼的 秦敌已经打定主意 等到将来三叔离开 定居日本长期不回来住 他那栋房子也会被推倒 到那时 周围只剩下一栋房子 花园面积扩大到五亩 而以母亲诸晚诺贝尔奖金 获得者的名头 也不可能有人基于他唯一的房产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 取决于他的父母 会不会留在魔都 究竟如何 还没有确定 历史太复杂了 留下来的科学家 很多人都受到冲击 秦汉叙笑道 阿迪 以你的惊人财富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还是显得有点憋屈 你在日本的两个温泉山庄地皮 都买好了 设计图我也带过来了 你看看 如果满意的话 我下次回去 便请人破土动工 秦敌大体瞄了一眼 笑道 可以 回去就开始修建吧 三叔 你帮我在北海道买了牧场吗 秦汉叙道 买了一个小型的牧场 只有五百多亩草地 好处是 他跟北海道的温泉山庄挨着 那就更好了 过两年我再去住 三叔 我最近没看见秦战 他在做什么 他从密店所退出来了 正在杭州养胎呢 哦 三叔眼看做外公了 哈哈 是啊 第352章 仙人的快乐 因为抗战胜利了 所以秦汉叙这次回来 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他亲自去精灵一趟 见到了秦先生 秦先生要给他公开授勋 奖励他一枚宝顶勋章 然而 秦汉叙蜿言谢绝了 只偷偷接受了勋章 不接受公开表彰 随后他辞去了 东亚经济情报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但还挂着经济学家的名头 偶尔还会发表文章 三省惠子这次回来 就显得十分小心了 不管是衣服发饰 还是举止行为 都不敢表现出日本女人的样子 生怕走在大街上 被人拖出来打死 秦汐已经14岁了 俨然长成了少女的样子 因为从小有着特殊的经历 再加上秦迪和燕雪的点拨 吃了有灵气的水果 鱼虾 所以他聪明伶俐 举止得体 待人接物 如鱼得水 在中国的时候 是标准的中国姑娘 到日本就是标准的日本女孩 丝毫没有违和的感觉 秦汉旭和惠子 都把秦夕当成了宝贝 对他的形象非常满意 也对秦迪 燕雪 秦汉成和朱丸表示感谢 因为战争年代 小孩子很容易变得偏激 如果秦夕也很偏激的话 就像大女儿秦战一般 一屁股坐在中国这一侧 打死不肯去日本 那会让惠子很难过 反过来 如果秦夕一直在日本长大 对中国抱有敌意的话 又会让秦汉旭很不爽 秦迪问 三叔 此时此刻 你还有什么遗憾的吗 有什么心愿没有实现 秦汉旭想了想 笑道 没有了 我对现状很满足 阿迪 我们在日本的产业 总资产超过了3.6亿美元 咱俩五五开 我也是日本隐形的大富豪 除了地产以外 我投资了70多家公司 除了几家直接注资的企业之外 剩下的公司每家占股都很少 多则10% 少则2% 看上很去不显眼 但是加起来就很多了 秦迪微微一笑 道 三叔 回头 我再让燕雪 给你拿两根人参 你如果还好保养的话 每天吃一小片人参 应该能活到1990年以后 运气好的话 或许能活到2000年 秦汉旭 哈哈大笑道 那怎么可能 岂不是成了老乌龟 这叫什么话 我爸生于1878年 我会想办法让他活到120岁 你总不能死在我爸前头去 那就托你的福 我尽量多活几年 三叔 目前的日经指数只有200点 你知道40年后能达到多少点 会有多少呢 它会升到38000点以上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资金平均上涨190倍 秦汉旭吃了一惊 上涨速度那么惊人 秦迪点点头 是啊 美国的扶持为了对抗苏联 对日本经济进行很快 而中国将会有一段困难的日子 他既然打定主意 尽量不插手国内的事 也就不再多说下去 时间转眼过了三个月 顾如梅找上门来 道 先生 我吃完了那瓶丹药 浑身上下气机膨胀 是不是该住机了 秦迪望着他 道 看样子到时候了 随后 他和燕雪带着顾如梅 前往乌山洞天 当顾如梅的眼前 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时 他几乎惊呆了 燕雪姐 这又是一个小世界 比同百洞天的灵气 丰富了十倍 天哪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燕雪奄然一笑 这要靠运气才行 秦迪道 这将是我们修行的 主要场所 我会给你一个 进出的令牌 这个地方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也暂时别告诉阿虎 阿虎才是练气第三层 他的筑机我另有安排 顾如梅郑重地点头 我记住了 先生 我喜欢这个地方 这儿离我家不算太远 还可以常回家看看 从乌山到向阳平 距离不过数百公里 对他来说 的确很方便 秦迪又道 等到将来 这也是我和燕雪隐居的地方 我们在青石镇有个宅子 一年之中 至少在这里住四个月 剩下的时间满世界闲逛 顾如梅笑道 那太好了 我不愁找不到你们了 秦迪领他进入山巅大殿 指点他住机的注意事项 随后 顾如梅开始住机 他住机的方式与众不同 因为牵涉到秦星 所以秦迪亲自弹琴 安定他的心神 并且从空中 引来丝丝缕缕的灵气 灌注在他的头顶 经过三十六天的努力 他终于顺利完成了筑击 脱胎换骨 拥有了仙迹 他心中感激 对着秦迪跪拜 多谢师父 领我进入仙门 直到此刻 我才感觉到 人生的大自在 以前的辛苦努力 全都止了 仙人的快乐是全方位的 每一个毛孔都透着舒畅 而凡人的快乐 往往很局限 而且很短暂 比如说 洞房花竹夜 到底快乐在哪呢 一夜没过完 快乐就消失了 然后便开始怒目相向 仙人整个身心都感到愉悦 整个天地都在自己脚下 绝云气 赴苍天 翱翔南海 那是一种超然大自在 人生有多种境界 每一种境界 都有不同的乐趣 如果说修真是一件苦差事 那么普天之下 就没有道士 和尚了 那些人并不傻 比如说 李淑彤 写出长亭外骨道边的歌词 他会是傻子吗 再比如说 爱萨克 牛顿 了不起的大科学家 后来研究神学去了 而神学是一种魔修的学问 顾如梅筑记以后 跟燕雪在小世界中四处考察 他的运气果然很好 又找到一些稀奇的东西 比如说 在宫殿下方的大山东侧 悬崖峭壁上有一个洞穴 里面收藏着一些古怪的石碑 上面的文字很奇特 他们都看不懂 秦迪过去瞧了瞧 道 这是简化的先文 夏朝的大巫 拿他来记载历史 所以又叫夏传 燕雪道 这么说 夏朝是有文字的 嗯 这东西具有考古价值 等到将来 你把它拿出去 给考古学家看 能把他们吓个半死 因为这些石碑保持完好 上门的转子太多了 分明是一篇篇历史技术 那我们交上去吧 不行 考古学家看到了石碑 势必要去原地考察 难道说 将他们领到这儿来不成 那怎么办呢 且待将来再说 等到合适的机会 将他埋在松山脚下 那里有个二里头遗址 燕雪经不住笑起来 第三百五十三章 虚迷识 顾如梅忽然问 先生 什么是先文 秦迪答道 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也是成仙的关键 等你们修成原因 我才能传授给你们 因为太耗费心神 所以现在没法学 哦 先生 你记得东边有棵大树 上边有个巨大的阴巢吗 我昨天从树下经过 发现老阴不在 于是上去看了看 结果在阴巢最下方 层层树枝掩盖之下 找到几颗亮晶晶的石头 燕雪姐说 那是仙石 是吗 总共有几颗仙石 只有七八颗 除了仙石之外 还有一些好看的的宝石 固如梅将一颗颗宝石拿出来 色彩斑斓 五颜六色 数量虽然不多 只有二十来颗 但是 每一颗都很好看 秦敌忽然伸手一摸 从中摸出一颗墨绿色的宝石 还有一颗橙黄色的宝石 宝 我终于知道 小世界中的妖兽 之所以灭绝的缘故了 原来是被高摇打杀的 他先前去看过那对苍蝇 发现它们并不是妖兽 只是因为生长在小世界 这里的灵气丰富 所以 个头比外面的苍蝇大一倍而已 如果是妖兽的话 恐怕也早被高摇打杀了 想来高桃离开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英朝 英朝 可能是后来建的 苍蝇不知道从哪里到来的宝石 或许是他的先祖 将宝石藏在别处 所以 高摇打杀了所有妖兽 也未能找到 固如梅问 先生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秦敌道 这两颗不是普通的宝石 而是特殊的虚弥石 燕雪问 您说 这是纳虚石 纳虚石是虚弥石的一种 虚弥石有许多种 分成不同的颜色 红橙黄绿青蓝紫 每样都有 当初佛祖构建虚弥神山 使用了一块直径两尺的虚弥石 它以极大法力 构建了九山八海 那这两颗虚弥石 是不是空的呢 我和阿梅都仔细查看过 没发现有什么异样 高摇不是普通的人物 他敢跟大禹正面相抗 说明他的功力不弱 而且 从这两颗虚弥石的法阵来看 高摇还是一位阵法大师呢 传说中的话地为牢 刻目为力 都可能是真的 秦敌说这番话的时候 并没有直接点出高摇的背景 实际上 高摇在仙界属于顶尖先王之一 秦敌对高摇并不陌生 他有一个徒弟 名叫桑子明 桑子明有几个妻子 其中一位妻子 便是高摇的女儿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高摇在仙界的时候 是顶尖的先王 可他当初来地球的时候 或许只是一句话深 功力到底有多高 那就不好说了 如果是先王级别的高摇 留下的须弥石 以秦敌现在的功力 是无法破解的 虽然秦敌在丹气浮阵上 都有极高的造诣 但他目前只是精丹除成 没有足够的法力 破解仙阵 他手里摸索着两颗须弥石 倒过了好大一会儿 忽然舒了一口气 轻轻一抖 将须弥石打开了 哗啦啦 一堆的物品掉落在地上 燕雪和顾如梅 都露出兴奋的神色 啊呀呀 叫起来 秦敌迅速扫了一眼 略微感到有些失望 因为他最期望的是 高摇能留下一些鲜石 有了足够的鲜石 才能启动大雨留下的酒顶 穿梭时空前往另一个世界 然而 他并没有看到多少鲜石 显然高摇被困在这里的时候 已经将鲜石消耗光了 秦敌的失望只是一闪念 很快的他便将失望的情绪甩开了 因为地上有一些好东西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故如梅剪起一张巨大的斑斓虎皮 开心地笑个不停 先生 您摸摸 这虎皮手感特别好 能不能送给我 铺在床上 肯定很舒服 燕雪 则捡起了另外一张白虎皮 用力一抖 将其摊开来 不觉惊讶地道 哎呀 这么大一张虎皮 五丈长 两丈宽 这要是拿出去 不得把人吓死啊 燕雪姐 现在一般的老虎 体长有多长 这个 我只见过两米长的 轻敌道 东北虎能长到三米 也就是接近一丈 说话间 他从地上捡起一个风口的陶罐 打开一看 发现是一种灵斗 又捡起一个陶罐 发现里面有一些灵道 他挨个 打开几个陶罐 传说中的五谷都有 道 鼠 祭 脉 豆 而且全都是灵谷 以前燕雪曾经找到一些野生的灵谷 那只是灵道 五谷中的一类 早年地球上 灵气充沛 所以种出来的灵谷 富含灵气 对于修真人有好处 后来 地球上灵气匮乏 灵谷一代代没落 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谷物 不错 这些灵谷保存完好 可以种到地里去 秦敌准备开荒种地了 山南有一片灵地 已经被它整理出来 但还没有开始种植 地上还有一些御检 灵精 灵木 灵石 宝石 兽皮 羽毛 麻布 衣服 十几颗富含灵气的妖兽内丹 秦敌从地上捡起十八个牧人 每个都只有持续高 刀法精湛 唯妙唯肖 看上去跟活人差不多 牧人的肚子有个孔 可以投入灵石 或者仙石 燕雪问 这些牧人是做什么用的 秦敌道 高瑶是律法界的仙人 他有两门厉害的功法 一个是化地为牢 另一个是克牧为力 这些牧人 就是他雕刻出来的帮手 按照我的猜测 要用灵石或者仙石驱动他们 一颗灵石能驱动三天 仙石则可能驱动数年 另外 还要有特殊的咒语 只要念诵咒语 他们的体型还能变大 变得和真人差不多 先生 你会念那种咒语吗 我只会通用咒语 这是高瑶特制的牧人 要想指使他们干活 还要阅读这些预检才行 秦敌不屑于研究高瑶留下的法门 因为这样的牧人 在末世的地球没有用 灵石和仙石都是稀缺物品 没必要浪费在牧人上 而且 如果牧人在外头行走 被普通人看出来 又要掀起轩然大波了 故如没看见地上有几节大木桩 忍不住上前抚摸 赞道 这好像是灵木 里面蕴含着灵气 我可以感受得到 先生 这样的灵木能拿来酌情吗 情敌摇头 这不是做情的灵木 而是高瑶留着雕刻牧人用的 它叫龙穴紫山 等级很高 属于八阶仙灵木 已经接近仙树了 没想到地球上还有这种树 先生 除了雕刻以外 还有别的用处吗 可以用它来做弓和箭矢 一听说制作杀人利器 固如没就失去了兴趣 秦敌却知道 用这种木头做出来的弓 将会是高阶灵宝 有了这样的弓箭 可以杀人于千里之外 问题是 秦敌重生之后 他的眼力没那么强 无法看到千里之外 所以即便制成了宝弓 也发挥不出效果 而要想从头修炼千里眼 还要找到特殊的灵水 来洗眼睛才行 那又是一件麻烦事 如果找不到灵水 单纯靠着落日箭绝 最多能杀人于两百里外 前世秦敌进街金线的时候 能在万里之外杀人 二郎神的笑天犬 就是被他用落日箭绝射杀的 不管怎样 这些木头还是有价值的 所以秦敌将其收入那须葫芦 第三百五十四章 龙皮一 燕雪从地上捡起一卷黑色的兽皮 问道 这种兽皮很奇特 摸上去很光滑 我的手指一碰到它 就有一种亲切感 先生 你看这是什么兽皮 秦敌定睛观察了片刻 笑道 这是生长五千年映龙的皮 映龙是一种会飞的龙 能够修炼进阶 成为八部天龙 传说在皇帝时期 有一位映龙王 法力无边 他奉皇帝的命令 杀了吃油和夸妇 《大荒东经》里记载 《大荒东北渔中》 有山明日凶里土丘 映龙处南极 杀吃油与夸妇 不得复上 顾下属汉 汉而为映龙之状 乃得大禹 《大荒北经》里也说 夸妇不量力 欲追日锦 待之于鱼骨 将隐和而不足也 将走大则 未知死于此 映龙已杀吃油 又杀夸妇 乃去南方处之 故南方多余 后来大禹治水的时候 反手捉了几只映龙 但他驱使的映龙 等级比较低 你手里这卷龙皮 等级就更低了 应该是五千年的映龙 最多是河道层次 燕雪有些失望 如此说来 这卷龙皮没啥用处 情敌道 飞也 用它来做成井深衣 能在大海之中来去自如 感受不到水压 有了它 你可以去 马里亚那海沟探险了 燕雪又变得兴奋起来 那我得好好收着 回去做几套衣服 给你准备一套 阿梅你要不要 固如没摇头 我不要 我不懂水系功法 吊海里淹死了怎么办 情敌却道 有了这样的龙皮水扣 能在周围自动隔开 三米大小的空间 即便不会谁也淹不死 啊 那给我留一套 燕雪剑 千万别忘了我 放心吧 这卷龙皮很长 你帮我展开 看看有多长 两个人走到大殿外面 一点点展开来 发现龙皮竟然有十五丈长 也就是四十多米 显然是一条庞然大物 燕雪问 这样长的龙 怎么会死呢 难道是高瑶杀了他 情敌道 龙族一生要退多次皮 每晋升一阶 就要退皮一次 所以看见龙皮 不等于龙已经死了 传说中 龙女会变成人 是真的吗 龙族修炼到一定阶段 可以变化成人 但是有些龙族 不屑于变成人 他们宁可保持龙身 直到修成八部天龙 八部天龙等同于金仙 最后 情敌将两颗须弥石 分别给了燕雪和顾如梅 这里面的空间比较大 你们一人一颗 当作物储物手拙地补充 燕雪道 可我们打不开上面的法阵啊 情敌道 先拿着 等你们进阶金丹 再学会符 阵知道 就能打开了 于是两人笑嘻嘻地收了起来 情敌则去山下的灵天中 洒下了五种灵骨 日子一天天过去 6月26日 清白党进攻中原解放区 中国的内战开始了 老百姓刚刚喘了一口气 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同一天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执行会议通过 美国军事援华法案 对清白党政府 加强军事和财政援助 那么 解放战争期间 美国到底给了清先生多少援助 这些援助在内战中起了多大作用呢 美国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辅助清先生呢 1945年日军投降后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 兼清先生的参谋长魏德迈上将 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国局势 由于强大的苏俄的出现 中国也自然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 美国和苏联的政治 经济竞技场 如果中国偏向苏联 那么苏俄实际上也就控制了欧亚大陆 我们不允许俄国人这样做 对美国来说 只有让清先生掌控中国 才能站在美国一边 正是出于此考虑 美国采取措施全力帮助他 日本刚投降 杜鲁门便马上发布了第一号总命令 命令所有在中国的日 伪军指向清白党交出阵地和武器 并以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 抵抗九州军 新华军受降 美国还派前海军陆战队 在华北关键地区登陆 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 并宣布 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 只能交给国民政府 近6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 就这样被迅速调到华北 在唐沽 烟台 青岛登陆 替清先生占领了金金唐等重镇 以及华北主要铁路 港口和机场 1945年底 驻华美军最多时达到11.3万 而且 由美国出前大规模空运 海运清白党军队到华东 华北 东北 到1946年7月 美军共帮助清白党政府 运送军队50亿万人 在美军帮助下 国军得以接受120万日军中 绝大部分的投降 并缴获其装备和物资储备 再者 美国帮清先生训练和装备了大量军队 由史迪威金卫德迈前后装备了39个师 至马歇尔来华调主师为57个师 在1948年 美帝又装备了12个师 那么经过整训的军队装备如何呢 美械装备的师 全师有冲锋枪约1080支 卡兵枪约540支 步枪约4500支 重机枪72艇 轻机枪约270余艇 60迫击炮约170门 81迫击炮约36门 山炮12门 此外上有军属榴弹炮 12门和军事弓兵和通信器材等等 而大赤党除了在东北接收苏联人留下的一部分武器之外 主要还是靠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武器来作战 双方实力悬殊 最后还能打赢内战 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擎敌知道历史的走向 所以他不关心战局发展 当他和燕雪回到魔都的时候 已经是1946年10月份了 燕雪带回去200只大虾 分装在几个盒子里 另外 他还挖了一点人参 他拿了几根人参 还有一盒20只大虾 给三叔秦汉旭送过去 秦汉旭瞪眼瞅着大虾 只是深深的吸气 倒是没有说什么 惠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忍不住叫起来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老虎虾 这有一尺五寸长了 怎么能长这么大个呢 秦汐 你跟外面的人说 让他们找一杆秤来 第355章 监视居住 秦汐跑出去 跟守在外面的保镖 说了一声 于是时候不大 便有人送来一杆秤 惠子将虾挂上去 结果竟有一斤八两 就算掐头去尾 包了壳 还能留下一斤虾肉 燕雪 多谢你了 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燕雪笑道 三神 这是北极虾 生长在极其寒冷的地方 这种虾带着火性 就像人参一样 不能一次吃太多 每个人一天吃一两刚刚好 你家里只有三口人 这么一只虾 要分成好几天来吃 否则会有浑身冒火 心机正中的感觉 心里砰砰地跳 感觉很难受 啊 既然是这样 那我得放冰柜里 这是好东西 能延年益寿 莫要分给外人 明白了 辛苦你们了 秦汉旭 看那人参 还是新鲜的呢 问道 这也是北极餐吗 北极还能长人参 你可别骗我 燕雪笑道 这是长白山餐 我们顺道挖回来的 这样的人参 每一颗都价值连城 你们怎么能找得到 深山老林里 慢慢找呗 总能找到 只要功夫深 铁棒磨成针 秦汉旭禁不住摇头 他知道 秦迪和燕雪有古怪 所以也懒得再问了 而在秦迪自家里 朱婉早已见怪不怪 压根就没问大虾的来历 他正在看一本书 书皮被包起来了 秦迪知道 母亲在看 红星照耀中国 Red Star Over China 又称西行漫迹 是美国著名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 一部文笔优美的 即时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 作者真实记录了 自1936年6月至10月 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 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 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 大赤党和许多大赤军将领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 朱婉将书合起来 问道 阿迪 我有三年没见阿越了 你说 他现在怎么样 秦迪道 妈你放心 他现在过得好好的 每天给人上课 还帮着王叔排戏 活得很充实 朱婉问 你说 我能不能过去看看 秦迪吃了一惊 这个 除非你去了不回来 若是再回来 肯定会被政府监视居住 清白党不会让你 投到那边去 哎 战争连绵不绝 何时是个尽头 快了 妈 最多三年 阿越就会回来 你是说 三年之后结束战争 嗯 差不多 朱婉叹道 阿越留下这两个娃娃 只怕将来都不认识他了 他走的时候 王勺十一岁 还稍微好点 王哲才三岁 啥都不记得 秦迪默然 听了许久才到 阿越走了一条艰难的路 将来还会有一些勾勾坎坎 不说别的 单是子女的隔阂 就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 类似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并不显见 比如说 老鬼的回忆录 秦迪既然打定主意 不再干涉 那么他 也就彻底放手了 秦迪已经年过四旬 不再是当初的小姑娘 该承受的风雨 他需要自己承担 秦迪在家里 待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十月十五日的下午 燕雪忽然拿了一张报纸 表情严肃的道 先生 出事了 你看这篇文章 他拿起报纸看了一眼 只见上面写着民国首富 秦家二小姐 当代大诗人 现身宝塔山 文章里说得很清楚 说有人在宝塔山 亲眼见过秦月 还见过她的丈夫王叔 秦月化名 秦香 出版了一本诗集 西北行 得到识人的圣赞 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有人将她认出来了 这篇文章一出来 当即惹的魔都沸沸扬扬 这件事太古怪了 大资本家的娇小姐 怎么会通匪呢 一样米扬百样人 人心难测呀 我看她脑子进水了 革命急到自家头上 朱婉先生是什么意思 莫非她也要投到那边去 秦家偌大的财富 难道就不要了吗 有人愤愤不平 应该严惩秦家 国家待他们不薄 曾经奖励他们 好几次 青天白日勋章和保底勋章 甚至赐给秦大少国军中将的头衔 他们怎么能背叛党国呢 有人甚至叫道 应该抄家 没收他们的家产 秦先生得到消息后很生气 这时候戴笠已经死了 他把毛人凤交过去 命令彻查此事 一定要查清楚 秦家其他人有没有通匪 重点关注两个人 也就是秦嫡和朱婉 毛人凤问 还有那个秦灵 要不要仔细调查 秦先生道 不用了 我听说 张淡如带着孙子 孙女去美国了 与此同时 张乃景还转走了大笔资金 目的地是美国纽约 所以 你不必再查秦灵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他的立场跟张家保持一致 那好 我派人盯紧秦大少和朱婉 秦家的关键在秦嫡那 只要他没有叛逃 就不要对付秦家 要不要派人刺杀秦月 嗯 可以的 全当是杀鸡景猴了 于是 秦府门外 每天都有人盯着 只要秦家人出来 就有人跟在后面 秦嫡掐指一算 忍不住皱眉道 秦月有危险 我虽然说 不再干涉政局 但不能让清白党刺杀他 燕雪 你替我走一趟 给他送去护身符 再把龙皮衣给他一件 燕雪问 龙皮衣能挡住子弹吗 秦嫡道 可以 你有没有试着裁剪龙皮 我试过了 一般的剪刀不顶用 必须用飞剑切开才行 那就对了 说明他很坚韧 河道级别的硬龙 原本是要用通天灵宝 才能刺破龙皮 只是因为 那张龙皮退下来很久了 多年以来 都没有得到灵气滋养 所以 你才能用灵剑割开 否则 你很难才切它 秦嫡取了一颗中品灵石 在上面雕刻金顿符 然后用银丝串起来 算作护身符 这样的护身符 能防护头部和胸部 燕雪缝好了龙皮衣 拿了护身符 等夜幕降临 离开魔都 一个小时后 出现在宝塔山 他施展出天室地厅之法 从有灯光的地方掠过 花了大半个小时 他才找到了秦月 此时 秦月正给一帮学生讲夜课呢 而那些学生中 步伐团长 营长之类的人物 第356章 老将军 燕雪站在月色中 静静地等着 夏贤月 深秋的夜晚 风很凉 然而 他感觉不到一点的凉意 有哨兵远远地看见他的身影 以为他也是女战士 所以并没有过来询问 这里毕竟是宝塔山根据地 敌人很难深入到这儿来 过了好大一会儿 忽然有一位老将军走过来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两个卫兵 老将军来到近处 隔着丈许 看见燕雪衣着时尚 跟普通女战士不一样 心里感到有些诧异 问道 姑娘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站在这里 燕雪微微一笑 我等人呢 老将军看看远处的教室 外头了 你怎么不进去等 你要等的人是谁啊 燕雪道 我等那位女教员 这时候 两个卫兵靠过来 对燕雪构成夹击之事 老将军摆摆手 让他们退下去 你们去看看 今天讲课的是 哪位教员 一个士兵赶紧跑到教室门口 片刻之间跑回来 低声道 那位教员名叫 秦湘 老将军心里 咯噔一声 望着燕雪问道 姑娘 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燕雪道 我姓燕 是她的嫂子 老将军愈发诧异 因为她知道 秦湘就是秦月 而秦月已经人到中年 眼前这个姑娘 看上去才二十岁 怎么能是秦月的嫂子呢 她试着问 秦湘的哥哥 叫什么名字 如今在什么地方 燕雪道 她哥在魔都呢 因为看见一篇文章 上面披露了她的身份 猜测她可能有危险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老将军想来想去 想不明白 问道 你怎么进来的 有介绍信 或者路条吗 燕雪微微皱眉 道 我只认识陈淑青 西年在孤云轩见过她 你若是不信 可以请她过来 陈淑青在太行山呢 那就算了 等我见了小姑子 跟她说几句话 一会儿就走 不打扰你们 老将军心想 你既然来了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不过 既然这姑娘说起陈淑青 而且 她看上去清清爽爽 身上也没有枪 显然构不成威胁 于是 老将军也就没让卫兵动手 燕雪作为割仙 用的是一名雪像碗 所以一般的人 并不知道她姓燕 又过了几分钟 那边下课了 一个卫兵将秦月叫过来 秦月见到老将军 赶紧敬礼 老总 一转眼 看见燕雪 经不住失声叫出来 嫂子 你怎么来了 老将军一听 悬着的心放下来 问道 秦湘 这真是你的嫂子 你有几个哥哥 秦月道 我就一个哥哥 这是我唯一的嫂子 她就是 她压低了声音道 她是雪像碗 老将军默得睁大了眼睛 霍霍 这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怎么偷偷溜进来的 我们都不晓得 这位姑娘 你既然来了 就别急着走 我找你有话说 她看燕雪身材苗条 俨然还是姑娘的打扮 不知道 她怎么成了秦月的嫂子 燕雪道 好吧 请让我和她单独说会话 好 等你们说完 来我的窑洞一趟 是 将军 秦月带答 老将军转身走了 带着两个卫兵 消失在月色中 燕雪将来一说给秦月听 让她出门的时候 贴身穿上龙皮衣 还把护身符给她挂在脖子上 叮嘱她切木摘下来 秦月经历了很多事 也相信了自家哥哥有特意之处 尤其是燕雪 大牢员跑过来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用 那不是白跑一趟吗 于是 她答应了燕雪的要求 过了一会儿 燕雪要走 却被秦月拦住 先别走 跟我去见老将军 这位老将军究竟是谁 他是 秦月赋尔说了两个字 燕雪文言 犹豫了一下 道 这种大人物 开口必有大事 我无权做主 一切由你哥定夺 所以便不去见他了 秦月道 哎 你不能走啊 然而 燕雪摆摆手 一瞬间便消失了 秦月的心里很是遗憾 也不回自己的窑洞 将龙皮衣夹在夜下 一个人去见老将军 老将军问道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你嫂子呢 秦月轻叹道 她走了 大晚上的 她一个女人 能走到哪里去 来人 通知下面的岗少 如果见到一个漂亮姑娘 务必好言劝她回来 于是有卫兵急匆匆地下去通知 秦月问 将军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老将军道 前些日子 你哥写了一封信不来 提了几个要求 我们给他做了批示 我觉得 有些话说的还不够清楚 所以想让他劝劝你哥 跟我们站在一起 迎接最后的胜利 他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人民不会忘记他的 秦月眨眨眼 问道 我哥到底做了啥 老将军望着他 道 你不晓得 秦月摇头 我哥做事 一向神神秘秘 我不知道 他做了什么 这个别的都不说了 就说前不久 他拿出六十二万两黄金 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 切莫说给外人听 否则你哥会有性命危险 哦 就是一笔钱啊 我家的钱大部分是我哥赚来的 我也不晓得他有多少钱 我估计 他为了凑这些黄金 很可能已经伤筋动骨了 不会的 我哥深藏不露 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 就像我嫂子 看上去娇滴滴的 其实 他能一只手拍碎大侵蚀 老将军觉得匪夷所思 这么说 他还是聂颖娘 薛洪宪一般的侠女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这女子偷偷摸进宝塔山 然后又偷偷溜出去 如此重兵拱卫的地方 他竟然如屡平地一般 这也太厉害了吧 他望着秦月问道 他大老远跑一趟 跟你说啥了 他说 清白党会想方设法 刺杀我 让我小心一点 他还给我带了件衣服 说是能挡住子弹 挡住子弹 这年月还没有防弹衣 老将军觉得难以置信 秦月干脆将夹在 割肢窝的龙皮衣拿出来 诺 就是这件小衣服 摸上去很滑顺 老将军伸手摸了一把 感觉柔软细腻 于是笑道 这东西 怎么可能挡住子弹 我看它是逗你玩的 秦月将龙皮衣收了回去 心道 我哥不会逗我玩 过了一会儿 老将军让秦月回去了 结果 直到第二天 下面的人也没找到燕雪 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老将军虽然感到奇怪 但也没太放在心上 随后又过了一个月 忽然有人来报 将军 宝塔山大学的女教员秦香 受到了特务的刺杀 他身上中了三枪 然而不知何故 他却没有受伤 老将军吃了一惊 一 这件事有些意思了 派人严加保护 切莫让人再次行刺 是 我们会派人保护他的 秦月虽然没受伤 但却受了不小的惊吓 当时面对敌人的枪口 他以为自己死定了 谁知道 两枪落在胸口 一枪擦着头皮 竟然拐弯了 都没有对他构成伤害 敌人被随后赶过来的战士击毙 他回到窑洞里 脱下龙皮一看了看 发现上面只有两个白色的印记 用手一摸 印记也消失了 由此 他知道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宝贝 心里充满了感激 第三百五十七章 白家道 燕雪回到魔都后 便跟情敌一起 再度前往香港 最后他们坐镇香港 再次修改建筑图纸 并且亲自监工 修建太平山别墅 这座别墅有些奇特 地上部分有三层 地下深入山体也有三层 每一层650平方米 总的建筑面积是3900平方米 情敌还亲自出面 将一个小山头满下来 太平山覆盖龙虎山以东 薄芙林以北 马几仙霞以西的一大片山丘地带 太平山的山脚部分 被划分为中环和上环 山腰部分则被称为半山区 唯一高尚住宅区 山顶成为富有的人士 和一些外国临时的居所及豪宅 并于后市发展成旅游景点 山顶一地市 可在被细分为扯崎山 Victoria Peak 如风峡 歌赋山 关龙角和奇力山 情敌买下来的是 白家道的上半部 位于香港山顶的白家道 长度仅有1.7公里 这里日后是富豪扎堆的地方 密集程度 堪称全球第一 包括了李兆基 刘兰雄 李国宝 潘迪生 杨嘉诚等富豪 都在这里拥有豪宅 李嘉诚在白家道 拥有7栋豪宅 如今 情敌既然来了 就不可能让李嘉诚 再拥有那么多豪宅 不过 情敌也没想 将白家道全部收归己有 自己吃肉 总得给别人留口汤 像这种好地方 按理说 别人也不肯卖 可是 情敌在人家脑门上轻轻拍一下 那些人就哭着喊着 把地卖给他 情敌不想杀人 要不然那些个富豪 没有好下场 全都会莫名其妙地死去 他在这里设计好山巅别墅 然后请人施工 顺便整理下山的道路 日后 等到别墅建好之后 他还会布置大镇 将整个山头罩进去 别人想进都进不去 除此之外 在他的那须葫芦里 还有十几条微型灵脉 到时候引出来 锁在房前屋后 那就等于再造一个 仙家福地了 对于情敌而言 这里只是一个落脚点 并不等于 他会一直住在香港 他的足迹无处不在 早晚有一天 会踏遍整个世界 除了山巅别墅以外 情敌还带着周明 游龙在香港四处走动 只是他们购买 重点区域的大块土地 好地方都不会空着 周明 截至目前 我们买了多少房产 先生 我们拥有八百套房产 还有五十多块空地 差不多了 接下来主要买地 房产每年增加两百状就行 是 先生 目前的香港 因为抗战结束 很多百姓回流大陆 也有人去了东南亚 所以 房产有空余 价格还不算很高 情敌道 这只是暂时的 等到两三年后 会有大量人口涌进来 再往后几十年 香港的人口急剧增加 这里会变得寸土寸金 游龙问 先生 为什么香港的人口 会越来越多呢 情敌停住脚步 看周围没有别人 于是略微压低了声音道 这里面有多重因素 首先内战再有两三年 将奋出胜负 按照我的判断 清白党将一败涂地 你们想想 跟着清白党的那些大地主 大官僚 大资本家 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游龙和周明都有些吃惊 周明道 一 如果是那样的话 类似魔都孤岛的事 将在香港再度上演 游龙也变得兴奋起来 大量的富豪涌入香港 势必会让香港变得十分拥挤 先生 我建议成立一家建筑公司 新建一些高层住宅楼 高楼里面全是小房间 每户人家四五十平方米足矣 到时候 肯定很抢手 情敌点头 不错 你这个想法很好 来到香港的不全是大富豪 也有很多的中产阶级 或者破落的地主 五十平方米 已经算大房子了 后世的香港 三十平米的房间都很难得 有一个词叫奈米公寓 人们将面积不足十八平方米的公寓 成为奈米公寓 而居住在奈米公寓 逐渐成为香港的常态 至少有二十万人 居住在奈米公寓中 香港最小的房间 据说可以小到五点七平方米 情敌道 逃到香港来的人 不单来自大陆 从大陆来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将来东南亚那些个国家 还可能爆发多次排华浪潮 逼着华人从印尼 菲律宾逃回香港 另外还有西贡陷落 有越南人 马来人迁过来 随着人口的聚集 资金的涌入 香港经济会有一个爆发期 将房产价格推高到 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周明问 难道说 未来的香港 有可能超过摩多 没错 在一段时间内 摩都肩负着大国重任 所以跑得很慢 但是 摩多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早晚还会夺回远东 第一大都市的头衔 周明 你和赵昌 乾隆几个人 跟着我好多年了 帮了我不少的忙 我不会亏待你们 我在香港的这些别墅 你们随意挑一处 算是我送给你们的 多谢先生 我还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将家搬过来 不急 战争还要持续两三年 到时候再做决定 也不迟 自从1920年 周明就被秦敌挑了出来 这些年 也赚了不少钱 可以算是资产阶级了 秦敌道 你记着我说的话 即便将来 你决定待在魔度 我也会在这儿 给你留一栋别墅 等到若干年后 你若是自己来不了 派你的儿子 或者孙子过来继承 那也是可以的 但这有时间限制 截止到一个甲子之后 周明文言 深深的鞠躬 多谢先生 不单是针对你一人 赵昌 钱荣 孙盛 李晨 每个人都是这样 除了一栋别墅外 如果你们的家人过来了 还有一笔安家费 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属下感激不尽 秦敌又到 刚刚游龙的提议不错 我们要成立一家建筑公司 专门修建 针对穷人的住宅楼 周明 这件事交给你负责 建好之后 再让游龙管理 需要的资金 我会额外拨给你 需要的人员 你可以登报招聘 先生 我知道怎么做 除了成片开发的住宅楼以外 还要准备盖 两栋豪华酒店 一栋在中环 一栋在尖沙嘴 这两栋高楼的建设 交给赵昌来负责 先生 赵昌回摩都休假去了 下个月才能回来 我知道 每年我给你们放两个月的家 只要干完活 都可以回去待一段日子 周明和赵昌 还没有打定主意 是否将家搬到南方来 而游龙已经带着两个老婆 正式落户香港了 前面说过 游龙有青帮背景 最近杜月生派了不少的青帮弟子来南方 也让游龙更加安心了 第358章 再见杜荣 随后过了一天 秦迪和燕雪 去视察娱乐公司 娱乐公司是由周天龄亲自筹建的 名字还叫百代娱乐 周天龄在香港待了三个月 然后就回去了 目前这边 由原百代公司的副总张启明负责 秦迪和张启明聊了一会儿 张启明只是苦笑 先生 流行音乐的大本营在魔都 这边还是一片荒芜 我在这里相当于开荒 不但没有好的歌手 也有作词作曲的人才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啊 秦迪微微一笑 道 莫吉 你先将架子搭好 引进最先进的设备 在本地举行歌踊比赛 挑选会唱乐语的新歌手 先生 新歌手制作的唱片 卖不出去啊 用不了多久 那些大歌星都会过来 作词作曲的人也会多起来 希望如此 秦迪关切地问 我们的公司有没有受到骚扰 张启明道 没有 几个月前 杜老板来了一趟 介绍我建了理财法 目前公司里有几位保镖 都是本地人 那就好 如果有人来找麻烦 你暂时忍着 回头告诉我 我不介意将他们连根拔掉 虽然说连根拔掉有点麻烦 但是 秦迪若想出手 自然能将那些个头头 变成傀儡 他甚至不需要自己出手 燕雪修炼了弱水心法 能在那些人身上 种下 生死福 让他们生不如死 随后 秦迪和燕雪 又去考察了新成立的 百代电影公司 在这里 他们除了见到黎北海 黎明伟之外 还见到了杜荣和陈寿亭 杜荣十分欢喜 上来抱住燕雪 姐 你怎么来了 我都不晓得 你和先生在这里 要不然早去见你们了 燕雪问 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好 一切都好 秦迪问陈寿亭 你们怎么在这里 陈寿亭恭敬地答道 黎先生筹奸电影公司 说要招一批新学员 我和杜荣 带了十几个金舞会的弟子 想让黎先生见一见 如果被挑中的话 还能登上荧幕呢 那倒是一件好事 不过 金舞会有没有女弟子 有室友 但是不多 而且相貌平平 黎先生倒是从别处 挑选了一些女演员 那些人没有武术功底 其中有三个女孩 正跟杜荣练基本功呢 秦迪道 杜荣若是有空 可以来公司做监理 杜荣笑道 先生 我对电影不了解 秦迪微微一笑 你是我的徒弟 也是电影公司的半个主人 你不需要懂电影 专业的事情 交给黎先生处理 你只管巡视公司 别让我们的人 受欺负就行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 我们的女演员 将来会惹出不少的绯闻 一般的绯闻 你不用管 如果有涉及陷害的事 那就要你来出手了 杜荣道 我明白了 先生 目前不足为虑 五个大佬被我收服了三个 剩下两个逃到台湾去了 但是有一些不出名的 还会跳出来惹是生非 那些人都不成气候 我派几个金舞会弟子去 就能把他们解决了 陈寿廷满面笑容 道 先生您不晓得 这两年有十几拨人找上金舞会 全都被阿荣打败了 有一位顶尖高手 已经到了暗境中期 来金舞会挑衅 被阿荣一掌打成重伤 此后还有一帮人 七八个枪手 大晚上围住阿荣 最后全都被丢进海里喂鱼了 所以现在金舞会很有名 我借机招收了不少人 情敌道 很好 我的徒弟 若是被人欺负了 那简直是笑话 随后 李北海介绍了电影公司的筹备情况 说大体上准备好了 想先拍一部武侠片 故事情节脱胎于平江不孝生的小说 平江不孝生本名像凯然 湖南人 文学家 武术家 曾经留学日本 1932年 他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建置聘 创办国术训练所和国术俱乐部 抗战时期 他辞去秘书一职 随贵系廖磊去安徽 任第21集团军办公厅主任 并兼安徽省政府顾问 安徽大学文科教授 省政府参议等职 1947年冬 刘帅进军大别山 进攻安徽丽黄县 向凯然被俘 审查经历清白而释放 他则到邦部 南京返回湖南 他从1922年开始从事武侠创作 代表作《江湖奇侠传》 和《近代侠义英雄传》 名震大江南北 一炮打响 一再续写 奠定了他在现代武侠中的地位 他不喜交由应酬和一切 一狗一猴 居住在一处很窄的小楼中 每到半夜便开始动笔 一直写到天亮 他写的《江湖奇侠传》 被明星影业公司拍摄成电影 火烧红莲4 连拍18集 放映时造成万人空向情势 因此影响很大 《平江不孝生》 另外还撰有13部武侠小说 后来有些也被拍成了电影 秦迪并没有阅读电影剧本 对他来说 只要电影公司正常远转就行了 多拍几部片子 总会出现精品的 随后 陈寿廷叫来十几个年轻人 请离北海挨个挑选 老先生 您看看 这些人都是功夫不错的 然而 离北海只挑了三个人 道 等明天我去金武会瞧瞧 把你所有的徒弟都看一遍 我挑人不看武功 也不全看长相 要有特殊的气质 我准备先招20个会武术的人 另外 从社会上再招20个 经过半年的培训 以后留着有用 陈寿廷笑道 好啊 老先生您随意挑 挑中是他们的运气 挑不中也没关系 秦迪在电影公司待了不到两个小时 然后便离开了 他带着杜蓉 前往太平山顶 指着正在修建的别墅道 将来 我可能每年有两个月住在这里 到时候 我会将这座小山封闭起来 给你一个进出的令牌 你若是有事 就到这里来找我 杜蓉赞不绝口 先生 您的眼光真好 这种地方 一般人想买也买不到 第359章 万倍涨幅 秦迪又一指下面的山岭 道 这条1.7公里长的白家道 它附近的土地 将来会是稀有资源 我只捐了上面的一小半 总共700米距离 剩下一公里 留给香港其他的富豪 我的别墅位于最高处 加上院子 占地12亩 我圈下来的土地中 给你留了两块空地 每一块都有五亩 你负责建两座别墅 一座你自己住 一座留给杜兰 杜蓉欣喜得道 多谢先生 我老早就想住山上了 只是怕树大招风 所以才没有下手 不过 阿兰去美国了 暂时回不来 没关系 盖好房子给他留着 另外 我还给顾如梅 顾如虎留了位置 其他的人 想进来就难了 那是 让他们去山下住 其实 所谓的山顶 不经经止 白家道 另外还有别的地方 也可以建房子 不过有些地方 日后会成为游览区 有些地方空间较小 山市太陡峭 不太适合建豪宅 白家道是可以开车上去的 供水 供旗都很方便 还可以修建游泳池 因此 才是后市富豪扎堆的地方 秦迪还记得 自己第一是 2015年底 病逝于纽约 临死之前看过一则新闻 说 马云花了15亿港币 12亿加税 以每平方米 逾136万元的价格 买下白家道22号的豪宅 那座豪宅是三层高的独立屋 渴望维多利亚港全海景 房屋面积总计1099平方米 还拥有超过2200平方米的大花园 院内有一片小树林和大草地 豪宅的前主人 是曾被称为小超人 李泽凯的太副 李嘉诚的军师 在电讯银科任前副主席的 袁天凡和其妻子 他们在2000年 从恒生一节李慧敏手里 以1.635亿元港元买下的 在这15年间 房产升值超过13亿港元 在此之前 该豪宅为比利时领事官邸 是比利时政府在1959年 以15.5万港元购入 你瞅瞅 1959年这所谓的豪宅 价值只有15.5万港币 2015年却卖到15亿 事实上 不单是山顶豪宅 整个香港很多地方 房产价格都上涨了1万倍 秦敏还是不够狠心 没把整个白家道 全部拿下来 不过 他已经在潜水湾和其他地方 买下800栋房子 随后每年还会增加200栋 另外加上他成立的建筑公司 盖好公寓楼只租不卖 那可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啊 这就是李超人 和香港房产大亨所走的路 秦敏既然在这个年月 出现在这里 便毫不客气地抢了先手 他走了别人的路 逼着这些人走上不同的路 或者继续艰难地延续房产之路 过了一会儿 杜容忽然道 对了先生 您以前给我的护身符 说是碰到有灵气的地方 护身符会改变颜色 我这些年走南闯北 去过不少地方 特别是跟着加翁 考察沿海古迹 记下来几个地址 回头我把地址拿给您 秦敏道 很好 等以后我把林脉牵过来 这里的风景将变得极其优美 时光荏苒 转眼进入1947年 元旦这天 秦敏一只手抚摸着 笑天犬的头顶 帮他完成了法毛洗髓 将一段要修法门 打入他的脑海 从此之后 这条狗变得越来越聪明 虽然他跑得很快 力量很大 咬合力很强 但是 他显得很老实 外表看不出一丝一样 等到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秦敏看着他纵身一跃 就能跃过三米高的栏杆 咔嚓一口 就能咬碎手臂粗的树枝 他感到很满意 摸出一颗丹药 塞在他的嘴里 笑天犬一声不吭 只是兴奋地摇着尾巴 1946年底 1947年初 北平 天津 摩都 金陵 杭州 武汉 青岛 重庆 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 纷纷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 高喊 抗议美军暴行 美军退出中国 美国立即改变对华政策 这场运动爆发于北平 迅疾扩展到全国 参加的学生达50万人 事情的起因是 1946年清白党为换取美元进行内战 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 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驻华美军更是横行无际 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 美军暴行至少在3800起以上 死伤3300多人 中国人民对此早已义愤填膺 1946年12月24日 两名驻华美军在北平东丹操场 强奸了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 28日 北平新明报等几家报纸 宠破清白党当局的封锁 公开报道了这一事件 后来 清白党当局为遏制群众的反美浪潮 极力歪曲事件真相 并力图把美军暴行 说成是单纯个人犯法事件 特务公然对爱国学生施加暴力 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 一场规模巨大的抗议 美军暴行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 学生的爱国运动迫使美军法庭 不得不将强奸主犯皮尔逊判刑15年 送回美国后又宣布释放 帮凶普利查特判刑10个月 游行示威一直持续到1947年3月8日 这件事影响到明星向背 表明广大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和清白党的独裁 内战 卖国政策 深恶痛绝 正是因为这一串串的事件 导致清白党一天天走向灭亡 3月12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资文 提出以遏制社会主义作为国家 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这标志着美国 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 与苏联 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开始了 秦迪之道 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未来的道路已经确定了 他既不能插手正式 所以闲得无聊略微改变装束 让自己显得年龄大一些 随着张聪玉去拜访一些著名的画家 比如说刘海素 徐悲鸿 颜文良 林丰棉 丰子凯等 张聪玉是收藏家 但他关注的目标是古画 心里看不上现代人的作品 秦迪见这些人的目的 一则是为了解闷 二则为了收购作品 收购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保护画作 有些人的作品后来被毁了 乃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画家并非不识人间烟火 这些人听说张聪玉介绍了一个大楷子 于是纷纷拿出一幅幅作品 希望对方购买 谁知道 此人直接拿黄金来换 将他们的作品一扫而光 第三百六十章 熬死画家 除了这些人以外 民国时期还有许多画家 有的人已经死了 但是画作还能从市面上找到 有些人还活着 但已经很少再画了 秦敌托张聪玉出面 给了他一笔黄金 让他去收购近代画家的作品 比如说 王雪涛 林散之 黄冰红 傅报石 黄昼 李苦禅 吴胡帆 张大千 唐云 李可染 惠君 宋文志 陶冷月 钱松颜 吴子深 蔡贺厅 胡野佛 齐白石等 抗战之前 秦敌派人跟这些人联系过 曾经收购过一些作品 但是十年过去了 他希望能再扫一遍 张聪玉撇嘴道 这些人的作品 不值什么钱 我可是大收藏家 你让我出马 这是对我的摧残 秦敌笑道 你不用亲自去 从你那书画店中 找个有经验的伙计 派他前去就行了 要是买了次品怎么办 问题不大 这些个画家 也都自重身份 如果质量太差 好意思拿出来吗 我也不要求全是上品 但凡差不多的作品 全都收过来 你 秦先生 怪不得很多人喜欢你 认为你是钱多的凯子呢 呵呵 你知道的啥 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等到五十年后 这些人都死了 他们的作品就值钱了 有些人还年轻着呢 等你把他们熬死 你也快一百岁了 放心 我比他们活得都久 于是 随后几个月 秦敌又收到上千幅字画 其中不乏精品 他把这些画送到 武夷山小世界 跟所有的古画一起 收藏在一个干燥的阁楼里 至少一个夹子内 他是不准被动这些画作了 三月底的一天 外婆柳青来了 他虽然不是 朱婉的亲娘 但是 朱婉对他很尊敬 连带着情敌 也对他很好 柳青跟大舅朱泽端 住在一块 平日里得到朱婉的资助 所以 生活无忧 他才七十多岁 身体还硬朗着呢 柳青说 他看女儿朱灵的日子 过得不好 所以 将朱明城留下的老宅子 送给朱灵了 他希望朱婉和秦敌别介意 朱婉说道 这是一桩小事 没有人会跟他计较 秦敌也无所谓 这种小事 他懒得记在心上 柳青说 朱泽端当了副校长 儿子 女儿都成家了 但是 朱泽明去美国多年 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秦敌道 再过三 五年 他也该回来了 若是不回来 我亲自去美国 把他绑回来 一个大活人 怎么能绑得回来 我绑他上船 一路押回来 秦敌心想 我是不是买一架私人飞机 咦 飞机我还有买吗 我的那须葫芦里 还有日本人的飞机呢 不过 那些飞机都不适合远程飞行 算了 就算有私人飞机 我也坐不了几回 还是乘坐商务飞机得了 这时候 秦红和秦英都已经六岁了 被朱婉叫过来 乖巧地坐在柳青灯前 柳青见了 顿时开心起来 满面笑容 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精灵 青先生召见毛人凤 询问道 关于秦家的事 有没有调查清楚 毛人凤公申道 查清楚了 朱婉的生活比较简单 除了偶尔去一趟 慈安外科专门学校 其余时间一直待在家中 并没有人跟他接触 而我们关注的焦点秦敌 这人虽然行踪不定 但他在香港购买了大量房产 由此我们推断 他有一项南方发展 并没有跟北方的势力勾连在一起 青先生皱眉 问道 他为什么不留在摩都 为何要去香港置产 不知道 这事有些古怪 秦汉旭虽然辞职了 但他创立的经济情报研究所 不能就此荒废了 为什么最近没有报告 递交到我的专案上 这个 秦汉旭回日本去了 我不是要找这个人 而是要相关的经济情报 你去找一批身在摩都的经济学家 研讨最近的经济形势 还要召见各大银行的经理 我想知道国内富豪的资金流向 是 我这就去安排 另外 我还需要陕西 山东的情报 我们的重点进攻 攸关党国 严防泄密 容不得丝毫的懈怠 是 有大批人手已经散出去了 1947年上半年 清白党得到美国的协助 可谓兵强马壮 所以 清先生想不出情敌的目的 不过 既然此人没有勾结北方 那就不是生死大患 用不着在此人身上 倾注太多的经历 至于说 秦月那个女人 毕竟不是秦家之主 哪个大家族 没有几个败类 4月26日 参与精灵大屠杀的 前日军地六十团师团长 古寿夫陆军中将 在宇花台被执行枪决 前一年的2月2日 古寿夫东京被捕 后被引渡到中国 5月2日 杭州4万多鸡鸣抢米 450多家米店被抢 秦市粮行是唯一没有 被抢的粮店 因为他在抗战期间 一直没开业 后来订购的一批粮食 也很快卖光了 根本没有储备粮 5月中旬 华东野战军 在山东孟良故地区 全歼清白党 五大主力之一的 整编第74师 粉碎了所谓的重点进攻 这期间 秦敌和燕雪 一直躲在小世界修炼 经过细致的温阳打磨 他的金丹 已经完全结成了 变成了真正的金丹真人 金丹真人 拥有千年寿命 如果保养得好 甚至能活到1200年 金丹真人 具有更强的法力 即便在缺乏灵气的地球 也能够一口气 飞行数百里 当然 下一口气喘不上来 还得落在地面上休息 除非他动用灵石 才能支撑他连续飞行 他的神识 进一步得到强化 他的听觉变得更加敏锐 能听见整个魔都市区 甚至覆盖了浦东 南汇 松山 崇明岛 这么大一片区域的动静 他都能分辨得清 他的视力也更加强悍了 即便没用特殊的灵水吸眼睛 也能看见50里以外的事物 至于说 他的打击能力和抗击打能力 因为找不到对手 也就没必要多说 燕雪的功力 到了筑基第八重的中期 距离结单看着很近 其实 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修真人刚开始的时候 进阶很快 越到后面 进阶越慢 擒敌借用了核力量 让自己获得了突然提升 但是 这种手段太剧烈 除非像他这样 久经考验的仙人 才能采用这种方式 换做燕雪来说 偶尔借助核能 提升一次境界还可以 但要想凝结金丹 会有很大的风险 在结单 结因这种关键时期 对于没有经验的修饰来说 最好的方法 乃是慢慢打磨 慢弓出细火 出了问题 还可以矫正 如果像擒敌这样狂飙突进 一旦有了偏差 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第361章 福财难记 6月15日 两人从小世界出来 回到魔都的家里 这时候 他们见到了秦湛 他已经做母亲了 怀里抱着个小婴儿 秦迪看了看 发现是个男孩 秦湛显得很开心 这孩子叫啥名字 他叫钱香灵 哦 这名字不错 一看就是麒莲 哥 我已经脱离密电所了 想去大学里教书 好啊 国内正缺数学家呢 不过有些事情 我想跟你聊聊 啥事啊 我现在就有空 秦湛偶尔还会回老宅子 就是他父亲秦汉旭居住的地方 他把秦迪请进去 将伺候的庸人打发抖 道 哥你说吧 我听着呢 秦迪分析了未来的局势 让他回去之后 跟夫婿前蕾木商量 将来何去何从 这只是我的判断 你们夫妻私下已商量 莫要走漏了消息 传出去沸沸扬扬 那就不是好事了 秦湛有些苦恼 但还是说道 我爸 我妈 真的常住日本了 以后很少再回来 没错 你如果一直留在魔都 可能二十年 见不到他们 二十年 怎么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钱蕾木的父亲 是银行家 企业家 你自己也有 密电所工作的背景 这件事有些麻烦 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让我好好想想 秦湛在密电所工作了五年 自然明白国内的形势 他虽然不参加军统 中统的事务 但也亲眼目睹 特务拷打 杀害不同里面的人 所以忍不住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秦迪道 这件事不急 至少还有两年的准备时间 你如果需要我的帮助 尽管跟我说 我在香港和纽约 都买了一些房产 你去了随时有地方住 而且 我和三叔在日本 有大量投资 按道理你和秦熙 都有继承权 秦湛笑了笑 我不要日本的产业 都留给秦熙吧 我现在吃喝不愁 对生活没有更多要求 钱磊木在做什么 他进了四名银行 当了副行长 秦迪只是给秦湛提个醒 不想让他到时候焦头烂额 此后过了一周 张乃景来到秦府 张乃景是聪明人 一直紧跟秦迪 类似的话题早就请教过 所以提前把女儿张怡然 和儿子张绍青 送去美国留学 他告诉秦迪 正准备将三家工厂出手 其中缝纫机场已经卖掉了 但是民生汽车厂有些麻烦 因为投资汽车需要大量的资金 不是普通商人敢介入的 原先张家和秦家 各占50%的股份 后来因为抗战爆发 政府插手协助工厂搬迁 借机拿走了40%的股份 所以张家和秦家 目前各占30% 因为张景将年纪越来越大 所以他把30%的汽车股份 直接交给了张乃景 因此 这部分资产 算是张乃景个人的 不管怎样 经过十年的发展 因为生产军用汽车的缘故 民生汽车的规模 扩大了许多倍 目前总股本上亿了 当然 这个上亿是按照 以前的银元来算 如今 法币贬值一塌糊涂 没办法作为衡量的单位 他跟秦迪请教 这可是一笔大钱啊 换算成美元 也接近4000万 如果就这么舍弃 我心不干 秦迪道 你说的没错 目前的中国 能承受这么大损失的 恐怕没有几个人 张乃景问 你准备放弃了吗 天底下 有你这样的冤大头吗 秦迪微微一笑 趁着国民政府 还没有崩溃 我们把民生汽车运作上市 你还能抽走一部分资金 我的钱就烂在里头了 不准备再动 现在上市 有没有难度 你我连在一起 控股60% 而且政府也希望上市 要不然 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笔死钱 张乃景眼神闪烁 道 我找人安排这件事 争取尽快办成 越快越好 原本他还没那么急 因为清白党的重点进攻失败了 他比一般人感觉敏锐 所以意识到 其中的危机 不能再拖下去了 于是 接下来经过两个月的运作 民生汽车厂上市了 张乃景费尽心机 也只抽走了不到三千万美元的资金 因为这时候的股市并不景气 他跟秦迪抱怨 我还是下手晚了 应该提前一年动手 可以多拿一千万 秦迪撇嘴道 你算不错了 我投资这么多厂子 压根没抽走一分钱 哼哼 谁叫你财大气粗呢 拔下一根汗毛 都比我的腰还醋 人无外财不负 马无夜草不肥 我知道你在美国股市崩盘的时候 赚了大钱 这已经过去十八年了 你城里的那些个公司 估计也都发达了 真是望尘莫及啊 其实 秦迪言下之意 是说自己抢了很多金银财宝 暴露在外面的 只是金山一角 但是 张乃景不知道这些事 将他的话理解做空大赚了 不说别的 就说秦迪从欧洲 抢了上万幅名画 还有包括彩蛋在内的那些艺术品 这个钱该怎么算 到底价值几何 想想这事 他也觉得头疼 因为这些东西 暂时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出货 看来 我除了纽约的两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外 还应该在香港成立一家 把家世德和苏富比 踩在脚底下 这件事倒是不急 等到五十年后 再弄也不晚 张乃景笑道 你知道吗 我在纽约买的那座豪宅 价格翻了五倍 更重要的是 它的位置很好 位于马哈顿地区 一边淋水靠近哈德逊河 这样的豪宅很稀少 平日里想买都买不到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在美国成立的三家房地产交易公司 一个目标集中于大纽约地区 一个主攻东南的海滨别墅 还有一个专注于旧金山和洛杉矶 这么多年过去也不晓得业绩如何了 实际上 这些公司每年都有审计报表电传过来 但是报表也有作假的可能 幸亏还有顾思思每年一次的巡查 所以这些公司的状况都还可以 而且 鉴于他在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 还有两亿美元的存款 这些存款除了持有美国长期债券之外 只能作为现金储备 因此收益比较低 此前他觉得存款太多了 所以 先后给纽约的房产经理 增加了两次资本金 每次追加资金都在1500万美元 经过18年的运作 目前他在纽约持有的房产 总价值超过1.3亿美元 其余两家房产公司的资产比较少 大约在3000万美元以上 换句话说 他更看好纽约房价的上涨 纽约跟21世纪的魔都类似 房价呼呼呼的涨 等到将来 哪怕在那里有一个停车位 每天也会有不菲的收入 除了花旗和摩根银行外 他在汇丰银行 查打银行 瑞士银行 还有一些存款 加起来也有2亿美元 这些钱都是他从金融市场上赚来的 部分来源于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 部分来源于1933年白银法案的期货交易 还有一些是长春藤药业公司 和蓝天食品公司赚的钱 至于说 他从菲律宾 德国 日本抢来黄金 白银 珠宝 艺术品 99%都躺在那须葫芦里 但是他从朝鲜银行 和宝岛银行抢来的金银 还没花完呢 更何况 他还从东三省 金陵日军运输船 以及15家摩渡银行 9家香港银行 得到大批财物 可以说 整个世界的福财 几乎被他囊括了10% 当然 这指的是福财 不包括土地 矿产和劳动人民 每年创造的财富 真正的好如烟海的财富 乃是数十亿人民的创造力 以及每一寸大好河山 你有再多的钱 也买不来大片领土 甚至连一个稍微大些的岛屿 都拿不下来 比如说海南岛 或者崇明岛 谁敢买 谁要敢买呢 秦敌倒是想买下潭香山 但这属于白日做梦 随着抗战的结束 秦敌行事很小心 甚至连进口粮食的规模都很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干涉到政局发展 试想 如果国统区人人有饭吃 老百姓安居乐业 那么解放战争 还怎么进行下去 正是因为有这些顾虑 所以他干脆不读书 不看报 不听收音机 否则 看见老百姓挨饿 他心里也觉得不爽 可是即便如此 还是在家人闲聊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 聊到政局的变化 于是 没过多久 秦敌又带着燕雪 和顾如梅躲到铜摆洞天 修炼去了 秦敌传授他们 福 镇之道 和基础剑术 他还教了燕雪落水星法 和云水大道 教了顾如梅筑机器的 仙音功法 这些功法 每一种都学无止境 他传授的 只是基础法门 那么 啥时候才算真正的登堂入室呢 至少也得超越地仙才行 从筑机网上 要经过金丹 原音 不虚 和道 然后才到地仙 可以说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地仙之上 还有灵仙 天仙 祖仙 金仙 仙王和仙帝 就算是仙帝 还分成三十六阶呢 修仙 无止境 路漫漫而修远 他们这次闭关修炼的时间比较长 直到年底才出来 第362章 金缠脱鞘 在这半年之中 国内发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 七月上旬 某一天的下午四点 北平斯立惠文中学西楼 不慎失火 师生 急急召消防队 消防队一进校门 急索要三十根金条 遭聚后便认火势蔓延 后又对一正在救火的教师说 假如你们早点决定 这点火不成问题 晚时时许 火方熄灭 然而 这座有160间房子的四层高楼 已化为灰烬 这件事说明什么呢 说明清白党管理下 各个部门的贪腐程度 就连消防员都索要金条才肯救火 可以说烂到戈儿上了 8月下旬 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 应邀向清白党重要人士发表讲话 严厉批评政府军事上的无能 和各级官员普遍的贪污和缺乏效率 清先生认为 魏德迈的声明 是暗指他无力领导中国政府 因此提出抗议 9月 清白党政府任命宋子文 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然而有20余名监察委员反对 建议争其财产 以充国库 11月 国大选举丑闻叠出 国政府为了显示民主 要求427名 已当选的清白党代表 让出代表资格 分配给青年党 民主社会党 及社会贤达 这一新规定 使得充满大量舞弊情势 和不法行为的选举活动 更是掀起轩然大波 12月 国统区的物价向脱缰的野马 一年之内 物价狂涨6次 上涨最烈的是米价 已达每单110万元 比年初的6万元 已上涨了19倍 而在前线战场上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就像一根钉子 扎在敌人心腹间 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 将敌军压在长春 沈阳 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至此 有些明眼人 已经看出来了 民国政府越来越惨淡 前景已经很不妙了 不过这年月 真正要想逃走的大富豪狠手 因为战争进行的 年数太多了 从军阀混战 到抗日战争 先后持续了20年 打来打去 不还是那样 大多数中国人 都不喜欢背井离乡 所以 宁肯待在家里 死都不愿走 秦敌的父亲秦汉成 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若非出于无奈 他才不愿意离开呢 周晚看了一些开明的书籍 心里隐隐期盼 全国解放的那一天 至少能见到女儿秦月 他作为医生 一辈子就过无数人 看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中 各级官僚十分腐败 对国民政府也有些不满 不过 人性很复杂 譬如说秦敌本人 你说 他屁股坐在哪一边 他作为民国首富 虽然在香港 澳门 新加坡 美国 日本都有产业 算是狡途多窟 但并不会长年待在国外 他大多数时间 还是会隐居在国内 因为国内有 适合修炼的洞天世界 他倒是想一直待在国内的 不过他身上有几条原罪 比如说 巨额财富 资助清白党 国军中将 秘密之音 勾结青帮 海外关系 私藏电台 行踪不明等等 每一条拿出来都不是小事 让他不得不隐居避世 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大熔炉 会把所有的破铜烂铁 全部融化 就算有少许金子 也会被融化 这是整合民心的必要过程 虽然有些激烈 但若不如此 无法打破旧的传统 所以 秦敌不想躺壁当车 还是躲在一边 比较好 1948年元旦 秦汉城又从日本返回摩都 秦家数十口人 难得的聚在一起 包下 老伴摘户上餐厅 主桌位于最里面的包厢里 坐着秦汉梁 秦汉城 秦汉戌 秦敌 秦木 秦剑 秦伯 这些人各有各的情况 各有各的心思 九过三巡之后 开始议论纷纷 战争没完没了 何时是个尽头 物价飞长 下面的老百姓没法活了 我每天听收音机 一会儿说国军赢了 一会儿说市军赢了 越听越迷惑 到底谁占上风 学生游行 罢课 说什么 反饥饿 反独裁 我反正觉得 魔都越来越乱 还不如抗战之前呢 秦敌只是喝酒吃菜 静静地听着 却一句话都不说 别人都拿眼睛瞧着他 等着他发话 秦剑坐直了身子 看着秦汉城 说道 最近又开始闹粮荒了 粮食价格飙升 可我的面粉厂却停工了 二叔 我想问一下 粮行的生意 你们还做不做 秦汉城答道 做 怎么不做呢 去年 我们还进口了八十万吨粮食呢 秦伯道 太少了 这一点粮食 还不够塞牙缝的 很快就被人买光了 秦汉城道 这事儿 你得问阿迪 我老了 管不要那么多 二叔 你看着一点都不老 我都七十了 怎么还不老 你看我爸 那才叫真的显老呢 秦敌看了大伯一眼 发现他头发全白了 面容也有些枯狗 经不住微微皱眉 道 怎么老这么快 我不是让燕雪 送过去两根人参吗 秦伯道 其中一根 被我爹拿去送人了 另外一根被切开 大伙每人分了一小结 哼 送给谁了 魔都市长吴国珍 送给他做什么 秋后的蚂蚱 还能蹦他多久 这个 这时候 秦汉梁笑了笑 摸了摸销售的面颊 道 我已经七十五岁了 到现在还能走路 已经不错了 阿滴 我知道你有些门道 你帮我看看 还能活几年 秦敌定睛瞧着他 道 少则五年 多则七年 秦汉梁哈哈笑道 能活到八十岁 够了 够了 秦牧三兄弟都没说什么 反倒是秦汉成和秦汉叙 有些难过 秦汉成问 阿滴 有没有办法 让你大伯多活几年 秦敌摇头 心道 活那么久干啥 再过七年刚刚好 口里说道 大伯早年太辛苦 折损了杨寿 再想弥补 已经来不及了 秦汉叙叙了口气 眼睛望着秦牧三人 心里有些不满 因为他吃了秦敌提供的人参 这两年 身体有明显改善 按照他的切身体会 吃一株人参 至少能年轻三岁 也就是说 如果大哥吃完两根人参 有可能延寿六七年 然而这样的好事 竟然被他们错过了 接下来 众人梅姿梅味地喝酒 过了好大一会儿 秦汉良忽然问 阿滴 你是不是正在卖房产 前些天 我听人说 就连百乐门那块地 都已经转手给别人了 秦敌淡淡地道 是啊 趁现在房价飙升 我想全部清空 以后不做房地产了 秦伯笑道 依我看 摩托的房价 还会一路飙高 根本就没有尽头 秦健也道 是啊 过去数十年 房价啥时候停止上涨呢 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将来魔度的发展 还会蒸蒸日上 秦敌不吭声 心想 我卖房子 不是为了收回本金 而是为了减少罪状 多一处房产 就多一分原罪 你们知道啥啊 因为彼此之间 以前闹过矛盾 所以他不愿意多说 免得再一次走漏消息 被人刊登在报纸上 这两年 自从清先生 帮他树立了正面形象以来 他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 越来越少了 媒体最喜欢猎奇 反之 如果平平无奇 也就没有新闻 秦汉良问 阿迪 你最近怎么变老实了 卖了房产 留下大笔的现金 你准备投资什么行业 秦迪总总监 大伯 我也48岁了 老了 不想干了 我准备找个地方隐居 秦汉良笑道 你瞧瞧自己的模样 看上去还像20多岁 哪里有一点老太 在场之人 就属你最年轻 秦木也道 是啊 我比你大十岁 还在每天忙碌着 秦伯呵呵笑道 我看阿迪赚的钱太多了 所以没有了上进的动力 秦剑道 我听袁龙说 你准备关掉凤凰城 那个消金窟 那可是最赚钱的生意啊 怎么能将它关闭呢 袁龙还说 你在澳门建了家赌场 规模比凤凰城还要大 那又是怎么回事 秦汉良有些惊讶 有这种事 如此说来 阿迪卖了摩都的房产 是准备将资金转移到澳门 澳门地处偏僻 怎么能跟摩都这样的大都市相比呢 秦迪道 大伯 澳门的赌场由杜老板负责 我只是出了少量的钱 算不上转移资产 秦汉良道 也对 在澳门建赌场 地价便宜 应该花不了多少钱 秦牧问 阿迪 我手里有一笔闲钱 你给出个主意 做什么买卖比较好 秦迪道 大哥 我现在不读书 不看报 不听广播 你问我 我也不晓得 这些东西 不需要明说 俗话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亦为春 你看人家张乃景 因为跟的景 秦迪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所以资产蒸蒸日上 秦迪不想对三个堂兄说实话 他只要不声不响地提携 两个侄子就行了 秦元空是秦木的儿子 秦元龙是秦剑的儿子 只要这两个年轻人 游离在外 秦木和秦剑名下的产业 都可以舍弃 这也算是一种 惊蝉脱鞘的手段 第363章 民国院士 时光匆匆 转眼过了三个月 1948年3月26日 中央研究院 金吴记名投票 选出首届院士 这也是民国时代 唯一的一次评选 总共81名院士 其中包括陈醒生 华罗庚 苏不清 吴大游 朱家华 李四光 朱可真 毛以生 同地周 冯友兰 胡适 陈寅克 傅思年 梁思勇 郭沫若 董作斌 梁思成 马银出 陶梦河等人 不用说 朱婉和秦陵 也位列其中 如果诺贝奖 获得者成不了院士 那显然会成为一个笑话 如果秦月 留在魔都的话 也是有希望成为院士的 但因为 他身处宝塔山 所以被剥夺了 平选的资格 虽然说 这不是新中国的院士 但它的含金量很高 有很多人堪称 大师 而在一个甲子以后 中国拥有800位院士 人数增加了十倍 恐怕有不少烂鱼冲树之途 阳光明媚的春日 晴笛和雁雪 又来到香港 这时候 经过一年半的建设 山顶别墅已经完工了 这座别墅 地上部分有三层 地下还有三层 每层650平方米 建筑面积3900平方米 加上院子 总共占地12亩 覆盖了一个小山头 秦笛这次过来 首先要做的是 在山顶设立大镇 将整个山头笼罩起来 然后从那须葫芦中 牵引出十几条微型灵脉 这些微型灵脉 都是从国外获得的 其中 七成被他牵引到 武夷山洞天了 剩下的都锁在 他这座别墅周围 这些灵脉 能为大镇提供支撑 不需要零食 就能让大镇保持运转 秦笛设置的大镇 有三层 最外层是云雾镇 中间是尼宗镇 里面是金顿镇 云雾镇在周围形成迷雾 让山巅变得云雾缭绕 就像海市蜃楼一般 但它的顶部是可以调节的 能够让阳光穿透进来 尼宗镇也就是鬼打墙 外人如果想闯进去 在里面绕半天 还是会绕出来 根本找不到进去的道路 金顿镇则是真正的防护镇 将所有攻击挡在外面 秦笛已经是金丹真人了 按理说他能构筑高阶灵镇 问题是高阶灵镇 需要大型灵脉支撑 就凭他引来的这些微型灵脉 没法让高阶灵镇发挥出威力 因此 他又从杜蓉那里 要来他记载下来的灵脉位置 从沿海小岛上牵引来十几条微型灵脉 到最后 他的别墅周遭锁定了27多条微型灵脉 假以时日 能融合为两条半小型灵脉 那样 他设置的三道大阵 就能发挥一部分威力了 即便是金丹真人也没法闯进来 燕雪在院子的角落里 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 包括龙眼树 柿子树 荔枝树 橘子树 梅子树 十二亩土地有多大呢 比足球场稍微大点 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长105米 宽68米 面积为7140平方米 而十二亩则是8000平方米 相当于边长90米的正方形 这么大的地方 沿着边边角角 能种不少树呢 秦迪还在这些果树的外边 种了一圈的山茶花 因为有灵气的缘故 这些山茶花会长得特别高大 拿来做篱笆墙还是不错的 距离山巅别墅不远 还有几块规划好的宅基地 其中有两处正在盖别墅 那是属于杜蓉和杜兰的 另外两处属于固如梅和固如虎 暂时还空着 再往下 沿着白家道 还有500米长的距离 都属于秦迪所有 将来每隔25米建一座别墅 两边相对 能建40栋别墅 至于说白家道 剩下的1.2公里 秦迪并没有全部拿下来 而是留给了其他的富豪 但是秦迪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从今以后 那些各富豪 只能抬头仰望高处 看着云雾缭绕的山头发呆 高山杨旨 踏儿观旨 私人独居山巅 始终都是传说 按理说 秦迪建好了豪宅 该请个管家才对 不过他并没有请任何人 他准备等将来 把笑天犬带过来 然后从古蜀洞天中 弄两只杜鹃鸟 帮着看家 将山巅别墅整理好之后 秦迪召见周明 赵昌 乾隆和尤龙 了解各项工作的进展状况 乾隆禀报说 赌场再有半年就能完工 明年可以正式投入运营 但是 独家经营权 还没有拿到手 秦迪道 这件事 我已经交给杜岳生了 包括赌场的运营 全部交给他负责 你只要建设完毕 就可以抽身出来了 乾隆公身道 明白了 先生 秦迪又道 等你空闲下来后 我交给你一个活 筹建一家大型拍卖公司 将来让你做经理 一直做到退休为止 多谢先生 随后 周明和赵昌分别汇报工作进展 说 两家大型酒店正在建设中 针对平民出租楼的建设 也已经开始了 另外 游龙则说 他又买了一些房产 持有的房产达到了一千栋 游龙说道 先生 您看还要不要继续买进 秦迪道 未来十年内 每年买入二百栋 再加上自己修建的房屋 只租不卖 十年以后 再改变策略 游龙公身道 谨遵吩咐 秦迪的目光 从四人面上掠过 道 诸位都已年过五旬 不服老不行 你的子女中 若有能干的人才 可以引进公司里来 乾隆面露喜色 我有三个儿子 二儿子大学毕业 头脑还算灵活 剩下两个不行 老大是书呆子 老三不正干 游龙探道 我有两个儿子 一个跟着杜老板 另一个是军人 虽然只是小连长 我让他退伍 他偏不听话 周明苦笑道 我有两个姑娘 一个已经嫁人了 另一个二十岁 不肯嫁人 老想出来做事 我把他叫来 行不 秦迪笑道 当然可以 就算嫁人了 也还能出来做事 赵昌道 我有两个侄子 一直跟着我 已经干了五六年 有他们帮忙 我能省不少心 秦迪点点头 再过几年 等你们接近退休时 把此职带来 给我建一建 如果比较能干 我会重用他们的 多谢先生 秦迪又道 今后我们投资的 不单是房屋 其余的公共设施 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 游艇码头 大型停车场 歌舞会馆 在跑马场周边 开一家会所 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你们先请人做调研 然后将项目传给我 我会拨出额外的资金 四人都露出兴奋的神色 看样子接下来 能大展身手了 按照以前的老规矩 他们若能完成额外的任务 都会得到不少的年终奖 除了这四人之外 秦迪手下 原本还有孙盛和李晨 两个住手 目前孙盛在四川扫尾 李晨在魔度工作 虽然抗战胜利了 原先在四川的企业东迁 但是有些东西 没办法迁走 比如说 在重庆修建的房屋 还有一些工厂设施 都需要处理 不能一走了之 秦迪保留了成都的纺织厂 和重庆的制药厂 这些都依然留在当地 孙盛主要负责将 那些空置的房屋卖掉 因为大量人口离开重庆 所以卖房子很不容易 纯粹是辛苦活 而在此之前 秦迪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孙盛和李晨都说年纪大了 不愿离开乡土 所以秦迪没让他们来南方 第364章 我想长生 按照杜荣提供的地址 在东南亚也有一些灵脉 因此 秦迪和雁雪去了南洋 从菲律宾到印尼 再到巴布亚 新锦内亚 这一趟行程 整整花费了半年时间 但是他们的收获也很丰富 单是小型灵脉就牵引了三条 微型灵脉的数量 达到40多条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无人的荒岛上 顺便砍伐了一些紫檀木 花梨木 鸡翅木 铁栗木 黑檀木 这些树木都生长了很多年 以后随着人类的繁衍 珍稀树木会越来越少 最后他们折返向东 沿着越南海边往北走 这一路上 秦敌牵引了几条微型灵脉 还顺便采购了一批越南沉香 中国古书上说的战成沉香 也就是越南沉香 在古代 土人砍着下来 既以岁年 朽烂而心结独在 至水中则沉 故名曰沉香 赐不沉不服者 曰裸香 越南的沉香 其味清香 含少许四花飞花之香味 并有淡淡的天然凉味 越南沉香和紫棋南 结于其当地的蜜香树 蜜香树木质很松软 它的皮脂线 散发着淡淡的甜香味 采香人踢小片树皮文枝 即可辨别是否为蜜香树 等他们回到香港的时候 已经到了九月中旬 秦敌将一部分灵脉引出来 埋在山顶别墅的周围 使得大镇中灵气弥漫 变成了真正的洞天福地 然后他们经过武夷山洞天 将砍伐的木料和购买的沉香丢在里面 又把剩下的灵脉牵引出来 让小世界中的灵气进一步提升 十月一日 两人出现在魔都秦府 这时候秦家依然如故 然而外部的政局 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早在1948年7月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 就攻克了滚州 控制了山东大部分地区 8月19日 清白党政府估注一致发行金元券 按规定 法币450万元折金元券一元 黄金美式两对金元券350元 白银四两对金元券三元 银币一元对金元券两元 美金一元对金元券四元 金元券发行总额以20亿万元线 政府发行金元券 本想用政治力量来收对人民持有的经营 外币实行管理制经济 但收对政策遭到各地顽强抵制 很快失败 政府不得不对收对办法一改再改 货币发行量一加再加 令金元券壁质暴跌 通货再次膨胀 物价加速飞涨 壁质改革适得其反 加速了经济的崩溃 9月12日 东北野战军开始了辽省战役 9月16日 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战役 全监守敌10万余人 秦敌回来的时候 辽省战役正在进行中 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也近在眼前 未来的三个月 将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期 虽然如此 身在江南的老百姓 还是能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军胜利的消息 只有少数人意识到 清白党兄多吉少了 秦汉成的心里很不安 市面上出版的报纸 都被他买回来一张一张的琢磨 他虽然不是政治家 但却是留学英国的企业家 能分析出局势是好还是坏 阿迪 你说说 是不是要变天了 不说别的地方 单说摩都 最近就发生了好几起强米事件 天哪 这不是别的城市 摩都可是远东第一大城市 在这里都发生多次强米的事件 说明国家乱成了什么样子 秦敌道 爸 未来的局势 我已经跟你说过 该来的总会来 这是大势所趋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对我们秦家而言 则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阿迪 你去半年 做什么去了 我在香港盖房子呢 爸 等到明年春天 我再带你过去看看 房子盖得很漂亮 再漂亮 我也不想去南方住 粤语都听不懂 我去那里做什么 晒太阳总可以吧 鸟语花香 风景宜人 哪里都能晒太阳 咱家这个花园 也吸引鸟雀 蝴蝶过来 已经变成魔都异景了 哼哼 你若是不走 我准备 将三叔的房子推倒 继续增加花园的面积 不行 你三叔还会回来住呢 秦敌道 三叔说他元旦回来 住三个月就走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回来 下一次要等三十年后了 秦汉城吃了一惊 我今年七十岁了 能活到那时候 说这话时 他的心里很是悲哀 道 再过三十年 我一百岁 就算还活着 那也是耳聋眼花 看见老三 也认不出了 秦敌安慰他道 放心吧 我会让你耳不聋眼不花 渐渐康康活到一百二十岁 秦汉城叹了口气 阿迪 你相信人能长生不死吗 秦敌反问 爸 你想长生吗 我这个岁数 是不是太晚了 的确有点晚了 但我有秘法 在你临死的时候 收拾你的魂魄 帮你转世重生 不过 因为种种原因 这么做的成功率不高 而且 我妈是信天主的 她如果不改变信仰 我没法帮她施法 如果失败了会怎样 要么魂飞魄散 要么丢失部分魂魄 转生不全 变成白痴 魂飞魄散倒是不怕 变成白痴 那就不好玩了 不过 既然是白痴 也无法体会到痛苦 我说的对不对 爸 你只要动员我妈 改信道教 树立长生不死的信念 后面的事交给我 这 这可不容易做到 秦敌道 你要是做不到 我就没法子了 反正 你们俩拴一根绳上 你想一个人长生 让我妈独葬孤坟 那肯定不成的 而且 修仙这条路 并不容易走 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 每走一步 都会遇到磨难 如果信念不坚定 很难修成正果 秦汉成道 那我再考虑考虑 反正离死还走 对不对 秦敌道 也不完全对 你若想长生 就要提早进入状态 打个比方 有的人一辈子吃斋念佛 有的人临时抱佛脚 你说哪个人 更有希望踏上极乐净土 所以我给你15年的时间 如果15年内 你能说服我妈 那我就倾尽全力助你转世 否则 美托后一年 成功的希望越发渺茫了 秦汉成咬牙切齿 我试试看 能不能让你妈改变念头 第365章 民国败落 秦敌也没想到 父亲早些年不开口 都已经70岁了 忽然萌发出 想要长生的念头 或许人越老越惜命吧 这就像秦皇汉武一样 年轻时意气风发 到老了 不都去寻找方式了吗 其实 即便只有父亲 一个人想长生 秦敌也是会帮忙的 他之所以说出那些话 是想给父亲增加压力 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成 那说明修仙信念不坚定 还是别转世重生的后 只要有充足的信念 总能创造出种种奇迹 于是从这天开始 秦汉成就开始死缠烂打 对朱婉进行骚扰洗脑了 首先 他让朱婉辞去一切工作 什么国立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不做了 什么慈安医药专科学校的校长 换给别人做 什么慈安连锁医院的总负责人 不干了 不干了 然后他翻遍古籍 寻找长生不老的故事 一一讲给朱婉听 朱婉被他磨得没办法 只能静静地听着 当然 这个工作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 信仰的转变 哪能那么容易 燕雪也从中帮忙 带着母亲和两个娃娃 去向婉堂 朱婉阁 普陀山以及江南的道观 佛寺游览 至于说 带朱婉去小世界 情敌暂时不想那么做 10月5日 华北野战军发动太原战役 15日 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 同一天 山东军区部队攻克烟台 除青岛外 山东全省解放 19日 东北角总副司令 兼第六兵团司令 正栋国帅 新编第七军投城 22日 中原野战军 占领郑州 26日 国军精锐 廖耀香兵团被监 11月 魔独强米事件 愈演愈烈 总计超过百起 参加人数在2万以上 5日 美食馆宣布 即日起撤退精灵 浦口 江苏 安徽等地的美军眷属 从11月6日起 淮海战役开始了 13日 蒋介石的文胆 陈布雷自杀身亡 年58岁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 熏陶下成长 是为知己者死的观念 根深蒂骨 抗战胜利以后 他察觉清白党的政治黑暗 官吏腐败 经济凋敝 丧失民心 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 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地 被作为人民公敌 陷于全民的包围中 这时 那个从业而终的封建思想 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 面对现实 他感到绝望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 使他的健康状态 每况愈下 于是他吞付安眠要自杀 陈布雷死后 大赤党评价其为顽固的反革命分子 清先生追授他为当代完人 值得一提的是 陈布雷的女儿是大赤党员 11月18日 80万东北野战大军突击入关 包围副作义的军队于唐山 唐姑 天津 22日 黄伯涛兵团在新安镇碾庄须被监 29日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进行平津战役 至此 清白党在长江以北 大势已去 长江以南开始人心惶惶 12月 金元券贬值 魔都市民征先兑换美金和金银 25日 李宗人与城前主张和谈 要求清先生下野 同一天 大赤党开猎头等战犯名单 共计43人 27日 存放在精灵的大批故宫文物第一批 第二批起运台湾 美军则开始登陆魔都撤侨 战局发展到这个地步 但凡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清白党完了 很多的官僚资本家开始考虑后路 但也有人寄希望于画家而至 不管怎样 魔都的房价开始暴跌 股市更是跌得一塌糊涂 1949年元旦这一天 张乃景来到秦府 心有余悸地道 我幸亏抽身及时 否则现在想撤也撤不了 秦迪问 你撤出的资金已经转走了吗 放心 我已经转走了 这次我是悄悄撤退的 连张家其他数百兄弟都没有通知 你知道我们张家也很复杂 跟其他的家族相互勾连 千亿发而动全身 所以我干脆谁都没通知 就把企业房产都卖了 我只知道张家这么多人里 最狡猾的是你大伯 他应该有动作 对不对 没错 他抽走部分资金 离开魔都 前往纽约了 有他在纽约 我倒是不担心 女儿怡然的安全 阿爹 你说 我该啥时候撤离 秦迪道 你爱啥时候 走都可以 但是我姐不能走 张乃景吃了一惊 什么意思 你姐不跟我一起走 那我家岂不是散了 秦迪道 你可以先走 用不了一年半载 我姐也会过去 到时候 我亲自送她走 为什么还要 留一段时间呢 因为要见证历史 作为三次诺贝奖获得者 中国杰出女性的代表 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你这话 我听不懂 总而言之 过段时间再走 历史会记住那一天 究竟是哪一天 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保证她的安全 你放心 过了一会儿 张乃景问 你的房产 都已经清空了吗 秦迪点了点头 除了凤凰城以外 全部专手了 为啥留着凤凰城呢 因为没有人接盘 我准备把它改成少年宫 什么是少年宫 就是青少年活动基地 聘请一些老师 教小孩子读书 绘画 音乐 下棋 张乃景清亨道 将赌场变成少年宫 你倒是想得出 你是不是还想亲自当老师啊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真有这个想法 办一个围棋班 就当消磨时间了 你不是在香港建好别墅了吗 难道不过去住 一直空在那儿 哈哈 再说 一切尚未确定 秦迪还准备带父母去湘江一回 在见识到 洞天伏地一般的山顶别墅后 不晓得 他们会不会改变态度 如果父母还是坚决要回来 那么 秦迪今后大部分时间会留在国内 如果父母愿意留在湘江 那么他的行程也会发生改变 可能满世界四处乱窜 老实讲 秦迪是想让父母留在湘江的 毕竟魔都灵气匮乏 而香港新建的别墅灵气丰富 更容易健康长寿 第366章 三封妖景函 随后 秦迪送走了张乃景 召见弟子杜月生 和两个侄子秦元龙 秦元空 杜月生修炼了妖修功法之后 整个人变得年轻了20岁 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 他笑着禀报 先生 澳门的赌场建好了 我已经拿到了独家经营权 准备春节过后 正式开业 秦迪问 你花了多少钱 拿到经营权 杜月生答道 总共花了210万港币 这是给澳门当局留面子 要不然 我可以打压对手 让他们不敢参加竞派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 拿到经营权了 秦迪道 你做得对 赌场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 我们该交的税 该花的钱 一分都不能少 争取长期垄断经营权 澳门当局拿了钱 也是要提高公共福利的 杜月生道 先生 依我看 清白党要完了 我准备举家南迁 顺便带走800名骨干弟子 可是又怕这么多人 到了南方以后没饭吃 赌场吸纳不了太多人 秦迪想了想 啊 这样吧 我给你一笔资金 你去澳门 香港看看 能不能修建一个码头 码头上需要大量的人手 不愁门下弟子没饭吃 杜月生大写 好 我先去考察一下 看看哪里还有天然的两港 香港后市有19个码头 澳门的码头比较少 总共只有三个 按照秦迪的想法 这时候花钱新建码头 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而且 有些县城的老码头 想扩大经营 势必要引入大量资金 有些码头的主人 甚至想把码头卖掉 所以想进入这个行业 机会还是很多的 秦迪现在不缺资金 如果缺钱的话 他可以把从德国 日本 菲律宾抢来的黄金 出掉一手部分 黄金乃是硬通货 不论何时都能换到纸币 他原本缺的乃是人手 既然杜月笙愿意出人 那就再好不过了 随后 他吩咐秦远龙和秦远空 从今以后 你们去南方生活 老婆 孩子都带着 不要再留恋魔都了 这里的赌场将永远关闭 秦远龙问 小说 我们去了南方 是不是每年都能回来一趟 秦迪道 开始两年还行 过几年就难了 那么说 我们没法见到父母了 你要是有能耐 就把父母带上 否则 只能慢慢熬了 秦迪不会说得太详细 只是吩咐两个侄子 跟着杜月笙 举家迁往南方去 但这个举家 只是他们的小家 他们的父母 看不到那么远 大概率不会跟着去的 第二天 秦迪出现在凤凰城的门口 在几家媒体的见证下 跟杜月笙签署了转让协议 从今以后 这家赌场关门歇业 作为主人的杜月笙 将凤凰城坐价 二百万美元 卖给了秦大少 其实 这就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动作 杜月笙金盆洗手 秦迪出面拿下这个建筑 日后再将其改成少年宫 这样才能树立正面形象 换句话说 黑锅让信度地背走了 这件事上了报纸以后 很多人议论纷纷 咦 别人都发愁卖不掉房产 怎么秦家还在买进地产呢 二百万美元 这笔资金不小啊 秦大少是不是疯了 兵荒马乱的 带着现金跑路不好吗 难道说 秦家看好画家而治 我听说 秦家的企业都在正常经营 秦家似乎没有逃跑的意思 奇怪了 秦家作为民国首富 为啥一点都不慌呢 你们这些人啊 一个个孤陋寡闻 你们可知道 秦家二小姐好几年都没露面 她究竟去哪里了吗 我听小道消息说 有人在宝塔山见过她 你想想 秦家脚踏两只船 一个女儿投奔大赤党 一个女儿是清白党的官员 而秦大少滑步溜丢向倪丘 啊 大资本家的女儿 竟然投奔大赤党 这倒是一件奇闻 怎么政府也不管管 怎么管啊 难道说 把大科学家朱婉捉起来 还是把秦大少囚禁起来 你别忘了 秦大少还是国军中将嘛 他给清白党捐献了200架飞机 1949年初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 中国分成南北两部分 战事暂时停歇 包括苏联和美国 都想让中国化江而至 一个分裂的国家 才不会对他们产生威胁 然而 中国的有识之士 都不希望这样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凤凰涅槃将无法实现 于是 北方一面积极备战 一面加强了对南方的渗透 这时候 有人来到秦府 送来一封信 邀请朱婉 秦陵渡江北上 秦敌将这封信压下来 暂时没有回复 随后 类似的信 一连来了三封 秦敌跟家人商量了一下 然后回了一封偿信 三月中旬 他带着父母和家人 连同姐姐秦琳 张乃景 几个小孩子 再加上徒弟顾如梅 一起南下去了香港 这一次 他把笑天拳也带上了 还提着一个笼子 里面有两只杜鹃鸟 一家人坐在船上 几个小孩子围着杜鹃鸟 张乃景对秦敌道 你干嘛带两只鸟 人家养鸟养八个 鹦鹉 你倒好 弄了两只布谷鸟 这两只个头挺大 比一般的布谷鸟 大了两三倍 有什么说法没有啊 秦敌道 我带两只鸟过去 是为了看家护院 胡扯 鸟还能看家 嘿嘿 这鸟能说人话 你信不 我不信 你让他说来听听 我怕吓着你 还是算了 你为啥 把狗也带上 是不是不回来了 还没确定 看形势发展再说 未来两个月 留在魔都不完全 所以我带家人出来避避 经过一天的行舟 次日众人到了香港 乘车登上白家道 走进山顶别墅区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绿草如荫 花团景簇 蝴蝶翩翩起舞 空气中洋溢着 沁人心脾的清香 远望去 山下港湾白帆点点 头顶视续暖的阳光 白云悠悠 蓝天碧日 院子很宽敞 四周都被绿树和山茶花包围着 正中一座三层别墅 院子里还有游泳池 甚至还有个小型的球场 供孩子们玩耍 第367章 城楼之上 看到梦幻般的府邸 秦汉成心中激动 嘴唇都为之颤抖 阿迪不一样了 跟上次来时 截然不同了 秦迪笑道 那是自然 你看看这些花草 每一刻都充满活力 爸 我跟你说 你要想长生 最好还是待在这 就算什么功法都不练 说不定也能突破桎骨 活到130岁 秦汉成心动了 我 朱婉的心情也为之振奋 阿迪 这地方真好 尤其是空气清新 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还有那些果树 这都三月份了 怎么还有果子挂在枝头呢 因为去年没有人采摘的缘故 大部分已经掉落了 当初 燕雪种下的果树 就不是小树苗 所以 在灵气的支撑下 当年就结出了果实 张乃锦不停地吸气 望着秦林道 我不想去纽约了 我想住在这 你说呢 秦林道 我无所谓 你想住哪都可以 大不了两边跑吗 张乃锦 转头望向秦迪 恶狠狠地说道 既然有这么好的地方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有没有给我留块地方 秦迪笑道 我给你留了八亩地 房子需要你自己盖 附近还给阿梅 阿虎留了地方 再往下才是杜荣和杜兰的家 固如梅笑道 多谢先生 我这就把房子盖起来 连同阿虎的一块盖好 你有钱没有 有 他作为住机修士 怎么可能缺钱呢 啸天犬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他已经开灵了 正需要丰富的灵气来提升静静了 两只杜鹃鸟 从笼子里钻出来 在果树之头飞来飞去 几个小孩子 也在院子里开心地乱跑 其中包括十五岁的王韶 九岁的张绍明和王哲 八岁的秦红和秦英 燕雪带着朱丸走进别墅里 一层一层地查看 每层六百五十平方米 简直像宫殿一样大 朱丸看完了地上三层 又去看地下三层 结果在最下一层 看见了很多好东西 数不清的西洋画 闪闪发光的阴气 俄罗斯的紫金 法国的水晶 威尼斯的花瓶 波兰的琥珀 琳琅满目 让人看得目不暇尖 他凑近去看一幅画 发现上面留的名字是伦波朗 再看下一幅 署名则是卢本斯 另外还有卡拉瓦乔 韦拉斯贵兹 华夺 布雪 法兰格纳 威廉 布格罗 大卫 安格尔 席里科 欧人 德拉克洛瓦 科罗 米勒 库尔贝 杜米埃 沃罗比约夫 萨弗拉索夫 西施金 库英之 列维坦 朱丸虽然不是画家 但是听这些人名也有些耳熟 于是问道 这都是房品吧 仿得不错 看上去蛮像样子 燕雪 明嘴而笑 妈 这都是真品 朱丸被吓了一跳 在意指那些工艺品 问道 这些呢 难道说也是真品 燕雪点点头 这也是真品 朱丸不敢看了 急急转身就走 一面走一面道 胆紧把地下室封起来 将地下两层全锁上 不能给别人看见 否则会招贼的 那可可要人命的事 燕雪笑道 招贼道不至于 别让孩子们闯进来 一把火烧了就好 其实 放在地下室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大部分都搁在五一栋天了 朱丸问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燕雪低声道 这是德国人藏在大山里的 被我们挖出来了 朱丸道 这么珍贵的东西 都应该放在保险箱里 这么大的房子 连一个看管的人都没有 你们的心也太大了 燕雪道 所以说嘛 妈 你应该留下来 别回魔都了 这个 你让我想一想 秦迪交给父母和姐姐 每人一块巴掌大的令牌 道 拿好令牌 否则出去就进不来了 实在不行 先打个电话 会有人接你们进来 张乃景问 我的呢 怎么不给我 秦迪道 你跟我姐何用一块 随后 张乃景拿了令牌 出去查看宅基地 找人盖房子去了 顾如梅则找到周明 将建造别墅的事 交给他旗下的建筑公司 周明一口答应下来 顾小姐 我们公司有十几种 豪华别墅的建筑模板 您来挑一个 要不然 我们根据地形 再帮您设计新的图纸 顾如梅刀 不用那么麻烦 我来挑一种就行 张乃景则专门找人独立设计 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两个月后 他带着小儿子张绍明 离开香港去美国了 秦迪则留了下来 1949年4月21日 渡江战役开始了 23日 解放军占领南京 同日 镇江 无锡 安庆解放 5月3日 杭州解放 16日 武汉解放 22日 南昌解放 27日 魔都解放 6月初 秦迪开着新买的英国产 60米私人游艇 带着一家人 从公海北上抵达天津 他并没有在正规的码头上岸 而是随便找个地方就上岸了 然后回首将游艇收入那须葫芦 五天以后 他们见到了秦月和王叔 一家人激动地抱头痛哭 然而 两个小孩子却显得有些局促 因为跟父母分别太久 变得陌生了 朱婉道 阿月 我把两个孩子给你带过来了 从今以后 让他们跟在你身边 秦月道 妈 你既然来了 就留下来吧 朱婉摇头 我在这里住不了几月 6月15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京召开 筹备建立新中国 9月6日 杨虎成将军在重庆 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终年56岁 9月23日 苏联时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 成为世界上 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9月21日至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10月1日 秦敌 燕雪 再加上秦汉城 三人站在天安门广场 和人山人海的百姓一起 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伟人 庄严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此时 站在城楼上的 总共有600多人 其中有三道秦敌熟悉的人影 燕雪抓着他的手臂 低声道 先生 那上面应该有你的位置 你做的贡献 都被历史埋没了 秦敌摇摇头 道 我本不属于这个时代 也不希望被人记住 你我作为修真人 该到归隐山林的时候了 燕雪问 昨日 陈淑青来找你 你为何避开了呢 因为我不想连累他 怎么会连累他呢 一言难尽 燕雪又问另一侧的秦汉城 爸 此时此刻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秦汉城的心情有些复杂 我为新中国成立而开心 又为秦家的未来而担忧 有那种请君更饮一杯酒 吸出阳光无故人的感觉 秦敌道 爸 凡是要向前看 中华民族将要复兴 我们秦家也会再起 最终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 第368章 匆匆20年 随后 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授阅部队的步兵 骑兵 坦克 大炮 汽车等 已连为单位 列成方阵 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 由东向西分列市通过天安门广场 与此同时 刚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14架战斗机 轰炸机 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 接受检阅 阅兵市持续近三小时 此时天色已晚 长安街滑灯齐放 群众游行开始了 人们热情洋溢 载歌载舞 万众欢腾 尽情地欢度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 节日的首都沉浸在幸福 喜悦和欢欣鼓舞中 这一天 在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 都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它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 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民族的发展 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三天以后 秦迪 燕雪 秦陵 秦汉成和朱婉 再加上秦红和秦英两个孩子 总共七个人 乘坐火车前往摩都 此时的摩都已经变天了 秦家的工厂还在运营中 秦迪给远在美国的老约 焊下了最后一次指令 让他进口200万吨粮食 算是送给新中国的鹤鲤 随后某天早上 秦府忽然人去镂空 秦家人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秦迪原本想办的少年宫 最终也没有办成 后来那里变成了魔都会展中心 秦府旧宅则变成了大科学家朱婉故居 朱婉阁和像婉堂 都被莫名其妙地保留下来 倒是普陀山的院子被百姓分战了 1949年11月 秦战和钱磊木 出现在美国波士顿 1950年1月 上将顾如虎和中将李弥 败退到缅甸金三角地带 后来 李弥奉赵去台湾 顾如虎掌握了其余的军队 他把缅甸军打得落花流水 在金三角站稳了脚跟 同时抢占了缅北的高拱地区 那是产玉石的地方 地下有几条灵脉 对他的修行有利 后来顾如虎面对三个解放军师的包围 只身前去谈判 当着几位将军的面 一掌拍碎三尺厚的花岗岩 让所有人感动震惊 顾如虎这样说 我参加抗战 出生入死 身上有五百多处弹痕 我杀了两位日军师团长 四位旅团长 十几位大左 无数的中左 少左 但我从来没有残杀过一个中国人 我对得起中国人民 我之所以退到境外 只是不享受拘束而已 此时的顾如虎 已经到了炼器第五重 一身横练的功夫 连炮弹弹片都不怕 面对万人围攻 也无所畏惧 后来 经过一番谈判 双方达成了秘密协议 从此之后 这支军队背靠云南 打败了缅甸和印度的联军 守住了一大片区域 再后来 他们没有中鸦片 而是靠着开采玉石生存下来 1951年 朱泽明从美国辗转回到中国 玄机参加了大杀器的研究 1954年 秦迪的大伯秦汉良病逝 不到一个月 胡英也去世了 秦迪像鬼魅一样 忽然冒出来 参加完葬礼之后 又忽然消失了 1960年 外祖母柳青病逝 秦迪又一次如鬼魅般现身 被大姨朱灵当作特务 抱上去 公安局不明究竟 派人前来捉他 然而却没有看到人影 于是公安局的人反过头来 把朱灵扣押了一个月 同年 韩将病逝 留下一本回忆录 我与秦大少不得不说的秘密 韩少奇看了大惊失色 赶紧将笔记塞到墙缝里藏起来 1961年 陈淑青病逝 在他的回忆录中 提到了南湖畔的倩饮 以及药品的来龙去脉 再加上韩城的粮仓 武器和黄金的转育 1962年 胡寿山病逝于台北 临死之前 托人送给秦迪一封信 信中有魂归故里的期盼 1968年 王叔不幸去世 秦月戈笔 自此之后 变得沉默寡言 大儿子王韶35岁 离开京师 去了新疆 小儿子王哲28岁 在父亲死后不久 就离开家门 还写了一篇文章 跟母亲划清界限 根据周围邻居的反应 自从之后 就很少看见秦月下楼了 后来又过了几个月 秦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公安局派人来查 四处走访 也没有任何的结果 最终作为失踪悬案 报了上去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很多人自顾不暇 更无心调查失踪人口 1972年2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 抵达北京 对中国进行为期 七天的访问 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 最后在上海发表了 联合公报 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 正常化的开始 1972年9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 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 1975年 清先生病逝于台北 临终遗嘱 希望将来有一天 能葬回大陆 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 虽然政治上有些动荡 但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绩 就中国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国家 经济发展机型 农业和手工业 占国民经济比重达90% 工业极其落后 仅有的一点重工业 多为列强在华设立的修理厂 以及为其提供廉价原料 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 几乎没有真正的机器制造业 更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 钢铁工业也非常薄弱 正如伟人所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 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 但是 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 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 苏联曾提出一种设想 中国的工业化 可以考虑采取金户汇的方式 即在社会主义阵营的 一定范围内分工合作 实行一体化生产 但是 新中国领导人 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 做出了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决定 具体说来 我国要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力争做到能够自主生产足够的 主要的原材料 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 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 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力机器 能够制造新式地保卫自己的武器 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 导弹 远程飞机 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 动力工业 运输业 轻工业 农业等 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 中国开始坚定不移的工业化 前期156个大项目 包括军工企业44个 钢铁 有色冶金等冶金工业企业20个 化工企业7个 机械工业企业24个 煤炭 电力 石油等能源工业企业52个 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截止1978年 中国主要产品产量是 粮食6095.3亿斤 人均633.2斤 原花4334万氮 化学纤维28.46万吨 沙238.2万吨 布330.9亿尺 人均34.4尺布 粗钢3178万吨 原煤6.18亿吨 原油10405万吨 铁路营业里程5.17万公里 木材 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各种钢材 化肥 酸碱 机床 发电量以及轻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事业等 都有显著增长 取得重要突破的成就 国防工业有两弹一星和核潜艇 尖端技术领域有杂交水道 人工合成蛋白质 返回式摇杆卫星等 这些成就为新中国的经济独立和国防安全提供了物质保障 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和民生改善准备了技术条件 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至此完成了75%就等改革开放的春风号角了 这些年中 秦敌和雁雪的足迹踏遍了全球 除了南极冰盖因为覆盖了厚厚的冰雪 没有经过认真的考察之外 其余的陆地他们都走过了一遍 这些年中 秦敌的名字一直列在全球富豪榜榜首 然而却没有知道他在哪里 他的名字之所以上榜 是因为美国的财经杂志四处挖掘资料 从上市公司股东里面找到了熊猫咨询公司 经过认真研究才知道这家公司的股东是谁 单凭熊猫公司在美国的控股 秦敌就已经是全球首富了 至于说房产公司 艺术品投资公司根本就没有考虑在内 更别提他隐藏的大量黄金了 而在日本的投资则归于秦汉旭名下 名义上跟秦敌没有关系 即便在香港秦敌也是一个隐形人 很少有人知道香港最大的娱乐公司 百代电影 百代音乐 百代电视台的主人究竟是谁 传说这些公司都是大名鼎鼎的秦大少创办的 但是很多年过去 几乎没有人看到过秦大少的身影 倒是有一位名叫秦英的少女出现了 这个秦英究竟有何来路 一般人也不是很清楚 不知不觉 香港和澳门的楼房 土地 码头 百货 酒店 赌场 跑马场 都被一股无形的势力控制着 然而这种势力的源头究竟来自于何处 一般的老百姓都无从知晓 只有顶层的大富豪 才略微知道一点蛛丝马迹 秦迪通过离岸公司的形式 掌控了香港的产业 而那些离岸公司 无需提供股东和董事的身份 再加上他和黑帮勾结 甚至控制了媒体 所以他才能深深地潜藏于地下 不为世人所知 这些年中 杜月生的名字也同样少被人提及 很多人都以为他死了呢 第369章 旧宅与捐款 随后 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授阅部队的步兵 骑兵 坦克 大炮 汽车等 已连为单位 列成方阵 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 由东向西分列士通过天安门广场 与此同时 刚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14架战斗机 轰炸机 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 接受检阅 阅兵室持续近三小时 此时天色已晚 长安街滑灯齐放 群众游行开始了 人们热情洋溢 载歌载舞 万众欢腾 尽情地欢度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 节日的首都沉浸在幸福 喜悦和欢欣鼓舞中 这一天 在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 都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他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三天以后 秦迪 燕雪 秦灵 秦汉成和朱婉 再加上秦鸿和秦英两个孩子 总共七个人乘坐火车前往摩都 此时的摩都已经变天了 秦家的工厂还在运营中 秦迪给远在美国的老约焊下了最后一次指令 让他进口200万吨粮食 算是送给新中国的鹤粒 匆匆二十年过去 秦迪和燕雪的足迹踏遍了全球 除了南极冰盖因为覆盖了厚厚的冰雪 没有经过认真的考察之外 其余的陆地他们都走过了一遍 这些年中 秦迪的名字一直列在全球富豪榜榜首 然而却没有知道他在哪里 他的名字之所以上榜 是因为美国的财经杂志四处挖掘资料 从上市公司股东里面找到了熊猫咨询公司 经过认真研究才知道 这家公司的股东是谁 单凭熊猫公司在美国的控股 秦迪就已经是全球首富了 至于说房产公司 艺术品投资公司 根本就没有考虑在内 更别提他隐藏的大量黄金了 而在日本的投资则归于秦汉旭名下 名义上跟秦迪没有关系 即便在香港 秦迪也是一个隐形人 很少有人知道 香港最大的娱乐公司 百代电影 百代音乐 百代电视台的主人究竟是谁 传说这些公司 都是大名鼎鼎的秦大少创办的 但是很多年过去 几乎没有人看到过秦大少的身影 倒是有一位名叫 秦英的少女出现了 这个秦英究竟有何来路 一般人也不是很清楚 不知不觉 香港和澳门的楼房 土地 码头 百货 酒店 赌场 跑马场 都被一股无形的势力控制着 然而这种势力的源头 究竟来自于何处 一般的老百姓都无从知晓 只有顶层的大富豪 才略微知道一点蛛丝马迹 秦迪通过离岸公司的形式 掌控了香港的产业 而那些离岸公司 无需提供股东和董事的身份 再加上他和黑帮勾结 甚至控制了媒体 所以他才能深深地潜藏于地下 不为世人所知 这些年中 杜月笙的名字 也同样少被人提及 很多人都以为他死了呢 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开始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 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1979年3月 魔都秦府老宅门口 忽然出现了一行人 其中有两位老人 和两位年轻人 两位老人 一男一女 看上去满头银发 然而面色红润 行走矫健 不晓得有多大岁数 两位年轻人 同样是一男一女 看上去不超过三十岁 陪同他们前来的 还有一位年约四巡 身穿蓝布中山装的中年人 以及一个年轻俊俏的姑娘 中年人满脸堆笑 英气地说道 秦老 朱老 秦先生 叶女士 你们看看 秦府是不是保护得很好 连同这片花园 都没有丝毫地改变 不过 这里已经变成青少年教育基地 没办法再住人了 两位老人没有吭声 只是瞪大眼睛 四处看来看去 那位年轻人便是秦迪了 他手指另一栋建筑道 陈主任 这栋房子 都有谁住在里面 中年人笑道 这里住了五户人家 全是本地的工人 秦迪沉声缓缓说道 我需要这两栋房子 物归原主 中年人陪着笑 说道 对不起 秦先生 这恐怕不行 按照国家的政策 房屋都已经收归国有 没法还给您了 年轻姑娘 则低着头偷偷撇嘴 心道 什么人啊 刚从海外回来 就敢大言不惭 一上来就说这种话 秦迪道 陈主任 我这里有张条子 你拿去交给魔独领导 看领导有什么说法 说着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张信纸 道 这只是复印件 如果领导想要原件 我这也留着呢 中年人笑着接过来 匆匆瞄了一眼 玄机大惊失色 这 小李 你陪同几位贵客 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我要去试理一趟 年轻姑娘道 是 陈主任 中年人陈汉明 匆匆赶回去 求见领导 将信件递交上去 领导看了 也同样大吃一惊 这是1945年的书信 上面有签名 这怎么可能 这上面写着 魔都秦府旧宅 像婉堂和朱婉阁 都属于秦家私有宅院 不拘何时 外人不得侵占 秦家为了买这三处宅院 早在1945年 就支付了20吨黄金 天哪 这是真的吗 秦家人好大的胆子 竟敢扯这种迷天大谎 陈汉明道 领导 对方说有信函原件 希望我们认真核实有关记录 领导忍不住皱眉 这都过去三十多年了 都逝世了 应该还有人知道这件事 那好吧 将此事电传中央 不久 这封信送到几位 大人物的桌案上 好在这时候 伯老和米谷还活着 看到信件都感慨不已 当即做出批示 此事为真 照此办理 于是秦迪很快拿回了自家住宅 三叔的房子也收回来了 对于偌大的魔督而言 这只是一件小事 最后 有些亲戚故旧找上门来 秦迪的三位堂兄 已经死了两位 秦牧和秦剑都去世了 只有秦伯还活着 那些个侄子 侄孙找上门 秦迪给每人发了五百美金 将他们打发走 因为秦渊龙和秦渊空还在 自然有着兄弟俩关照他们 秦迪的大舅朱泽端去世了 小舅朱泽民还活着 此时成了学部委员 两代元勋 两个姨妈都去世了 但还有下一代 秦迪从中挑选了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朱泽端的孙子 另一个是张鹤和朱敏的孙子 准备提携他们 其他人同样以五百美金打发走 不久 秦汉旭和惠子带着女儿秦夕 一家人回眸都探亲 秦府又变得热闹起来 众人身处旧宅 想起物是人非 故人凋零 一个个唏嘘不已 这时候 秦夕已经47岁 嫁给了王氏家族的人 王国为是浙江海宁人 早年曾留学日本 有家族成员屡居京都 家境不算太好 秦夕结婚相当于昭贼 就连儿孙都跟他性情 4月3日 秦迪来到魔都外事办 陈汉明主任热情接待了他 秦先生 你有什么要求 请跟我说 秦迪道 我在外头漂泊多年 赚了一些钱 想为国家效力 不晓得国家目前需要什么 陈汉明望着他 笑道 最缺的还是外汇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是负值 秦先生 您如果愿意提供外汇 那么一切都好商量 但凡国内生产的东西 不管你看中什么 我们都尽量满足 秦迪心想 我想买几块地皮 你倒是敢卖啊 房产政策的改变 还要过些年才行 他微微一笑 问道 目前中国有多少所大学 秦先生 您稍等 我去找人问一问 陈汉明问了一圈 才得到答案 目前有121所重点大学 487所普通大学 总共608所 秦先生 您问这个问题做什么 秦迪道 这样吧 我愿意捐献200吨黄金 按照目前每盎司600美元算 价值37亿美元 这些黄金 国家愿意卖也好 愿意留下做黄金储备也好 我就不管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陈汉明浑身俱阵 差点被吓得半死 您 不是开玩笑 200吨黄金 天底下谁能拿出来 这时候 国内消息还比较闭色 即便是 他这样的外事办官员 也不看美国的财富杂志 不清楚秦迪是世界首富 他只是得到上面的指示 说秦家是统战的对象 秦迪觉得自己躲在一边 没参加轰轰烈烈的建设 亏欠了中国人民 他在解放前就想捐献黄金 一直拖到现在 已经拖太久了 所以想把储存多年的黄金 拿出来一部分 可是好不容易开一次口 才说了200吨黄金 就快把对方吓死了 陈汉明深吸一口气 问道 秦先生 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请一并说出来 秦迪道 我要求在每一所大学里 修建一座教学科研楼 说到这里 他忽然改口道 这样吧 我将捐献的黄金增加一倍 总共400吨 我希望在每所大学里 建两座楼 一座以我母亲的名义命名 叫做朱婉阁 另外一座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 叫做汉城楼 陈汉明被他吓得又是一哆嗦 心想 这人肯定是疯了 就算有再多钱 也拿不出400吨黄金啊 再者 有这么多钱 干啥不好啊 为何拿来孤明钓鱼 秦迪淡淡地道 你把这件事报上去 如果上级批准的话 我负责将黄金 从海外运回来 这 请问秦先生 您捐这么多钱 有什么潜在的理由吗 报效祖国不需要理由 其实 他这样做 还真有潜在的理由 因为经过多年的劝说 朱婉已经答应修宪了 然而 他和秦汉城 都没有修宪的基础 就算秦迪全力相助 也不能保证会成功 因此之故 秦迪用他们的名义 在学校里建楼阁 经过学生的反复称颂 相当于积累香火了 有助于吸引天道加持 保护他们魂魄不散 说完这番话 秦迪就转身离开了 第370章 人心不平 陈汉明不敢怠慢 赶紧将此事禀报上去 结果 每一个听到汇报的人 都以为秦家人疯了 直到主管情报部门的官员 被叫来 这才揭开了秦迪的神秘面纱 秦迪 人称秦大少 生于1900年 目前79岁 按理该垂垂老矣 然而他助言有数 看面目还是青年 此人早年乃是民国巨富 曾给清白党捐献200架飞机 被清先生赐予中将头衔 他在解放前夕 拥有上千栋魔都房产 然而都在解放前转手了 随后他逃往国外 连续30余年 被列为世界首富 按照美国财富杂志的记录 此人拥有的资产超过270亿美元 他这次宣称 要捐出400吨黄金 的确有这个财力 可他捐献黄金的动机 却很难说清楚 有人恨恨地道 他手里那些钱 都是明知明高 应该收归国有 有人轻蔑地道 这样的人 为什么当年没化成战犯呢 竟然给他逃走了 真是老天不开眼 伯老拍了拍桌案 深深地叹了口气 道 你们这些小同志 年纪太轻了 不明白秦家的底蕴 也不晓得秦家 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关于这件事 在很多年前就有了结论 每年都有新的补充 小张 你去档案馆 把相关资料拿来 不久 一大落资料被取了过来 其中包括陈淑青的回忆录 寒江的我与秦大少 不得不说的秘密 张川和黄英写的 抗战谍报生涯录 米谷将军撰写的 八年抗战笔录 以及秦家遗留资产统计表 伯老挑选重要的内容 缓缓念诵了十几分钟 在场的人一个个都感到震撼不已 天哪 没想到竟然有这种事 秦先生还是红色资本家 不声不响 做了这么多 他留下的钢铁厂 依然是西部地区的经济支柱 他留下的纺织厂 已经成了魔都第一纺织厂 他留下的慈安外科医院 改成了曙光外科医院 他留下的汽车厂 手表厂 自行车厂 至今还在正常运行 秦先生对国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的母亲朱婉女士 因为研发出多款抗生素 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人 也在国外赚了大钱 我刚刚才知道 秦家三位女士 还参加了当年的开国大典 可是为何没有相关记载呢 只在某些人的传记中 偶尔提及他们的名字 这是为什么 伯老道 人家形势低调 不愿意出来表公吗 再者 他们很快出国了 怕给自己惹麻烦 有人仍然觉得难以接受 忍不住发出质问 那么 他们为何现在回来 莫非想夜落归根 为啥不老死在外头 伯老有些生气 哼 这叫什么话 只要是新系故国的中华儿女 我们都永远敞开大门 欢迎他们回来 再者说 秦家愿意捐助黄金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些黄金价值75亿美元 相当于我国一年赚的外汇 而按照他们的要求 建造几栋楼房算什么 你们说说 哪家大学不需要新的楼房 除了博老以外 现场还有一位老领导 紧接着发表了意见 刚刚博老念的 只是秦家善事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我还对一件事印象深刻 当年秦家经营的粮行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进口三千多万吨粮食 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粮仓 其中一处在四川 一处在韩城 救活了无数百姓 而且 就在1950年2月 他们离开摩都之后 还有数十条大船 从海外运来两百万吨粮食 稳定了东南地区的粮价 这一次 他们既然回来了 当然是一件好事 这时候 忽然有人惊讶地叫道 咦 这里还有一桩失踪案 秦月 同志 怎么失踪了呢 提起这件事 两位老人的心情 都有些沉重 嘴角也跟着微微抽动 过了好大一会儿 博老说道 我建议 重新为王叔同志 办一场追悼会 一个月后 秦迪领着一帮士兵 去小孤山的朱婉阁 从地下室里搬出400吨黄金 随后 报纸上披露了 秦家做出的部分贡献 说是大富豪 大慈善家 大科学家回归祖国 一口气捐助了 1216座教学科研楼 在文章的下面 还有一行字 王叔同志追悼会如期举行 一般的老百姓 对于建科研楼没有概念 不知道会花多少钱 普通学生也不晓得耗资情况 他们每天去上课 都会提及 朱婉阁和汉城楼 不由地寻思这两座楼的来历 于是他们很快都知道 民国首富秦汉城 和当代最著名科学家朱婉了 而且还知道 这两人结婚八十余年 白头偕老 至今仍健在 至于说秦大少 则依旧名声不鲜 另外 因为改革开放的缘故 秦米之音 从海外偷偷转回来 所以 有人开始提及 雪像婉的名字 他的知名度 比秦迪还要高 经过报纸的宣传 很多人都在讨论秦家 然而这年月 思想还没有解放 魔都市民都很穷 有些人从秦府附近经过 忍不住千起羡慕 极度恨 这就是民国首富 超级大富豪 善于投机钻营 左右逢源 当年没急了他们的命 没想到 去外面赚一圈 又疯疯光光回来了 你知道秦家有多少钱吗 据说两百多亿美金 这是什么概念 我怎么数不出来 后面有几个零呢 我听说 魔都第一房之厂 本来叫明州家房 原本是秦家的企业 你说 他们这次回来 会不会提要求 想要收回厂子 哼 那叫痴心妄想 白日做梦 秦迪和家人住在老宅子里 对这些话置若罔闻 秦汉城偶尔听见闲话 回来忍不住埋怨道 阿迪 你不该一回来就捐献黄金 未免显得太高调了 秦迪微微一笑 道 爸 我当年截取的黄金 来自国内的部分 大约有两千五百吨 我早就想把这些黄金 还给国家了 可是多年以来 一直找不到机会 你知道吗 现在是国家最穷的时候 如果再过二十年 四百吨黄金 将变成毛毛鱼 关于建立教学楼 顺便吸收香火的事 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因为没必要增加 父母的心理负担 秦汉城道 你既然说 要捐两千五百吨 这次只捐了四百吨 剩下的两千一百吨 怎么办 秦迪皱眉道 再说吧 或者干脆就不捐了 老实讲 他捐献黄金以后 得到的初步反馈并不好 他的功力 已经到了金丹第六重 施展天使地听之法 能听见周围 两百里内所有的动静 他知道 老百姓的羡慕极度恨 也知道 许多人不怀好意 所以他准备将行善的心思 暂时收敛 且待将来再说 这年月的老百姓 本来就仇富 他如果不加收敛的话 相当于给秦家拉仇恨 第371章 故人下落 闲来无事 秦迪走在大街上 对比30年前后魔都的变化 老实讲 在这30年里 魔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街道还是老样子 没有多少新建的高楼 因为魔都作为共和国 身上的压力太重了 不知不觉 他走到玉园 想起了张聪玉 郑振泽 旁来臣 这些活生生的面容 浮现在他的眼前 然而 所有人都被雨打风吹去了 随后 秦迪离开玉园 继续漫无目的地走 一面走一面施展天使地听之法 将自己融入到魔都这个城市中 不知不觉 他来到一个弄堂 伸手去敲房门 不久门开了 出来一个主拐的老人 老人看见秦迪 顿时惊呆了 先生 怎么会是您呢 您啥时候回来的 秦迪微微一笑 孙盛 三十年不见 你变老了 孙盛激动得眼含泪花 道 先生您请进 请进来说话 秦迪走了进去 发现房间并不大 采光不足 显得昏暗而逼色 但这不算什么 大多数人家都是这样 怎么家里没有人 老婆子死了 我跟一个儿子住 家人都出门了 这些年 日子过得怎么样 有几年比较难 现在还算好 我记得当年 临走的时候 给你留了几百两黄金 这个 先生 孙盛压低了声音道 我把黄金 埋在当年的老宅子了 后来我离开了那里 所以 黄金可能还埋在原处 秦迪道 你有几个孙子 可有成绩的人物 派个人去香港 我当年说过 在香港给你留了一处房产呢 孙盛闻言 经不住老泪纵横 先生 您太仁义了 我的儿孙里面 要说 能干得不好说 孝顺的 还能找出一两个 你后来有没有听说 李晨的下落 唉 他死了 怎么死的 还是不说了吧 他有子孙后人吗 他儿子也死了 只有一个姑娘还活着 住在 秦迪道 再过几年 我准备东山再起 再摩都做一些事情 需要一些熟悉环境的本地人 到时候 让你的孙子过来帮我 当然 你得推荐可靠的人 我这双眼睛 能看破人心 孙盛一个劲地点头 我知道 我知道 秦迪从弄堂里出来 走到渣北区 敲响了另外一户人家 屋里出来一个年轻的姑娘 年约十八 相貌清秀 问道 您找谁 秦迪道 你外公 是不是叫 李晨 那姑娘回答 是啊 不过 他去世很久了 秦迪道 那我找你妈 她在家吗 在呢 先生您贵姓 我姓秦 是你外公的熟人 那姑娘笑道 你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认识我外公 你别逗我了 秦迪微微一笑 道 这样吧 你问问你妈 当年外公死的时候 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知道不知道 一位姓秦的人 她如果不知道 我就回去了 那你等会儿 姑娘眼上房门 转身往里走 烧停片刻 门再度打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 出现在门口 上下打量着秦迪 露出惊异的神色 道 您是秦家派来的人 秦迪老先生 还活着吗 秦迪笑道 我就是秦迪 只不过 我没有那么老而已 妇人觉得难以置信 但还是后退两步 道 请进来说话 小凤 你去泡茶 哎 那姑娘答应一声 去了厨房 请坐吧 家里简陋 让你见笑了 秦迪在一张摇晃的 泰式椅上坐下来 问道 你父亲临死的时候 跟你提到秦迪这个名字 他有没有说起别的事 妇人道 这都过去很多年了 说出来 也不怕你笑话 我父亲在外面走了一天 面色苍白 气喘吁吁 回来跟我说了一段话 第二天就跳黄浦江了 我记得他跟我说 让我有一天去香港 找一个叫秦迪的先生 至于为什么找他 我父亲并没有说 秦迪叹了口气 道 请问你怎么称呼 家里还有什么人 妇人道 我叫李贤 我男人姓陈 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儿叫陈凤飞 今年上高三 儿子叫陈鹏飞 还在上初二 秦迪道 你的父亲 当年为我工作了很多年 我曾经答应他 帮他照顾后人 我记得当年 临走的时候 给他留了五百两黄金 这件事 他有没有提醒 李贤吃了一惊 摇头道 没有 他从来没说过 或者 被别人拿走了 所以他才跳江 秦迪道 过去的事 不说了 人要往前看 他取出一个信封 搁在桌子上 道 你家姑娘不错 等她上完大学 来我公司上班吧 我会让人关照她 李贤心想 大学毕业生包分配 能当国家干部 怎么能去私人企业呢 再者说 你这么忽然跳出来 我怎么知道 你是什么人 难不成让你骗走我姑娘 而且更关键的是 他始终觉得 眼前这位年轻人 跟秦迪老先生挂不上钩 或许此人是秦老先生的孙子 秦迪也没有多说 连口水都没喝 就起身离开了 李凤飞从厨房走出来 道 妈 这人究竟是谁啊 看他身上的衣服 做工很考究 似乎不是普通人 李贤道 我也不晓得 到现在都一头雾水 李凤飞从桌上捡起信封 打开一开 里面有一张制作精美的纸片 上面还写了几行字 妈 这是什么东西 摸起来手感挺好 李贤一看 猛然身子一抖 这是花旗银行的支票 我小的时候 跟在你外公身边 见过这东西 这上面写着 两万美金 天哪 老天爷 这是真的吗 妈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银行支票就是这样子 妈 两万美金是多少钱 我也不晓得 得拿到银行去问问 妈 我跟你一起去 带上户口本 他们去了附近的工商银行 银行职员看了支票 也感到很吃惊 将他们叫到一个小房间里 然后一连进来好几个人 连支行行长都来了 经过一番验证 最后告诉他们 这种大额的支票 没法一次提取出来 前后需要三天的时间 才能拿到人民币 李贤问 能换多少人民币 目前美元兑换人民币为 1.496 所以这些差不多能换三万元 母女两人的心 都怦怦地跳起来 这年月磨度的平均月 工作为65元 一年才780元 三万元等于 不吃不喝工作38年 妈 那位秦先生出手真大方 他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钱 会不会有什么后患呢 这个钱 我们敢不敢花 母女俩患得患失 精神恍惚地回了家 对于秦敌而言 李成的死 他是有责任的 这是一条人命 两万美金算什么呢 秦敌还想起了 房产经理张斌 当年魔都的房产经理 有两位 一个是游龙 一个是张斌 他想知道 张斌是否还活着 然而他施展天使的 听的手段 都没有找到 这个人的蛛丝马迹 后来 他干脆去公安局 询问这人的去向 结果被告知 此人举家搬迁到北大荒了 于是 秦敌便不去管他了 第三百七十二章 杨马人 几个月后 秦府门口又来了一家人 朱婉见了他们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王韶四十六岁 头上有了白发 带着妻子 儿女给朱婉 秦汉成磕头 然后向秦敌 验血鞠躬 说起当年的事 王韶也很激动 同时懊悔不已 我去了新疆以后 在农场当技术员 当时我妈留在京城 有我弟王哲陪着她 后来有一天 我得到通知 说我妈失踪了 我心急如焚 回到京城一问 才知道 王哲惹我妈生气了 她一个人离开家门 不知道去了哪里 秦敌问 王哲呢 她为什么不来请罪 她躲在家里 写唱回小说呢 舅舅 我妈当年 说你能掐会算 我求你帮我算算 我妈到底去了哪里 她是否还活着 秦敌淡淡地道 我算不出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王哲扑通 跪道 给秦敌磕头 后面三个孩子 也跪下了 朱婉抹了把眼泪道 她在酒寨沟隐居呢 啊 她一个人在那里 天哪 我得赶紧过去 这么多年里 朱婉和秦汉城 也没有完全 与大陆隔绝 他们在秦敌 和雁雪的帮助下 每隔三 五年都去一趟酒寨沟 当年 秦敌带着秦月 离开京城 问她想不想去香港 结果 秦月说不想去 于是被送到酒寨沟 在那里定居下来 每天写写字 还收养了一个 枪足小姑娘 秦敌不时地 拿去鼓鼠动天的大鱼 再弄几根人参 有这些不品的滋养 75岁的秦月 秦敌并不显老 秦敌想传她基础断神诀 然而秦月却无心修炼 她说自己是无神论者 于是秦敌只好作罢 外甥王韶带着家人离开了 他们此去四川 不晓得能不能劝说秦月出来 如果秦月肯出来的话 以她49年某某委员级别 该当享受老干部待遇 7月中旬 秦敌和雁雪带带着父母 跟三叔一起去北海道消暑 北海道 夏日平均气温17.5度 跟待在空调房间一个样 秦家在这里有一座温泉山庄 还有一大片牧场 牧场的负责人是谁呢 赫然乃是杜月生 这老家伙隐居在这儿 想要死后变成在天上飞的马 所以从世界各地 引进各种名马 耐心地加以培养 因为马越强壮 代表他将来越强壮 为了帮他达成心愿 秦敌亲自陪着他 走了很多地方 幸运地找到几匹 拥有费林根的宝马 然后经过杂交配种 竟然在三年前 得到一匹拥有林根的马 当时秦敌很满意 被杜月生道 这马有一丝天马血脉 你要好好照顾它 将来它就是你的化身 杜月生欣喜若狂 从那以后 将这匹马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次他把马牵过来 向秦敌请教 先生 这马已经三岁了 接下来 是不是该 进行系统的训练 秦敌走过去 摸索着马头 将一道简单的 要修功法 打进他的脑海 道 从今以后 你亲自骑着他 参加各项赛事 要参加81次大赛 经过考验之后 才能久久归真 我将要修法门 传给他了 每一次大赛 都能激发他的潜能 这也是一种 伐毛吸水的方式 杜月生大笑 好 那我就骑着他 征战沙场 秦敌问道 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杜月生道 还没有正式的名字 先生您看叫什么好呢 秦敌陈寅道 就叫杜仲吧 我建议你也换个名字 不妨同样叫杜仲 如此一来 人与马之间 更容易神魂相合 杜月生咧嘴笑道 可以 从今以后 我对外就叫杜仲了 要不然 我一个九十岁的黑帮老大 忽然现身变成棋手 传出去 会吓死一帮人 于是从此之后 世界各地的赛马场上 就有一匹马横空出世 连续征战十余年 从来没输过一场 而且 马的主人很古怪 有人出价三百万美金 想要拿他来配种 然而却被他拒绝了 秦敌问 我听说 你去年又娶了一房太太 杜月生黑黑笑道 我觉得身体还行 所以就娶了 先生 你觉得我还能活多久 秦敌望着他道 以你气血旺盛的程度 大概能突破一百二十岁受险 具体能活多久 我也吃不太准 且待三十年后再说 杜月生道 先生 我遵照你的吩咐 家族成员都已经散开了 一个孙子在西澳洲 一个在巴西淡水河谷 还有一个在阿根廷 圈了很大一块地 旧金山 温哥华 墨西哥 意大利 都有我派出去的人 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秦敌道 对了 我上次给你十幅法国画 还有二十幅荷兰画 让你试着卖 有没有卖掉 卖掉了 一部分换成法郎 存在巴黎银行 另外十几幅画 是在德国出手的 钱款存进了德意志银行 帮我买一批精密机床 运到香港去 好 我这就去安排 转眼到了1983年 秦敌未固如梅护法 在乌山洞天待了半年 帮他进阶金丹真人 一旦成为金丹真人 修炼的速度将会慢下来 截至目前 秦敌的功力 才是金丹第八重后期 燕雪则是金丹第四重中期 随后 秦敌回到魔都 闲来无事 来到无心路魔都棋院 魔都棋院归属于 魔都体育局 下面有围棋 象棋 国际象棋 三个专业队 秦敌并非不会下象棋 他因为神识强悍 算度惊人 即便下象棋 也同样能让胡荣华一个车 不过 他今天来到了围棋队 此时 骑士里正有人下棋 秦敌迈步走进去 也没有人阻拦 正在下棋的是两个年轻人 边上坐着中年人 另外还有四个少年 三个童子 在旁边看着 秦敌进来的时候 这盘棋已经下了一半 所以他也站在旁边 看了一会儿 半个小时后 棋下完了 中年人开始帮着复盘 秦敌渐渐了解到 这位中年人 乃是九段高手陈祖德 下棋的两位 则是二十三岁的六段曹大元 和十七岁的四段前宇平 第三百七十三章 棋界真经 秦敌听陈祖德讲了一会儿 忍不住干咳一声 道 错了 像你这样教棋 如何能教出真正的高手 陈祖德抬头看他一眼 眼见对方年纪不大 说话口气却大 经不住问道 你是什么人 秦敌道 你师父顾水如 当年见到 我要叫一声先生 我是秦敌 曾经写过两卷奇经 书名 为其幽名目 听见这几个字 在场的人都猛然一惊 一下子站起来 啊 你是奇圣秦敌 这不可能 秦老先生 已经八十多岁了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怎么来这里捣乱呢 看大门的人呢 怎么把你放进来了 陈祖德也道 年轻人 你要是没事 就赶紧走吧 别耽误大伙下棋 秦敌道 小陈 我今天难得有兴致 跟你下盘让子棋如何 让你三颗子 咱俩下一盘 陈祖德顿时就恼了 去去 赶紧走 普天之下 谁敢让我三颗子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秦敌冷哼道 昔年我让吴山泉三子 当时他被我杀得丢盔卸甲 你以为 自己的水平比他高多少 我今天过来 是想收一个少年人做弟子 传授我压箱底的棋术 不是过来挑你的刺 陈祖德吃一片刻没再说话 这时候 十七岁的钱雨萍发话了 这位先生 我来跟你下 让三子就不必了 我执黑先行如何 秦敌道 你先摆上五颗子 否则 一块棋也活不了 听见这话 钱雨萍也火了 快走 你再不走 我可喊人了 秦敌环顾一圈 看向在场的年纪最小的孩子 道 救你吧 你明日来秦府 我传你齐盛之道 那孩子就像着了魔一样 问道 先生 秦府在哪 秦敌道 整个魔都的人都知道 明天下午两点 务必准时到场 超过五分钟 你就错过机缘了 说完这话 他转身就离开了 在场的人都有些发呆 随即便道 长浩 你不要去 我看他肯定是骗子 是啊 这人就像孤魂野鬼一样 忽然来了 忽然又走了 怎可能是好人呢 然而 陈祖德却皱紧眉头 心里泛起了嘀咕 过了好大一会儿 才开口道 长浩 明天我陪你去 如果这人出现在秦府 或许真是一场造化呢 第二天 陈祖德骑着自行车 带着七岁的长浩 满头大汉来到秦府 一个容貌绝美的女子 打开门 让他们进去 陈祖德进门之后 看见秦迪安然坐在椅子中 心里就相信了九分 因为一般人 不会出现在这里 秦先生 对不起 昨日没敢认您 是我有眼无珠 秦迪道 坐吧 你也算是果手 坐下喝杯茶 听我说几句话 陈祖德坐了下来 那绝美的女子将茶端上来 面带笑容坐在旁边 看着那个七岁的孩子 秦迪推过来三卷书 道 昔年我编写 为其幽名录 实际上有三卷 上卷为秦仙 下卷为奇鬼 中卷为奇圣 我把这三卷书交给你 这孩子资质尚可 但我不能收他为徒 所以想请你代为传授 你将这三卷奇 金传给他 他或许能成为 中国奇界的顶梁柱之一 陈祖德翻开了中卷 只是瞄了两眼 就禁不住双手颤抖 问道 先生 这部奇金 我还能传给别人吗 秦迪问 你想传给谁 日本的NEC公司 正在筹办为奇类台赛 所以 我想将奇金传 给我国参加类台赛的棋手 可以 除了眼前的长号以外 你不要给他们讲解 因为我 这套奇金博大精深 以你的奇力 只能理解两三成 如果勉强讲解 很可能是错的 所以 你把奇金摆在那里 让他们自行钻研 能领悟几分 都是他们的造化 明白了 多谢先生 另外 我得叮嘱你一句 莫要被日本人偷走了 陈祖德猛然坐直了身子 是 我记住了 每天晚上 都把他锁进保险柜里 秦先生 昨日您说 让我三颗子 不知道以后 还有没有向您请教的机会 秦迪道 我知道你不见黄河不死心 既然如此 那我跟你下一盘 不过这次要让你四子 好吧 四子就四子 旁边 那绝美女子 将棋盘棋子拿了过来 然后对长号笑道 你年纪太小 看不懂他们下的棋 我给你拿好吃的水果 这边 陈祖德老老实实地摆了四颗子 秦迪落子飞快 几乎不假思索 陈祖德的速度也不慢 所以才过了半个小时 就进入中盘 一开始 黑棋四颗子的优势很明显 但是莫名其妙的 优势一点点减少 黑棋不敢再退让 不得不针锋相对 于是棋局进入激烈的厮杀阶段 双方各有四块棋 煤活干净 经过一番大战 黑棋被杀了十几目 于是 陈祖德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师父当年就曾经说过 秦先生的棋力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有先生您在 日本人办的擂台赛 纯粹是自取其辱 秦迪摇摇头 我不会参加比赛 能不能取得胜利 关键还看你们 另一侧 长号不停地吃着水果 看见陈九段书的一塌糊涂 忍不住看向秦迪 心想 这人的水平真高 我要是能像他那样 就好了 又过了一会儿 陈祖德起身告辞 对秦迪深深地鞠躬 陈祖德拿走齐金之后 为了保密的缘故 没有公开有关的消息 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 直到聂维品在擂台赛上 连战连结 数年之后 才有人揭开其中的秘密 那时候 齐金被锁在银行保险柜里 每隔半年 才能拿出来一天 每一次开启保险箱 他都要沐浴更衣 摘戒三日 宁神定心 才把齐金拿出来 然后 他会讲解自己 被让四颗子的惨状 警告下一代的 骑手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什么九段骑手 那都是假的 当你面对秦先生的时候 才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第374章 国宝重现 1983年7月 李凤飞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魔都第七机械加工厂 担任厂长助理 这家公司听名字很普通 但它是由勤敌出资 政府出地皮 合资新建的精密机械加工厂 里面有数百台全世界最新的机床 能够加工各种精密器件 它从一诞生 就引起了全国军工单位的关注 有些器件 比如说潜艇 卫星 导弹的关键部分 如果在别处无法加工 最后都要送到这里来 因此 这家工厂是有驻军代表的 而每一个进来的职工 都要经过正审 李凤飞原本的成分并不好 不过这年月已经逐渐取消成分 再加上他在学校递交了入党申请 所以才能被分配进来 进来以后 首先要接受保密教育 不允许泄露工厂的秘密 包括机床的型号 加工的基建 器件的用途等等 原本 政府对秦家的回归还有怀疑 自从这家精密机械厂建成以后 秦家的地位顿时拉高一大截 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高端设备禁运 这些机床就算有钱都买不到 而秦家甘冒风险 不远万里 从海外运来大量的设备 如果消息走漏的话 还可能面临外国制裁 秦家既然做成了这件事 等于为国家做出了新贡献 那就没必要怀疑 他们的动机了 魔都外事办的陈汉明几乎每隔一个月 都要登门拜访一次 问秦迪有什么新想法和要求 这一天 秦迪忽然说道 我手里有几件国宝 想要捐出来 请你帮我联系魔都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 另外 还要有媒体在场 陈汉明一听 笑道 好啊 我这就安排 时间安排在一周之后 可以吗 可以 至少要请五家媒体 请问秦先生 您说的国宝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了 也好像上级汇报 最珍贵的 乃是北京猿人头盖骨 还有一些珍稀古董 秦迪手里有大量的古董 他准备献出去的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主要是他从东三省和日本军舰上截掠得到的 至于说 他花钱买的那部分 是不会轻易捐出去的 陈汉明一听 顿时脑袋 嗡的一声 老天爷 北京猿人头盖骨 那可是真正国宝啊 怎么落到您手里了 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别说五家媒体 就算全国的媒体都请来也不为过 他急匆匆地离开秦府 迅速将此事汇报上去 七天以后 来自国家博物馆 精灵博物馆和魔都博物馆的四十多位专家 连同十几家大型媒体的记者 还有魔都本地小报的记者 总共百余人聚集在秦府门前 在远处 还有一个连的士兵 每个人都带着枪械 这些人在低声议论着 听说秦家有北京猿人头盖骨 这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 秦家名声显赫 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 如果是真的话 我们要见证历史了 赶紧准备好 把录像机打开 秦家有人出来了 开门的是位风华绝代的女子 这人是谁啊 别犹豫 赶紧拍啊 天哪 我看过民国时期的画报 它是明文天下的歌仙许 向晚 啊 竟然是传说中的歌仙 他该有多少岁了 怎么看上去还这么年轻呢 秦先生出来 他也很年轻啊 这就是奇迹 八十多岁的老人 看上去就像二三十岁 难道说 他们返老还童了 陈汉明上前说道 秦先生 我们的人都来了 您说的国宝在哪呢 秦迪道 国宝在徐家会 距离我家有点距离 你安排几辆车 跟在我的小车后面走 先生您稍等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来了几辆公共汽车 所有人连同一个连的士兵 全部坐上车 这些人来到徐家会 摩都第三制药厂的门口 这里原本是国泰药业的旧址 抗战结束后 药厂在这里附建 继续生产抗菌素 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厂长和保安人员 看见门口来了那么多人 都感到很奇怪 再听说 工厂地下室里有 北京猿人头盖骨 那就更感到奇怪了 这不可能 我们接手工厂的时候 早就全部检查过 连一根铁钉都不会漏下 然而 秦敌和燕雪走在前面 静止进入一座楼房 走入一层层的地下室 厂长跟着后面 一面走一面道 我知道这座楼 有三层地下室 旁边还有一个 巨大的地下仓库 可是仓库里的东西 早就清空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 秦敌也不说话 静止在前面走 很快找到地下仓库 里面空荡荡的 只剩下灰尘了 陈汉明跟着进来 看到这番场景 心里拔凉拔凉的 他心想 或许以前这里藏有宝贝 但是早就被人拿走了呀 这时候 秦敌在一侧墙壁上 猛地踹了一脚 砰的一声 墙壁垮塌了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 是一个小型的仓库 秦敌修建这个工厂的时候 就建好了两个地下仓库 每一个都有专门的门户 里面原本没有宝物 他前两天刚刚进去一趟 厂长目瞪口呆 我去 没想到啊 这里还有一个隐蔽的仓库 透过洞口 可以看见里面有十几个铁皮箱子 还有几个大型的保险柜 因为光线不足 没法检查里面有什么 于是 陈汉明让士兵将所有东西搬出去 在许多记者的见证下 秦敌打开了一个保险柜 里面是六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 见此清静 有些老专家忍不住落泪 天呐 国宝终于重建天日了 有的人干脆腿一软 跪在地上 感谢上仓 天佑中华 此时 就听见相机 咔咔咔 拍照的声音 还有人现场录像 还真看到头盖骨了 秦家太了不起了 竟然收藏这件宝物 剩下那些箱子里 有什么呢 据说有一些古董和字画 不知道哪个年代的 有位中年专家上前一步 打开了一个铁箱子 经不住惊呼 这是宋朝的古书 堪称西式珍宝 于是其余的专家也忍不住了 纷纷上前打开铁箱子查看 哇 这是汉朝的古域 这是春秋时期的青铜顶 还有唐朝的器皿 每一件都很珍贵 有些东西价值连成 大伙不要看了 全部搬走 运往国家博物馆 不行 至少给我们魔都博物馆留一些 陈汉明大声道 不要吵 先将这些东西 搬到魔都博物馆 然后听从上面的安排 他指挥那些士兵 将宝物装上汽车 然后一车车地运走 第375章 不老秘诀 现场很多记者 围住了情敌和燕雪 对他们进行采访 请问头盖骨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落到了您的手里 您是怎样保护国宝的 情敌不得不编排故事 这件事说来话长 当初我跟张聪玉 郑振泽聊天 忽然说起原人头盖骨的事 他们说 头盖骨在北平 后来我找人打听了一下 说有人打算将头盖骨运到美国去 我当时就想 这是中国的宝贝 如果运到美国去了 还能回得来吗 于是我花重金 请几位江湖中人出手 把头盖骨偷了出来 幸亏即时偷出来了 因为同一批的其他宝物 后来都沉没在大海里了 有人道 请问秦先生 您当时请的什么人 为什么没有被发掘呢 秦帝笑道 时隔多年 我也不必再遮掩 我跟青帮的杜月生有关系 从他那里接了几个高手 他们是在最后装船的时候下手的 别人都以为宝物装上船了 其实被他们替换下来 您花了不少钱吧 那是当然 为了做这件事 我被迫接手百乐门的地产 燕雪站在旁边 焉然而笑 静静地听他胡扯 忽然有记者开口问 请问雪女士 您是天下文明的歌仙 为什么多年都不唱歌了呢 还有人问 您已经年过花甲 为何还能保持青春美貌 究竟有什么秘诀 燕雪笑道 我一直在唱啊 只不过在家里唱而已 没有什么年轻的秘诀 人只要天天唱歌 开开心心就能保持青春 这怎么可能呢 很多歌唱家都人老珠黄了 那是他们境界不足 未能达到道境 五音能沟通五脏 五脏之气充足 自然能够长寿 有一位老专家 文言使劲点头 您说得很对 古书上有记载 仙人西风引路 傲笑山林之间 您是真正的歌仙 又有人问 秦先生 你是怎么保持青春的 秦迪微微一笑 因为我在围棋上突破了道境 达到了一品入神的地步 同样能够长寿 陈汉明赞叹 大伙都忘了 您还是天下独播的棋盛呢 下面的记者赶紧记下来 有人心想 有这么多素材 这篇文章 可以显得花团紧簇了 题目就叫 人生如其局局心 俯瞰棋盘 精伟纵横 纵横百合 你来我往 人生如同围棋 黑与白的争斗 胜与负的对决 接下来 忽然有一个记者问 秦先生 听说您妹妹隐居于 四川原始森林 这是怎么回事 秦迪文言 猛然变色 当即转身就走 在场的人 无不感到诧异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秦先生刚刚还很高兴 怎么忽然生气了呢 众人把刚刚发问的 记者围住了 你问了什么问题 为何惹恼了秦先生 那位记者张嘴欲言 却被陈汉明瞪了一眼 吓得没敢再说第二遍 但是 有心人早已听清楚了 所以回去之后 开始查阅资料 访问知道详情的人 然而他们很快便接到主编警告 这件事不要再挖了 等若干年后再说 随后 铺天盖地的文章 报道北京人头盖骨 重建天日 文章中提到了秦迪 说他倾家荡产 保护国宝 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 还有一篇文章提到 地下仓库的历史 记者有幸采访到 老干部韩绍奇 他的父亲 老一辈革命家韩江同志 曾经接受情敌的委托 看守药厂地下仓库 达八年之久 刚开始的时候 地下仓库里有大量的药品 还有黄金 白银 美元 法币 那些钱款被一点点转移出去 投入到地下活动中 秦先生一直资助革命事业 他曾经以一折的价格出售西药 由大将陈淑青安排 通过一夜偏周 运送到根据地 他曾将大批的枪械送给新华军 壮大了我们的武装队伍 韩江同志还曾遵照秦先生的安排 将一批粮食运送到川西北 根据国事馆的同志介绍 当年有一位领导 专门就此事给秦家写了姓韩 但是秦家从来没有将姓韩展示语言 这些报纸一出来 顿时在全国引起反响 哇 资本家也有好人啊 既然是好人 为啥解放后逃走了呢 我看他还是兴许 秦家就是滑头 改革开放了 重新回来摘桃子 唉 过去的事别提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毕竟中国有大量的百姓 对于秦家怎样评论的都有 但是不管怎么说 经过报纸的正面宣传 秦家的声誉提高了很多 1983年10月 张乃景和秦林带着一家人 从美国归来 暂时在秦府落足 陈汉明得到消息 从国家情报部门了解到 张乃景在世界富豪榜上排在第八位 他的夫人秦林乃是四件诺贝尔奖得主 1955年又拿到一次 于是他亲自前来拜访 因为开极开放的不断推进 他逐渐意识到跟这些人接触的意义 方式方法也变得灵活了很多 比如说这一次 张乃景表示 愿意出资两亿美元 买回南巡张家旧宅 陈汉明面带笑容道 这件事我要汇报上去 按理说 过去的老宅子是没法误归原主的 但是 秦女士乃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 欢迎你们回来定居 特事特办 上级可能会批准你们的请求 还请耐心等待 后来 经过三个月的运作 国家将张家雇员发还给他们 但这是有条件的 归还的只是地面上的建筑 地下的土地仍归国家所有 暂时已五十年为限 张乃景有些不满 但秦敌劝慰他 就这样吧 政策还会再变 将来的是以后再说 于是张乃景便没再说什么 跟着他们一起回国的 除了张宜然和他的孙子以外 还有张聪玉的女儿张宜文 张聪玉有三个女儿 她在1963年去世后 女儿们去了旧金山 按照辈分来说 张乃文要叫张乃景书衍 此时的张乃文也有四十岁了 秦敌对他说 当年你父亲帮我收购文物字画 连同他自己的一百幅画 也一起交给我保管 我可以把那些画还给你 其实并没有这件事 秦敌手里有数不清的字画 所以想拿出一百幅送给他 用以缅怀失去的张聪玉 张乃文白手拒绝他的好意 有书爷照顾我 我现在生活得很好 即使有珍贵的字画 拿在手里也没有意义 您把他捐给祖国吧 秦敌看他态度坚决 于是便没再坚持 反正还有别的法子帮他 此时的张乃文 已经六十七岁了 子孙满堂 他的两个兄弟 张绍清和张绍明都没回来 张乃文当年出国的时候 已经二十一岁了 所以他一直挂念着国内 两个兄弟出国的时候 太年轻 所以在外面被西方同化了 变成了假洋鬼子 这一次他跟父母回国 就想定居在中国 不想再出去了 这也算是夜落归根吧 第三百七十六章 愧为其胜 秦敌建来人越来越多 老房子主不开了 于是决定盖新房 他把两栋石库门的房子 全部推倒 重新设计建造秦府 新建的宅子依旧不是高楼 他只有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占用了一部分花园 变成了一个连体式环形复合建筑 相当于几座石库门房子 连在了一起 建筑面积达到3600平方米 房子很大 不过从外表看 并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 所以并不是很惹眼 时光流逝 进入1984年 这年2月 米谷逝世 官方复告 久经考验的战士 优秀领导人 杰出的革命家 军事家米谷同志逝世 尊重他生前的意愿 丧事从简 不举行葬礼 米谷同志坚持真理 坚持实事求是 他胸襟坦白 光明磊落 然而辉煌背后 也有让人难过的地方 让人愈发怀念他 从1984年开始 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了 擂台赛全程由中国棋院 和日本棋院主办 NEC公司提供赞助 比赛在中国举行时 采用中国规则 在日本举行时 采用日本规则 第一届擂台赛开赛时 连中方自己也不认为会赢 日方的预测 则是比赛最多到 十天章那里就会结束 十天后面的 三位超一流棋手 只是挂名而已 却没有想到 中方第二位出场的 江筑九连胜五场 直接请出了小林光一 江筑九成为第一位擂台英雄 小林光一出战前 与日本队的后面 两位棋手 加藤正夫 藤则秀行相约发誓 如果输掉本届比赛 三人就替发谢罪 此誓言后来果然兑现 小林出战后 不负超一流的盛名 连胜六局 直抵中方主帅 聂维品振前 小林连胜期间 电视台在其最重要的节目中 对每一局的结果 都做了及时报道 使得擂台赛 在中国成为万众瞩目的赛事 为其的影响力 由此极大提升 不过 小林的六局也并非一帆风顺 刘晓光在大忧形势下 一再出错 最后输了四分之一字 钱宇平更是胜局认输 与小林光一的这盘棋 是聂维品自认必胜 最重要的几局棋之一 聂在赛前读了几张 围棋幽名录 准备得很充足 然而对局进程中 还是一度陷入绝境 但关键时刻 小林也没有下队 聂维品最终设想过关 小林回忆 这盘输掉之后 感觉精神都要错乱了 之后与加藤的这盘 聂维品又读了一天的奇经 最终打出名手 取得完胜 随后 聂在圣日方主帅 藤泽秀行 这样中方便 赢下了第一届擂台赛 这在当时被视为奇迹 这个比赛日本方面 本来只打算举办一届 但中国队的胜利 使得比赛得以一届一届的办下去 事后 聂维品亲自来到秦府之县 秦迪宴请他痴难想小龙 大闸蟹 以及多种魔毒小吃 吃完饭后 聂恒香请教一盘棋 结果被擒敌让三子 杀得丢盔器甲 面色如土 后来 聂维品被封为奇圣 然而他每次都只能尴尬地挠头皮 嘿嘿 我这个奇圣是假的 再后来 1995年 长浩横空出世 联扫三村至宝 森田道博 柳世勋 林海峰 小林爵五大高手 完成震撼人心的五连胜 却在随后倒在了日方主将 大逐英雄面前 1996年7月 长浩又一次站在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战场上 这一次 他彻底打穿了擂台赛 以六连胜 终结了这场赛事 事后 有人赞他为当代奇圣 然而 他却满脸羞愧 面红耳赤地逃走了 有记者死缠烂打 切而不舍地追着他 最后获得一个惊天秘文 中国奇首之所以获胜 是因为有一本旷世奇经的缘故 当代真正的大奇圣乃是秦迪 按照秦迪的评价 长浩这种所谓的超一流奇首 其实只相当于围棋九品中的第三品 长浩也跟秦迪下过几次棋 最惨的一次 被让吴子还输了 正因为这个缘故 长浩听说 奇圣这个词 就羞愧地掩面而走 当然 这是1996年底的报道 此时才是1984年 且待以后再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 伴随着经济特区的建设 早在1980年 中国就建立了深圳 珠海 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84年4月 开放大连 秦皇岛 天津 烟台 青岛 连云港 南通 摩都 宁波 温州 福州 广州 湛江 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 逐步新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 与此同时 股份制改革开始了 秦迪分别在摩都和深圳 成立一家科技孵化器公司 专门给新兴科技企业提供资金 他从香港请来职业经理人 按照美国的标准模式管理 他倒是想成立一家银行 不过国家被银行业限制太多了 所以他空有海量的资金 没办法拿出来 改革开放是个过程 只能慢慢等待岁月的流逝 秦迪并不急 他有的是时间 就算把新一代年轻人都熬死了 他还能继续保持年轻 这年7月 秦迪志涵国家教委 想要设立朱丸奖学金 和汉城留学基金 其中朱丸奖学金 专门针对国内在校大学生 总名额10万人 分为一二三等奖 一等奖1200元 二等奖900元 三等奖600元 奖金数目逐年提升8% 而汉城留学基金 每年支持3000名留学生 金额比国家公派留学多两成 只要国家批准这两项计划 先期10亿美元的资金 随时可以到位 这件事再次引起轰动 国家教委很快就批准了 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随后经过报纸的披露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这一次 赞扬秦家的人占大多数 因为中国人最重视教育 先不说汉城留学基金 单说朱丸奖学金 一等奖1200元相当于每个月100元的补贴 这已经很不错了 1984年 全国平均月工资只有80元 而秦家建立这两个奖学金 预计每年都要花两三亿元人民币 了不起 朱丸先生不愧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秦汉城先生不愧为民国以来 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只有他们才有这么大的手贬 华人之中不是没有富豪 而是那些富豪太小气 讲究才不露白 不像秦家这样高调做慈善 你知道吗 秦家解放前就是人善之家 从国外进口了三千多万吨的粮食 不知道救活了多少受灾的百姓 是啊 我爷爷当年从河南逃到甘肃 差点就饿死了 幸亏路上遇到秦氏粮行的人 给了他五斤粮食 我奶奶说 当年秦家少奶奶雪 向晚亲自去灾区 建立很多的周棚 那时候的雪向晚像仙女一样 也不晓得老年的歌仙长啥呀 前两年 报纸上有他和秦迪的头像 看上去还很年轻呢 是吗 啥时候的报纸 就是原人头盖骨重建天日的那次 但也有人将关注的焦点 集中在秦家究竟有多少财富上 听说秦家是世界首富 资产上百亿美元 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我是不是也该去秦家门口募捐 你别做梦了 听说秦家门口有便衣巡逻 你根本没办法靠近秦府 你说秦家怎么赚那么多钱 我也想赚钱啊 第377章 资本回归 在改革开放之前 老百姓不敢谈钱 金钱等于毒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 中国老百姓也开始谈钱了 发财致富成了每个人的梦想 万元户的出现 始于1979年到1984年 已经深入人心了 万元户 既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 也代表了当时生活的幸福指数 是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最直接 最明显的目标 一些地方甚至以万元户的多少 来衡量当地的发展速度 出现了不少万元户村 万元户乡镇镇等 但是秦家拥有的财富 竟然多达上百亿美元 那是多少个万元户 所以普通老百姓 都觉得秦家高不可攀 而对于秦迪来说 虽然改革开放 郁郁着无数的发财机会 但他已经不屑于出手捞钱了 还捞什么钱啊 他手里大把的资金 根本花不出去 而且 他和燕雪分别为秦红和秦英 灌注了神石 让秦红坐镇美国 秦英坐镇香港 每年还有大笔的资金进账 展露在外的财富 只是九牛之一毛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用得着从国内赚钱吗 买油票 炒地皮 那都是小儿客 时光匆匆 转眼五年过去 秦迪进阶金单第九重 这年春天 他和燕雪去了日本 召集三叔秦汉旭和唐妹秦熙 叮嘱他们逐渐出清大部分股票 只要保留几家 日本核心企业的股票就行了 当时 在场的还有秦熙的儿子秦作霖 秦作霖 35岁 面型销售 西装革履 乃是掌管秦氏财团的主要管理人员 他极力反对撤出股份 说是日本股市蒸蒸日上 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秦迪道 我当然知道 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但是盛级必衰 过了今年 就不行了 我们秦氏财团的资本太大 没办法抛在最顶峰 只能提前动手 一点点往外卖 秦作霖叫道 不能卖 不能卖 卖了之后 拿着现金更容易贬值 结果 满头白发的秦汉旭 趴得一拍桌子 呵斥道 少废话 让你卖你就卖 啰嗦什么 秦夕也道 阿灵 阿灵 你不要乱说话 照着薄薄的吩咐行事 秦迪道 从现在开始 要制定一个计划 在半年内逐渐卖出八成的股份 三叔 按照原先的约定 秦氏财团的资金 咱们五五开 我准备在明年 将卖掉的股份 逐渐抽离日本 然后转投中国大陆 为民族崛起做贡献 未来的中国将蒸蒸日上 一日千里 秦作林微微撇嘴 但是没敢说话 秦汉旭看着女儿 说道 我们也抽六成的资金 进入中国 秦夕点头 是 父亲 秦作林更不开心了 然而 秦氏财团真正的总裁是秦夕 所以秦作林也只能干瞪眼 截止这年春天 秦氏财团的总资本 超过五百八十亿美元 就算卖掉八成的股份 秦迪 也能拿到二百三十二亿美元 而且这一年 日本股市还在一路上涨 越是拖到年底 价格越高 所以秦迪最终拿到的资金 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而且他还没下手做空呢 如果等年底股市升到顶点 然后反手做空的话 那更不得了 因为顾忌到秦夕的家人 还将继续生活在日本 再加上秦迪自己在北海道和九州 还有温泉山庄 所以他不会动用本地资本做空 若是被媒体披露出来 将会引起日本人的仇恨 但他会只是秦红和秦英 动用美国和香港的资本 请来做空 如此良机 不容错过 随后的大半年 秦迪闭关修炼去了 等他出关的时候 已经到了1990年初 1990年是苏联解体前的一年 也是国际局势风云变化的一年 这一年 立陶宛 拉脱维亚 摩尔多瓦等国先后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纳米比亚宣布脱离南非独立 斯洛文尼亚全民公投决定独立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并宣布科威特成为奇异省 东西德国 南北野门则走向统一 因为有秦红和秦英二人调度大批资金 一则进入日本股市做空 二则做空苏联卢布 三则买入石油期货 所这一年对于秦迪来说 又是个好年头 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有些困难 因为受到国外封锁的缘故 赚取外汇比较困难 外汇储备只有110.93亿美元 而人民币汇率则开始迅速走低 达到亿美元兑换5.3人民币的地步 直到1994年达到8.8的最低点 而且这还不是官方数字 黑市价格比这个还要低 在这种情况下 有几家银行行长来到秦府拜访秦迪 经过一番协商 双方达成协议 秦家转入300亿美元 先注入中国银行 然后从中国银行释出人民币 分别注入几家商业银行 通过这种方式 秦迪拿到招商银行 中信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广发银行 新业银行25%的股份 多余的资金则全部注入工商银行 等将来进行股份制改革后 再给以秦迪相应的股份 25%的股份 听起来很多 其实只是毛毛雨 因为招商银行1987年成立的时候 注册资本金只有1亿元人民币 中信银行也是1987年成立的 注册资金8亿人民币 当然这些银行增长很快 到1990年已经增长了好些倍 以后还会继续飞速成长 这件事情当时并没有披露出来 直到多年以后才刊登在报纸上 原因是 这时候 时局特殊 如果大肆宣扬的话 对秦鸿和秦英正在进行的金融操作很不利 虽然报纸上没有刊载 但是这种大手笔的操作 还是让一些知情人感到震惊 特别是一些主管金融工作的领导 和银行业有关的人士 看到相关信息的时候 几乎惊掉了眼球 不是说秦家的财富 只有一百多亿美元吗 他怎么能一口气拿出三百亿 一个家族的财富 竟然三倍于国家外户储备 这让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贼老天 太不公平了 秦家就这么拿下五家银行 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国家是不是吃了大亏 不是的 经过仔细核算 秦家实际上让出了百分之五十的利益 相关协议都是谁签的字 签字的人有十几个呢 其中有财经委 经贸委 央行 国行 这么多人审核 不会让国家吃亏的 奇怪 大资本家 怎么可能吃亏呢 这事不合常理 是啊 这事很古怪 其实吧 秦迪真不想在国内捞钱 但是那些银行行长 感到过意不去 不敢压榨的太过分 所以 让他拿下多家银行 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等到将来 这些股份一上市 价格立马飞起来 秦迪不但不吃亏 反而赚了大便宜 比如说深发展 也就是后来的平安银行 自从上市以后 十年涨了多少倍 当然 这里头有个问题 秦迪作为大股东 要承担很大风险 深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98年出了大麻烦 差点就倒闭了 第378章 朱婉受淡 1990年5月4日 是朱婉110岁受淡 这一天 来到秦府表示祝贺的人很多 有些人虽然没到场 但也寄来了贺信 中科院322位学部委员 其中有240位写了贺信 表达对朱婉先生的敬意 因为朱婉是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名誉院长 还是慈安医学专科学校的校长 而那322位学部委员 平均年龄75岁 听起来很老 却都是他的晚辈 他是受国仅存的真正的大师 有些来现场的人 都以为朱婉作为110岁的老人 大概已经糊涂得不像话了 然而朱婉眼不花耳不聋 面对众人和魔都电视台的记者 说起话来十分清晰 思绪丝毫不乱 让在场的人和通过电视机看到他的人 都感到十分惊讶 这才叫人锐呢 能活到他这种岁数 受到无数人的景仰 他这一生也值了 这一次 朱婉的两个女儿全部到场 秦月终于现身于人前 无数观众也同样为之惊叹 左边是秦琳女士 跟朱婉一样 也是四次诺贝尔奖获得者 真是了不起 右边是秦月 当代最著名的女诗人 1943年投奔严宝塔山 晚年隐居不出 很多人发出叹息 甚至为她流下眼泪 这才是中华旗女子 抛弃了颇天富贵 坚定不移走向新中国 应该为她鼠杯力转 听说国家每年都派人请她出来 给她很高的待遇 但都被她婉拒了 唉 王叔 不提了 这一次 秦月的小儿子王哲也来了 跪在地上祈求母亲的原谅 然而秦月却不肯多看她一眼 秦敌看她不爽 直接让人把她扔出去了 舅舅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呀 你知道错了 但已经晚了 王哲虽然写了几本伤痕文学作品 但她永远不可能达到母亲 所站立的高度 她将永远活在母亲的阴影下 这一天 张怡然 张绍铭 张绍青 王哲 也都带着自己的家人 为外祖母祝寿 秦红没有来 但是秦英来了 跟燕雪站在一起 就像姊妹俩一样 秦战也从美国回来了 她已经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还带过十几个来自中国博士生呢 秦汉旭和秦熙从日本赶回来 而且她决定 今后将常驻魔都 在这场寿弹上 秦林宣布将出资新建两千所希望小学 秦熙则宣布出资五亿美元 成立圆梦基金会 帮助贫困大学生 这一次 秦迪并没有出头 不想抢了他们的风采 不管怎样 经过电视台的努力 朱婉兽弹被电视台直播 然后剪切成纪录片 她成了全中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然而 在兽弹快结束的时候 朱婉忽然当众开口 讲述当年的秘密 黄岸药的发明 青霉素 烈霉素 土霉素的发现 真正的幕后推手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女儿秦玲 而是 话未说完 忽然听见 砰的一声 树帐外的一个吊灯落下来 打断了朱婉的话语 秦迪急忙上前 在母亲肩膀上轻轻一碰 然后 朱婉就开始发愣症 忘了刚刚要说的话 燕雪赶紧道 妈 你累了 我扶你去休息一会儿 于是 朱婉被搀扶下去 拍摄到此为止 秦迪之所以 阻止母亲说出来 并不是为了 她自己韬光养晦 而是 相帮母亲 树立更好的形象 仰望相当于增加香火 有助于保全她的魂魄 从而达到 转世重生的目的 但是 纪录片播放到最后 这一段没有剪掉 所以这件事 就成了悬案 很多人都感到好奇 朱婉到底想说什么 那些药物 究竟是怎么来的 朱婉受淡以后 秦悦并没有离开 而是在众人的劝说下 留在秦府居住 她一个人住在独立的房间 跟当年做少女的时候一样 她的儿子 王韶和家人 住在树里之外 王哲则灰头土脸地回京城了 1990年6月 中央高层决定开放开发浦东新区 给予的优惠政策包括 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新建机场 港口等交通项目 允许外商在区内试办商品零售业 允许外商在摩都 包括在浦东新区增设外资银行等 这是一个大手笔的决策 代表着秦家和张家两大财阀 将投资重心向国内转移 因此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大力支持 一时间 秦府门前车水马龙 经常有大人物前来拜访 与此同时 秦迪还在御园悄悄开设了一家金银珠宝店 因为他手里有太多的金银 总压在那需葫芦里 也不是个事 而且固如虎霸占了 缅北产玉石的地区 正好可以将大量玉石运进来 继而开发成珠宝 他开设的这家店铺规模很大 名字叫东亚珠宝行 门店面积是老庙黄金的十几倍 这时候的老庙黄金还很穷 名字叫老城隍庙工艺品商店 要到1994年底 才转行卖珠宝黄金 东亚珠宝行有几件镇店之宝 每个进去的人都想要瞧眼 其中一件镇店之宝 乃是18克直径3厘米的珍珠 可以说亘古无有 这件珠宝 据说是属于割仙雪向晚的 因为割仙从来不带 所以拿到店里来展出 第二件镇店之宝 乃是一串直径1.6厘米的东珠 据说是当代大诗人 晴悦年轻时带过的 自从他参加革命后 就再也没带过这件首饰 第三件镇店之宝 乃是一尊满绿的雕塑 名为国泰民安 第四件镇店之宝 是一尊三米高的金佛 是由真正的24K金打造的 这么几件宝贝 往东亚珠宝行里移放 当即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几乎每个到御园游玩的人 都想要进去掌掌见识 而东亚珠宝行里的金银首饰 卖得并不贵 甚至比别的店铺还要便宜少许 所以他的名声越来越响 黄金 翡翠销量很大 渐渐成了名震魔都的销金窟 第379章 回心转译 1990年12月19日 魔都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当天 魔都财经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当事股仙 借以回忆中国股市的历史 记者有幸采访到世界首富秦迪 跟他有短短的15分钟交谈 秦老先生说 他曾亲自介入1910年的橡胶风波 1921年的杏胶风潮 见过很多人炒股失败 钱庄倒闭 倾家荡产 当年 他利用国泰药业赚的资金 投入美国华尔街 在1929年最高点抛出 然后转手做空 赚了两亿美元 后来又借助于白银法案 将资产翻倍 秦老先生一再叮嘱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记者问 这次魔都证券交易所开业 您还会进去炒作吗 秦老先生摇头 魔都股市池子太小了 我从1925年以后 就没再介入中国股市 这次也同样不会进去 但是我要说一句 如果股市陷入低迷状态 国家需要我出手的话 我将责物旁贷 可以拉高股市 这篇文章被很多人 读了一遍又一遍 很多人赞叹不已 秦先生是真正的股仙啊 从1900年都现在 整整90年过去了 他还活得像年轻人一样 跟他同时代的人 绝大多数都死光了 1929年的古神利物摩尔 后来不是开枪自杀了吗 你看秦先生 还开开心心地活着 简直就是奇迹 秦先生不仅是古仙 他还是大事业家 以前开办过好几家工厂 比如说钢铁 纺织 手表厂 自行车厂 国泰药业 这些工厂至今还在 只不过换了名字而已 他真能想得看 那么多工厂收归国有 一点都不介意 据说当年公司合营的时候 国家想给秦家一些补偿 费了好半天的劲 将一封信转到香港去 但是秦家回信说 愿意将工厂无偿捐献 所以建国后的几年 那些工厂的厂长 依然是秦先生指定的人 时隔多年 那些人也都死光了 我只想知道 秦家的人为什么都能长手 你看 朱婉110岁 秦汉成112岁 秦笛90岁 秦龄92岁 秦月86岁 秦家人拥有长寿基因 在我看来 简直就是奇迹 1991年元旦 秦府门外来的两个人 一个是魔都清工业局的负责人 名叫王大昌 另一个是魔都第一纺织厂的厂长 陈红绵 两人按照约定 在上午10点钟 见到了秦笛 王大昌大约有45岁 留着寸头 戴着一副眼镜 陈红绵是一位女性 年纪也在40出头 王大昌说明来意 目前的魔都纺织厂很不景气 设备陈旧 生产过剩 国家准备限制生产 甚至考虑砸毁一部分杀定 秦先生 我们来的目的 是想问您 有没有接手纺织厂的念头 这家厂子 毕竟是从明州家房转过来的 或许您对这家工厂 有特殊的想法 只要您有投资的意想 一切都好商量 秦笛陈银片刻 老 最早的时候 我爷爷秦兆吉 在1885年创立沙场 倾注了他一辈子的心血 后来我大伯秦汉良 和堂兄秦木 同样倾注了心血 我在抗战后 更换了一批机械 一百年前 纺织行业是民族工业的基础 然而到现在 它成了西洋产业 老实讲 我是不愿意在这个行业注资的 他说的并不坚决 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王大昌道 秦先生 我们愿意将工厂的名字 重新换成明州家坊 还可以让出49%的股份 秦笛摇头 我此刻没这心思 等过两年再说吧 秦先生 您不再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好了 暂时无异于插手 王大昌走出秦府 轻轻地叹了口气 陈鸿棉气哼哼地道 资本家的心也太黑了 依我看 他是嫌占股太少 哼 49%的股份还不满意 王大昌似笑非笑 说道 人家还觉得憋屈呢 他有啥好憋屈的 呵呵 他想将纺织厂整个拿回去 简直是白日做梦 厂里还有几千名工人呢 让这么多国家职工 为他一个资本家服务 他不成吸血鬼了 那就过几年再说 陈厂长 你回去以后 再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从银行贷款 撑过这段难关 不 能想的法子 我都想过了 请求上级领导多支持 实在不行 只能让一部分工人下岗了 秦迪说是过两年再讲 因为1992年南巡讲话后 政策还会再一次松动 其实 中国真正的彻底松开 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那是在2001年 自那以后 中国经济才开始蓬勃发展 前面都是打基础的阶段 1991年3月 秦迪把燕雪叫过来 跟他交代了一番 然后便消失了 燕雪留在秦府 由他照顾两位老人的起居 同时兼顾秦家在国内的投资 此时 秦迪和张乃景住在南巡故居 距离摩都还有一段距离 长期居住在秦府的 主要是朱婉 秦汉城 秦汉旭和秦悦几位老人 至于说 下面的小辈 都是来来去去 住不了十天半月就走了 比较而言 燕雪看上去属于最年轻的 你说他二十岁也行 说他三十岁也行 皮肤白皙 十分水灵 满头乌发 脚步轻盈 看不出一丝老态 到了这时候 不管是朱婉还是秦汉城 即便是秦汉旭 也都明白了 燕雪和秦迪乃是修道人 也就是传说中的 仙人 能够长生不老 青春永住 而秦月则显得有些迷惘 经常呆呆地望着燕雪 眼睛一眨都不眨 他常常在心里想 我是无神论者 这世上没有神仙 可是 可是 这一天 他忍不住问 燕雪 你是神仙吗 燕雪奄然一笑 我不是 我只是修真人 距离神仙差很远呢 秦月问 除了你和我哥外 这世上还有别的修真人吗 有啊 还有阿梅 阿胡 你以前也见过的 有些年头没见了 他们都还活着 当然活着 而且很年轻呢 那他们在做什么 燕雪笑道 除了修炼以外 阿梅还是百代公司的音乐总监 百代公司每年出品50部电影 其中主要的伴奏音乐 都是由阿梅领衔监制的 他每年在香港有一次演奏会 每场售出5万张票 票价高达8000港币 秦月吃惊地问 那他也是富婆了 这个小妮子 又不结婚 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阿胡呢 他除了镇守绵北以外 难道也去香港了 是啊 他闲得无聊 在香港金武门叫了一批徒弟 有时候 他还亲自出场 化名天龙 担当武打明星 燕雪 你老实跟我讲 人真的能长生不老吗 我不知道 按照先生的说法 以我现在的境界 应该能活到800岁 800岁 800岁 要想走上修真路 有着严苛的要求 需要特殊的体质 阿月 多年以前 先生要教你断神诀 你为什么不肯学呢 学了这门功法 还有可能转世重生 不会丢失往昔的记忆 爸妈是不是都学了 是的 他们练了30多年 先生说 他会竭尽全力 让父母走上长生路 而且 大姐也试着修炼过 但她不够专心 所以 进步很慢 按照先生的意思 将来她有一半的 可能会失败 正因为如此 她从纽约回来 隐居在南巡 就是为了潜心修炼 那我现在修炼 还来得及吗 你若是想学 我现在就可以传给你 但是你要明白 这条路很难走 不管多么艰苦 都要咬牙走下去 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 那我试试看 成不成无所谓了 第三百八十章 穷途末路 中国最时髦的城市 魔兜顶着这只漂亮的帽子 横跨了两个世纪 曾几何时 外地人来魔都 总要买几件衣服带回去 凡是魔都带来的衣服 就意味着时髦和高质量 魔都有最好的裁缝师傅 那时候不识心讲什么 设计 但一件衣服挂起来 有讲究的人 一眼就能指出 这是魔都货 纺织业在魔都 从洋务运动 一路高歌猛进 在那些不同的年代里 一直都是城市的支柱产业 但到了九十年代 纺织业的光环 开始慢慢被摘下了 九十年代初 魔都纺织业 进入了严重瓶颈期 曾经辉煌先进的机器 技术已经变得陈旧 落后 资本投入无法收回 亏损 追加投资 再亏损 是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 树木庞大的纺织工人 更多的退休工人的工资福利 全由工厂自行承担 工厂不堪重负 当时的情况是 纺织业劳动力严重过剩 工人们满足于计划经济下 安逸的生活 变得有些不思进取 铁饭碗 一词足以证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 资金的漏洞 人才的匮乏 这些改革之后的国有企业 连年亏损 根本无法继续经营 魔都纺织业一度的辉煌 让它占用了魔都市区大部分的地皮 纺织厂占地面积大 但单位地皮带来的价值又很小 纺织业生产带来的河流污染 也十分严重 为保护环境 魔都市政府规定 魔都内环线范围内不再建厂 并下令整改被严重污染的苏州河 这个时候 中国即将加入WTO 魔都纺织业 开始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 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 在这种竞争中 显然不具有优势 纺织业在最初一阵 追加投资失败之后 纷纷开始减缘 停产 然后就是卖地 最后官场倒闭 城市的改革 需要穿上新衣 要有符合国际都市的美好环境 高楼大厦 繁华商圈都需要土地 当时政府对纺织业也提出了官 停 并 转 一个巨人缓慢倒下 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 20世纪80年代 魔都有大量从事纺织行业的人群 尤其以眨北区 闽航区为典型 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 他们是经历了社会动荡的一代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 他们突然被放逐了 被迫进入市场经济 他们恐惧 迷茫 不知所措 55万的下岗职工 给魔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纺织厂的厂长陈红棉 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为了数千工人的生存 他放下颜面 一次次来到秦府 想要求见秦先生 然而 他却被告知 秦先生出远门了 至少要好几年才能回来 接待他的 是传说中的歌仙雪向晚 一个美丽的不像话的女人 燕雪直言不讳地说 秦家愿意出资改造纺织厂 全面升级 治理污染 但前提是100%控股 只要你能走通这个关系 那么随时欢迎你再来 陈红棉迫于无奈 一次次跟上级领导沟通 直到1995年 许多纺织厂都倒闭了 他终于走通了所有流程 于是 燕雪接手了纺织厂 将其更名为明州家访 一笔注资1亿美元 引进新的管理人员 全面升级换贷 放弃普通棉纺织 主供高档面料和床上用品 经过改造以后 纺织厂一下子活过来了 不但工人的工资能满额下发 而且 每个月还有一笔奖金 有时候 甚至能超过工资 陈红棉从厂长的位置退下来 做了主管销售的副厂长 眼见着厂里生产的高档面料 供不应求 在自己家里吃晚饭的时候 经不住发出感慨 秦家的底蕴太深了 一个唱歌的女人 都能将这么大的企业拉起来 原本数千工人陷入困境 而她一出手 就将这件事解决了 难道秦家真有点 石成金的手段 她的老公张恒恒 也是魔都中层干部 文言冷笑道 谁让秦家有钱呢 一上来就注资1亿美元 死马也能变成火马了 你算算 秦家投入这么多资金 啥时候能收回成本 说不定从头到尾都是亏损 陈红棉道 工厂已经赚钱了 上个月赚了两百多万 哼 一亿美元的注资 相当于8.8亿人民币 如果放到银行里 吃8%的利息 每年也有7000万的盈利 分到每个月就是600万 你说 这不是亏本买卖吗 这个 不能这么算 工厂刚刚完成改造 盈利还会逐步提升 陈红棉并不知道 工厂经过10年的运作 重新变成纺织业龙头 A股上市企业的白马 秦家并没有吃亏 别的不说 单是那块地皮 就值几十亿 秦家虽然无异于炒地皮 但是也不想作冤大头 燕雪也是复旦大学商学院 毕业的高材生 经历过很多风雨 并不只是一个 会唱歌的女人 她要是愿意捞钱 能将魔都商业界 搅个翻天覆地 她遵从秦迪的吩咐 在国内很收敛 已经很少抛头露面了 秦迪这次闭关 整整持续五六年 1996年底 她终于进阶原因期 出现在秦府老宅 此后 她依旧待在家里 很少出门 经常提着一支笔 沾了烟红的朱纱 在各种纸上话来话去 1997年1月 三省惠子病逝 享年113岁 这一年 秦汉成119岁 朱婉117岁 秦汉旭115岁 秦迪97岁 秦陵99岁 秦悦93岁 这么多百岁老人 前往日本 为惠子送葬 葬礼过后 秦汉旭一直陷入沉默 好几天不说一句话 她知道 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二哥秦汉成和二嫂朱婉的日子 也同样不多了 秦陵和秦悦 也是这样想的 看着满头白发的父母 想到秦迪以前说的话 120岁是个门槛 绝大多数人都会被挡住 秦汉成望着秦迪 叹了口气 问道 阿迪 你看我还能活多久 秦迪摇头 我不知道 眼前就有一个机会 我想试一试 能不能成功却不好说 什么样的机会 大伙跟我走 去香港住几个月 第381章 峰回路传 秦家人居住在太平山的山顶别墅 这里空气清新 花团景簇 乃是很适合隐居的地方 秦迪在屋后草地上 用来自加拿大的北极玉 堆砌出一个圆形的祭坛 然后他用朱砂笔 在祭坛上画符 众人也不知道 他在画什么 问他他也不说 转眼又过了几个月 直到7月1日香港回归那一天 那天凌晨天还没亮 燕雪就把众人叫醒了 秦汉城 朱婉 秦汉旭 秦林和秦月 五位秦家的老人 登上了祭坛 然后他们缓缓坐下来 身下没有椅子 也没有蒲团 就那么坐在阴凉的北极玉上 好在这是夏天 并没有寒冷的感觉 秦迪沉声道 坐好了 今日香港回归 会引来天道眷顾 我设法为你们开灵 如果能成功的话 还有返老还童额机会 那就不用再转世重生 牵连太多的因果了 因为转生一次 就会有新的父母 心里将会增添一笔债 并不是最佳的长生之路 秦迪之所以以前不说 是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啥时候进阶原因 只有成了原因修士 才能画出开灵符 配合天地契机 帮别人强行开灵 众人听了 都觉得很惊讶 燕雪将两枚玉符 放在秦汉城的手里 爸 握紧玉符 一只手一个 千万不要松开 然后他又将玉符 拿给朱婉 秦汉旭等人 秦迪看了一眼玉符 看见满绿的翡翠上 刻满了复杂的花纹 心里觉得很古怪 秦迪又在每个人的 前胸和后背 各贴了一张开灵符 这是他最近几个月 刚刚画出来的 如果是在异界 给童子开灵的话 单凭开灵符就够了 但这是末世的地球 尽管山顶别墅 周围有了灵脉 但要想百岁老人 强行开灵 其中的难度实在太大了 所以秦迪不得不借用祭坛 还要选择特殊的日期才行 秦迪扬声道 等会儿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你们迎着朝霞 用力的深吸器 想象着将万道霞光 吞入腹中 如果运气好 得到老天的眷顾 就能够完成开灵 如果失败的话 不是你们做得不够好 而可能是天道有偏颇 听他这么说 众人都凝神看向东方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光景 东方越来越红 一轮烟红如显的太阳 从大海里喷波出 与此同时 大海中传来一声低沉的龙吟 风云激荡 天地助力 万道霞光 洒满人间 其中有无数金丝 受到祭坛和灵符的牵引 朝着山顶别墅飘过来 快 就是这时候 瞪大眼睛 深吸气 凝神定制 将这口气纳入丹田 秦敌纵身而起 飘飞到山顶摆帐高空 双手乱抓 将飘逝的紫气抓回来 投入到祭坛的位置 然而 紫气消失得很快 这样下去 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开灵 忽然间 秦敌取出一面 十丈长的五星红旗 刷得一抖 同时大喝一声 太平山上高峰 红旗慢卷西风 今日长鹰在手 何时付出苍龙 就在这一刹那 整个香港上空 近乎八成的紫气 都被纳到红旗卷过去了 有人在海边观日出 竟然觉得 眼前一阵昏暗 仿佛那烟红的太阳 忽然消失了 然后过了五六个呼吸 太阳才又重新出现 这时候 山顶祭坛上 五位老人的身上灵符都在闪闪放光 手里的玉符则热的滚烫 他们的面色无比的红润 身上像无数蚂蚁在撕咬 只是五六分钟的功夫 那种浑身发热的感觉消失了 整个人都觉得年轻了二十岁 秦敌从空中落下 目光落在众人的脸上 经不住露出笑容 道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除了三叔只完成一半开灵外 其余四人都顺利开灵了 他原本以为秦月修炼断神诀太晚 有可能无法开灵 没想到他竟然一次成功了 或许跟他二十年隐居九寨沟 心思清静有关系 俗话说 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这就叫因获得福吧 秦汉旭也觉得遍体舒畅 问道 开灵一半 是什么意思 秦敌道 就是说还没有成功 但保留一线生机 至少能多活二十年 咦 为啥别人都成功啊 就我一个人失败了呢 因为三叔 你名声不鲜 没有得到天道垂青 而且 你修炼的断神诀 还很弱 秦家这几个人 秦汉成 朱婉 秦琳和秦月 都是举世闻名的人物 只要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 哪个不知道 朱婉阁 汉成楼 秦琳是四次诺奖获得者 秦月不单是当代最著名的女诗人 还有着参加革命的传奇故事 名义 天心有相通之处 所以这四人 接受了天道垂青 顺利开灵成功了 秦敌安慰秦汉旭 三叔 你别急 按照我的测算 两三年后 还有一次机会 秦汉旭笑道 没事 生死由命 成败在天 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 还有什么好遗憾的 秦敌让众人从祭坛上下来 然后给美人一瓶丹药 道 吃完这些丹药 你们才能完成阀毛洗髓 我这些丹药 乃是珍贵的宝丹 跟以前的劣质丹药不同 每一刻都能延寿三年 然后我再传你们修真功法 只有努力修炼 才能一步步走下去 否则就算是金丹真人 也还是会死的 秦敌问 阿迪 你姐夫还有没有开灵的希望 秦敌点头 希望总是有的 但是在未来两三年内 要让他多做点大事 让整个中国 尽人皆知的大事 除此之外 我还要好好筹备 一番才行 从这天开始 秦家人开始返老还童了 一个月后 一百一十九岁的秦汉成 就变成了九十岁的模样 两个月后 他变成了八十岁 三个月后 他的身体恢复到七十岁 然后就停留在那个岁数 需要努力修炼 才能继续变年轻 珠婉的情况也差不多 同样变成了七十岁 满头银发便黑了大半 秦灵和秦月恢复到五十多岁 头发全部变黑了 看见秦灵忽然变了模样 张乃锦在家里叫苦连天 老婆大人 你怎么变年轻了 让我怎么办 夫妻本事同灵鸟 大线来十个自飞 阿迪太不够意思了 这种好事也不叫上我 秦灵道 阿迪说了 让你在最近两年内 多做修桥铺路的好事 最好闹得尽人皆知 然后他会想办法帮你开灵 是吗 那我得好好想想 第三百八十二章 造势仰望 随后 张乃锦一连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 出资两亿美元 改造南巡古镇 将其打造成江南水乡的典范 第二件事 新建更多的希望小学 建立支教基金会 资助刚毕业的学生 去偏远的乡村支教 第三件事 在浦东修建第一高楼 高达118层 冠名乃锦金融大厦 第四件事 他决定给魔都所有的小学生 每日课间提供一袋乃锦牌牛奶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名声是变得响亮了 但却有很多人骂他 这人简直疯了 真不要脸 顾名钓鱼 到了这种地步 张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提供的牛奶安全吗 俗话说 人捕风流亡少年 可张乃锦都一百岁了 他忽然变得这么高调 到底想干什么 也有人为张家说好话 不管怎样 娃娃们能喝上牛奶 总归是一件好事 要是魔都的娃娃不想喝 那就送给我们贵州好了 别不知足 张家已经支援贵州 新建五百所希望小学了 随后 张家又趁着洪水泛滥 做出大量的捐款 为重建家园做出贡献 极大的改善了个人形象 很多人对此赞不绝口 这才是资本家的典范 张家做的好事 眼看要超过秦家了 什么张家 秦家 本来就是一体的吗 大富豪张乃锦的夫人 就是秦家的大小姐秦玲 国家兴亡 匹父有责 中国终于出了几位慈善家 这是天大的好事 有个头戴鸭舌帽的老者 坐在人民公园的树荫下 一边下棋 一边瞎扯 张家以前乃是南巡四项之一 晚清就有白银千万两 可惜解放后家族败落 只有张乃锦必居海外 经过多年的努力 重振家族的威望 旁边有人问 李先生 我听说 你家以前也是南巡八牛之一 是吗 老者白手善笑道 别提我家 咱只说张家 你们大伙猜猜 张家现在有多少钱 应该有一千亿人民币吧 我看过一份材料 去年张家拥有385亿美元 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 排在世界富豪榜第七位 那真是颇天的富贵啊 老天爷 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多钱 张家是怎么发财的 我爹当年活着的时候 跟张家还有走动 所以知道点早年的故事 据说张乃锦 原本只是张家一个小辈 从祖上分到的钱并不多 总共不超过200万大洋 他是紧跟着秦家发财的 秦大少是炒股奇才 早在1921年 就赚了800万美元 让钱往美国留学的张乃锦 统统带过去 全部买成了股票 直到1929年 股市一路飙升 秦大少卖了股票 赚到5000万美元 接着他反手做空 资产一下子超过2亿美元 旁边聚拢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忍不住问 这段故事 我在财经杂志看到过 可是秦家发财 跟张家有什么关系 老者笑道 秦大少赚了钱以后 当场分给张乃锦 500万美元 后来 他从少帅那里 拿到民生汽车厂 又将汽车厂的股份 送给了张乃锦一半 有人羡慕不已 张乃锦真有福气 娶了秦家大小姐 连带着发家致富了 也有人道 就算有这个基础 张家又是怎么变成 世界第七富豪的呢 老者道 秦大少有个儿子 名叫秦红 同样极其聪明 秦红到了美国以后 跟张乃锦联手 成立了红锦基金 专门炒作各国的股市 单是日本股市崩盘的那次 两个人就赚了 数不清的财富 有人问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老者干咳两声道 这些东西 都不算秘密 有些杂志上披露了 我以前在宣传口工作 现在退休了 说到这里 他忽然改变了话题 你们知道吗 秦家老太爷 有三个儿子 长子秦汉梁 解放后没过几年就死了 另外两个儿子 一个叫秦汉成 就是秦大少的爹 另一个叫秦汉旭 他也是大资本家 但是此人很低调 一向不险山不露水 就在上个月 磨兜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抗战英雄》 里面收录了一百位大人物 揭开了不少的秘密 什么秘密 你说来听听 单说秦汉旭 他在抗战前夕 奉命成立东亚情报研究所 前往日本搜集情报 为抗战胜利 建立了不久功勋 为此 他还得到秦先生的秘密表彰 拿到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这件事是真是假 怎么以前从未建筑于报端呢 这是真的 有人在美国的胡佛研究所 看到了秦先生日记 里面提到了东亚情报研究所 说秦汉旭 在日本潜伏八年 想方设法 炸毁了灯户研究所 那是关于细菌战的研究所 天哪 如此说来 还真是一位抗战英雄呢 总而言之 张乃锦和秦汉旭 为了开灵 都开始接受记者采访 或者请人撰写文章 想方设法 造势仰望 比较而言 秦敌依旧保持低调 因为他不需要造势 如果想做什么 直接动手就行了 1997年8月 秦敌向魔都政府申请 成立一家私人博物馆 披件很快就下来了 秦敌将博物馆建在浦东 位置处于后世的迪士尼勒园边上 他花了一亿多美元 将博物馆建得又大 又美又安全 他还雇佣了不少员工 单式保安人员就超过30人 随后 他把一些古丸 书籍 字画 宝物 从武夷山洞天拿过来 摆在博物馆中 这些东西部 是属于中国的宝贝 西洋的部分 他暂时没有拿出来 因为国力还不够强大 还在入市谈判进行中 如果拿出西洋国宝 会带来外交纠纷 给政府增加压力 他只将中国藏宝 拿出来一小半 就把博物馆塞满了 这部分宝贝 基本上是属于明清以前的 并不包括民国时期的画作 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及珍品 第383章 藏品争议 博物馆收取门票 门票很便宜 只有区区十元人民币 刚开始的时候 来参观的人并不多 但是没过一个月 人们就像潮水一般涌入 整个天下为之震动 许多老专家 老艺术家慕名来 看到珍贵的藏品 经不住泪流满面 这里有很多失踪的国宝 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不见天日 没想到 今天又看到了 这都是国家级的宝物 怎么成了私人藏品呢 我一辈子研究青铜器 然而这里有几件藏品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 这是什么 宋徽宗的折扇 看上去很珍贵 还有清朝初年 八旗兵全套的盔甲 服饰 难得的是八个旗 都有 每样都不缺 这些宋朝的古书 每一件都是真品 天哪 怎么还有唐朝的书籍呢 不是说 卷保一千 只保八百吗 唐朝到现在都一千四百年了 竟然还能保存得好好的 这是汉朝的古玉 这是元朝的青花祠 忽然冒出来五六件 这是乾隆的玉玺 这是明朝的永乐大典 这是清朝的四库全书 不行 这些宝贝都应该搬到国家博物馆去 没错 这种国宝 绝不能成为私人藏品 万一被它卖了怎么办 总之一句话 秦敌建这个博物馆 算是戳了马蜂窝了 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长 看中了它的藏品 千方百计 想让它捐出去 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说它窃取国宝 有人说 这些宝贝来历不明 算不上传承有序 因此该收归国有 有人说 其中某件藏品 好像是解放前属于某某人的 后来那人被日本兵打死了 藏品就此失踪 没想到被秦家霸占了 希望秦家物归原主 于是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对此 秦敌并不在意 对这些人的抨击 置若罔闻 他说 如果有人能证明 某件宝物出自故宫博物院 或者其余的地方博物馆 秦家会将宝物献上 但针对私人藏品 因为年代久远 缺乏持有凭证 所以 无法归还 大哥 你不是开玩笑啊 秦家那么多产业 建国后都捐给国家了 你还想收回一件自家的藏品 你说 解放前丢的 有什么证据啊 就算有证据 也早过了追溯期 这都隔多少年了 不管那些人如何反对 不管一直照常开放 很多百姓大开眼界 赞叹之余议论纷纷 这些东西 都是秦家的 如果能往外卖 该值多少钱 秦家怎么拿到的这么多宝贝 简直就是奇迹 你没看门口的介绍吗 抗战时期 魔都一度形成孤岛 有很多文物充斥市面 秦先生以重金收购 并得到张聪玉 旁来臣 郑振泽等人的协助 因此 才将这些宝物留在国内 要不然早就流落国外了 我看见那个介绍了 但它是不是真的呀 是真的 在张聪玉的回忆录里 被这件事有记载 郑振泽意外飞机失事前 也跟国家文物管理局 汇报过这件事 如此说来 这些东西 都是秦家花钱买的 那也算是传承有序 别人就没有理由诉求了 对不对 那是自然 谁想拿回去都不容易 秦家也不是吃素的 后来 国家专门派人来调查 综合了各方意见 最后形成了结论 给博物馆里的藏品 划分类别 其中包括一级国宝280件 二级国宝1976件 这些国宝只准展出 不准交易 更不允许运出国门 除此之外 有些字画是允许交易的 但不准卖给外国人 有些没那么珍贵 才可以卖给外宾 魔都政府 甚至在博物馆附近 设置了一个治安派出所 常年有一个班的武警 待在那里 于是渐渐的 这件事慢慢平息下来 截止1997年下半年 秦迪虽然无异于 在国内赚钱 但他还是通过 设在魔都和深圳的 两家科技孵化器 参股了许多的新兴企业 比如说互联网企业 包括新浪网 新华网 网易 腾讯 阿里巴巴 这些公司出创的时候缺钱 而秦氏梦想基金 人傻钱多 很容易拿到创业资金 而且 申请资金的条件并不苛刻 比外资入股强太多了 比如说 这些公司 如果从国外的风头拿钱 1000万人民币 对方可能要占股30% 同样的条件 秦氏梦想基金 只要求占股10% 两相比较 秦家简直就是傻子 既然有这样的好处 哪家公司不想占便宜呢 于是乎 不知不觉的 从1984年开始 到1997年间 长达13年的时间里 秦家投资了数百家企业 就连华为的人正非 都过来寻找帮助 拿到2000万元的资金 四川长虹 为了购买电视机生产线 也过来申请了3000万元 老实讲 秦敌设立科技孵化器 只想为国家做点贡献 悄悄吐出一部分 当年劫掠的黄金 但是经过一番折腾 这些公司 在若干年后纷纷上市 反而让秦家的财富 急剧攀升 有时候 秦敌都感到有些发愁了 我积攒这么多财富 留着有毛用啊 再过几十年 或者一百年 我白日飞升走了 这些财富可怎么办 除非我飞升失败 被迫留在这儿生孩子 钱财对我来说 才有意义 不过 秦敌刚刚进阶元英期 一般来说 要到元英后期 甚至元英巅峰 才能白日飞升 而元英期进阶更慢了 往往要数十年 甚至一甲子 才能晋升一阶 所以他啥时候飞升 暂时还不晓得 1997年 老一辈的革命家 基本上都去世了 伯老病逝于1986年 贫老逝世于香港回归之前 这时候 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向着现代化国家 大踏步迈进 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 已经实现了80%左右 与此同时 秦家几位老人 也完成了伐毛洗水 开始一点点返老还童 精力越来越充沛 仿佛变成了年轻人一般 他们每天忙着修炼 很少出现在人前 所以 显得更加低调了 而在外面的人想来 他们可能随时离开人世 第三百八十四章 不老神话 今秋十月 秦迪 燕雪 顾如梅 顾如虎 还有三个寄名弟子 杜荣 杜兰和寒冰 再加上秦汉旭 张乃锦二人 聚集在九寨沟 这里有顾如虎 当年建造的一座宅院 一个甲子过去 依旧保持完好 秦月当年 曾经在这里住过很长时间 秦迪对三个寄名弟子说道 我原先想着 等你们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就把你们的魂魄收起来 然后找机会转世重生 但是 事情发生了变化 眼前有一个机会 如果能抓住的话 或许不需要转世 也能踏上长生路 这三位弟子 都有九十多岁了 一个个满头银发 宁神看着秦迪 先生 您说吧 需要我们做什么 秦迪缓缓说道 再过两年 便是千禧年 我用归藏意 仔细演算 得出一个信息 千禧年之夜 有一次地心齐态的波动 将会释放出灵能 比在香港山巅别墅的灵气强百倍 如果你们 能将灵气纳入腹内 将能够完成伐毛洗髓 成为修真人 听见这话 秦汉旭和张乃景 都露出兴奋的神色 千禧年 这不还没到吗 现在过来干啥 齐态波动 听起来很古怪 既然这是一个机会 能不能再多叫几个人过来 是啊 我家依然也七十岁了 我家秦熙 也六十五岁了 秦迪摆了摆手 叹道 其他人就算了 不是我不想帮他们 而是我做不到 为了帮你们开灵 我需要做一些准备 除了画符 建立祭坛以外 还要叫你们演练 北斗七星大阵 介意沟通天机和地脉 北斗七星阵 只能容纳七个人 由我做龙头 雁雪做龙尾 你们五人在中间 多一个人都不行 阿梅独立在外 自今日起 我传她仙音 沧海桑田 等到千禧之夜 阿梅以秦英相助 更容易招来灵脉汇聚 听她这么讲 众人都明白了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下一代的秦人 无法顾及了 于是从这天开始 众人开始筹划这件事 为了建立祭坛 秦迪动用了早年挖掘的昆仑玉 一块块上架的杨枝白玉 竟然作为砖石 垒成了祭坛 按照秦迪的说法 祭坛开启一次后 这些昆仑玉都将被毁坏 燕雪问 先生 上次九七回归时 我们用的是北极玉 这次 为什么要用昆仑玉呢 秦迪解释道 因为上次祭天 而这次祭地 将要勾连地脉 昆仑是地脉之根 所以昆仑玉效果更好 我们为什么不去西方的昆仑山呢 昆仑山太高了 不容易吸取地气 九寨沟位于四川盆地 更容易感受到奇胎的波动 秦迪将北斗七星大阵的诀窍 传给众人 又在一起演练了两个月 然后让顾如梅做龙头 顾如虎做龙尾 领着大伙继续练 顾如梅已经是金丹真人 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顾如虎还在筑基第五层 留在九寨沟 对他的修行有好处 九寨沟有两条小型灵脉 即便平日里没有奇胎波动 多演练北斗七星阵 对众人而言 也有缓缓强化肉身的作用 在场的众人中 杜容和杜兰的功力都在化尽 寒冰的功力则在暗境巅峰 他们都到了从五路到的边缘 就插越过那道门槛了 秦汉旭上次开灵完成了一半 这次经过演练大阵 对于灵气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只有张乃景的底子稍差 所以他感受的灵气很微弱 秦迪在张乃景的额头 贴了一张铜钱大的灵符 帮他更好地感受灵气的存在 然后就和燕雪离开九寨沟 返回摩都了 自从1986年开始 中国开始改变房产制度 此后一次次放宽政策 到1998的时候 宣布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于是乎 摩都房地产走上了疯狂上涨的不归路 秦迪虽然无异于炒作房地产 但还是在浦东盖了几座高楼 同时买下了浦西几处所谓的豪宅 他买的房产数量并不多 每一座都是精品 特别是位置绝佳 属于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 摩都虽然很大 真正的好地方并不多 这是一个全民炒房的时代 秦家如果置身事外 会被人看作傻子 于是他在每一片豪宅 都拣选最有代表性的建筑 对外展示秦家的存在 1998年 电视剧《还珠格格》 在湖南卫视开播 该剧轰动亚洲 风靡世界各国华人圈 收视率最高时突破65% 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收视率 由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 小燕子照为凭借该剧一举成名 成为全民文化偶像 开创了中国大陆的偶像巨星时代 然而不久 有人经过细致的考证 从中发现了许多奥秘 这部电视剧 是由香港百代电视台拍摄的 其中功力最高的肖建 乃是由顾如虎扮演的 而这魏顾如虎 赫然乃是威震东南亚的国军上将 有人翻阅解放前的历史文献 找到了顾如虎的授勋照片 跟电影上的形象一模一样 而且 这部电视剧的音乐总监乃是顾如梅 这个人的名字也曾出现在解放前的报纸上 这件事一传出来 顿时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好奇心 随后揭秘的文章越来越多了 顾如虎 国军高级将领 曾经驻守宇花台 与日军厮杀七天七夜 死在他手里的师团长就有两位 顾如虎浑身上下 有五百多处弹痕 据说 当时清先生撩起他的衣服 让很多将军目瞪口袋 顾如虎的父亲顾翰 原本是川军军阀 在对日战场上受重伤 病逝于1956年 顾如梅 人称秦仙 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古秦大宗师 他的秦艺更加高超 曾在蓝星大剧院演出 当时票价卖得很贵 没想到 这两个人都还活着 而且顾如虎看上去那么年轻 翻跟头也不掉威亚 简直就是奇迹啊 不对劲 按说顾如虎也该有90多岁了 这么大岁数 怎么还能翻跟头呢 而且相望那么年轻 不可能是那个人 人总会老的吧 怎么不可能 同样不老的 还有骑仙情敌 割仙雪向晚 这几位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于是 这件事经过不断的发酵 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第385章 哭诉 就连阿里巴巴的马云都出来凑热闹 在他的博客里说了一件事 我在太平山顶有一座房子 位于白家道的中部 有一天我出来散步 忽然看见 五百米外有几个人 他们站在山顶白云缭绕的地方 那里有几座令人向往的别墅 位置比我的宅子好多了 我当时隔得有些远 没看清那几个人是谁 我觉得好奇 于是向上走了一段距离 赫然发现为首之人 乃是秦氏家主 我们公司的第三号股东 世界首富秦仙情敌 另外还有割仙雪向晚 秦仙顾如梅 神武将军顾如虎 再加上两位信度的女士 她们是中国最早的奥运会冠军 一个叫杜容 一个叫杜兰 这些人都围绕着秦先生 俨然秦先生才是真正的核心 我想上去跟他们攀谈 谁知他们一转身 便消失在万花眼影的庄园内 我在外头绕来绕去 转了一个多小时 没找到进去的门径 最后只能畅然归 因为马云乃是人静皆知的大富豪 他的博客关注的人很多 所以这个博文一出来 下面留言的人多如牛毛 不会吧 像你这样的大富豪 竟然被秦家拒之门外 那怎么可能 你家的房子有多大 难不成秦家的别墅更大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他们都是50年前的时代精英 直到今天依然受人景仰 据说杜家姐妹 原本是歌仙学 向往的保镖 他们进水楼台先得月 在香港和美国一番打拼 多年以后都成了富豪 我看报纸上说 早在抗战前夕 有一次歌仙登台演唱 当时负责伴奏的 就是顾如梅 那一晚 总共募集到580万大洋 雪向往将这笔钱捐给了政府 还受到政府的特别嘉奖 拿到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这件事轰动了当时的魔都 我小的时候 听爷爷说 他也去现场捐了500大洋呢 我家有一个珍贵的老唱片 被我奶奶藏在床底下多年 我上次忽然翻出来 发现是歌仙雪向往的专辑 伴奏的就是顾如梅 他们很早以前就有良好的关系 你们恐怕都不晓得 雪向往新年的老照片 蒙着面纱 只露出两只眼睛和满头青丝 前不久在香港的拍卖会上 拍出了500万港币的大价钱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每天啥也不干 待在家里拍写真急的了 没想到 雪向往这样的绝世奇女子 竟然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 八岁卖身葬母 被秦大少买下来 这故事真狗血啊 嘿嘿 秦大少真有眼光 大伙说来说去 最后的焦点 又集中在秦迪身上 而此时的秦迪 正嫌得无聊 待在魔都家中 看新闻呢 新闻忽然闪出一个画面 伴随着女主持的播报 一个老喇嘛跪在地上 面朝北方 表情痛苦 深深地忏悔 师父 如果你能听见我说的话 请你原谅我的过错 对不起 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早年不该离开雪区 1934年 我还是小沙迷 在娇山向晚堂前 拜在上师秦宫门下 他赐我佛法根基 然而我却没有珍惜 我犯了弥天大错 记得他当年说过 不会见我最后一面 如今悔之晚矣 老喇嘛身后 还有一个略显年轻的喇嘛 秦迪定睛一看 赫然乃是海燕和尚 咦 我那老丈人还没死 看他那副模样 分明大词心法 有点成就了 对于海安小和尚 秦迪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当年他就已经放弃了 他看了电视不以为意 然而全国的百姓 不感到好奇 很多人议论纷纷 活该 走错一步 纯粹自找的 听说的上师秦宫是谁 郊山向晚堂 这名字怎么听着 有点熟悉呢 我想起来了 在镇江的边上 有个郊山岛 岛上有座向晚堂 据说是秦大少给歌仙雪 向晚建造的宅院 多年以前 还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呢 这么说 老喇嘛说的秦宫 难道会是奇仙秦敌 我的老天爷 奇仙竟然成了高僧大佛 这身份转变 也太猛了吧 什么高僧大佛 别听老喇嘛胡扯 说不定 他是被秦家收买了呢 不会吧 你看他痛哭流涕的样子 分明很伤心嘛 若是不伤心 能至于哭天抢地 哼 这是真实的新闻吗 老喇嘛究竟是谁 不会随便找个人扮演的吧 是真是假 大伙等等就知道了 如果是真的 到时候看看 那个秦宫究竟是谁 我觉得这件事 越来越有意思了 秦敌在家里掐指一算 小和尚海岸意识 半会儿死不了 他在电视上哭哭啼啼 分明是在半可怜 想要得到后续的 大悲心法 所以秦敌懒得搭理他 不过 时隔不久 秦府门外来了 两个工作人员 说是来自魔都宗教管理处 燕雪大体问了对方的来意 然后道 我家先生不在 两位请回去吧 其中一人年纪稍大 约有四十岁的样子 说道 经过我们的研判 萨木有意归国 所以想求秦先生帮忙 给他写封叙旧的信 燕雪淡淡地道 我家先生忙得很 没空做这种无聊的事 另外一人比较年轻 只有二十几岁 口气比较硬 道 写封信能花多少时间 这是立国立民的大事 还请夫人多配合 燕雪轻哼道 萨木那小和尚 敢以这种方式 胁迫秦家 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年轻人道 他的确活不了多久了 燕雪冷声道 活不了多久 与我家有何相干 他很有影响力 请你好好想想 这对秦家不是坏事 年轻人 你晓得什么 赶紧走吧 莫要再来了 否则 别怪我放狗咬人 话音未落 一头大狼狗 搜得出现在门口 冲着两人呲牙咧嘴 那两人还想再说话 然而那狗似乎很凶恶 而且步步逼近 吓得他们不敢再待 只能匆匆逃走 第三百八十六章 太上神效 两人回去之后 跟李处长汇报 秦家很冷漠 对这件事不但不配合 反而想放狗咬人 李处长约有五十岁 肥头大耳 梳着大背头 问道 秦家为什么不配合 是不是你们没说清楚 或者你们态度不好 招惹人家了 处长 依我看 秦家可能跟萨木法王有矛盾 不是我们态度好坏的事 把你们所说的话 一字一句告诉我 于是 年长之人从头到尾 复述了一遍 李处长皱眉道 这才叫话 不投机半句多呢 秦家不是普通人 别说秦敌是世界首富 单说萨木法王 拜他为师 这么大岁数 还不顾颜面 痛哭流涕 说明 秦先生很不简单 秦夫人说 小和尚不想活了 这话背后透着玄机 一个普通的女子 不可能这样说话 对了 我忽然想起来 解放后 秦邦弟子接受改造的时候 黄金戎在魔都扫大街 按照他交代的笔录 这位秦先生 还有一层隐秘身份 他是秦邦的天影 护法 自身有着画镜的功夫 他曾经收过两个徒弟 分别叫杜戎和杜兰 乃是大侠杜心武的侄女 他们也成了秦邦护法 你们再别去秦府了 免得一言不合 惹出更大的麻烦 被狗咬算是轻的了 年轻人吓了一跳 不会吧 处长 这都改革开放了 反动会到门 早已肃清 秦家还有胆子敢涉黑 年长之人笑道 怪不得 秦家解放后逃出去了 就冲他是青帮护法 也得好好收拾他 现在好了 他在外头招摇几十年 摇身一变成了大富豪 回来报效祖国 我们想 救他的小辫子 都救不成了 李处长缓缓摇头 你不要乱说 秦家的背景很深 年轻人恨恨地道 回头 我找人把那条狗打死 看他们还敢猖狂 李处常望着他道 小黄 你不要瞎折腾 你太年轻了 不明白社会上的痴妹亡俩 况且 秦家是大富豪 资本的力量很强大 你要是不服气 回去问问你父亲 看他怎么说 年轻人怂怂间 似乎对处长的劝说 没放在心上 三天以后的傍晚 这位名叫 黄立强的年轻人 偷偷拿了一支气枪 在秦府附近转悠 然而 天色刚刚黑 他就听见一声冷哼 就像闷雷一样 敲在他的心里 然后他的眼前一片黑暗 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 他跌跌撞撞地走远了一些 然后放开声音喊 救救我 救救我 我的眼睛坏了 这年月 还是有热心人的 有人过来帮忙 给黄立强家里打电话 半个小时以后 黄立强被小车接走了 他被送到医院 医生一检查 说是视网膜脱落 需要赶紧做手术 黄立强的父亲名叫 黄忠明 乃是膜都排名第四的副市长 问道 我儿子眼睛一向很好 怎么忽然间就来个视网膜脱落呢 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黄立强忍不住发出哀吼 爸 我被人暗算了 黄忠明一头雾水 有人打在你的眼睛上 不是的 我想用气枪打秦家的狗 结果听见一声冷哼 就像闷雷一样响 我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黄忠明吃了一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你说的哪个秦家 就是那个大资本家 妖兽啊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然招惹这家人 爸 你得把我报仇 把秦家人捉起来 你做梦呢 别说是我 就算是高官 也得掂量掂量 为啥 我懒得跟你讲 你就认命吧 幸好只是视网膜脱落 话虽然这么讲 不过黄忠明 还是会见了宗教处的李处长 因为李处长管理僧 道和西方教会 或许对这种事有些了解 李处长文言感到震惊 道 按照古书记载 道家有一种太上神效 丈夫孝文百里 妇人孝文五十里 孝能感应动扬 招魂反破 伤人于无形之中 雪像碗被称为歌仙 有可能掌握了 这种伤人的手段 黄忠明也很吃惊 还真有这种吃魅亡俩之术 这可是国家取缔的对象啊 李处长摇摇头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市长 这种事找不到证据 你就算想对付人家 也是师出无门啊 更何况 秦家有那么多大人物 不说两位诺奖得主 单说那位秦月 他可是43年的老革命 当年陕北抗战大学的老师 根基后者呢 秦家在每个大学 都有朱婉阁 韩城楼 他们还设立了奖学金 留学基金 树立了良好的正面形象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谁要想攻击秦家 都会成为众矢之地 黄忠明沉吟良久 道 这件事就算吧 将来看情况再说 他的言下之意 朱婉 秦汉成 秦陵 秦月这些人 年纪都很大了 还能活几年啊 等他们都死了 如果那时候 戈仙还没死 或许还可以找他的麻烦 日子一天天过去 转眼过去了半年 1999年5月8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 用B-2隐形轰炸机 投下五枚特殊炸弹 JDM 悍然轰炸了中国驻 南斯拉复联盟共和国大使馆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 光明日报 记者许信虎和朱颖 当场牺牲 数十人受伤 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 消息传出来 举国为之愤怒 这件事对中国人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就像一根针扎在国人的心头 在此之前 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战争 以为中国是一个大国 没有人敢过来欺辱 谁知道就在这一天 被人抽三个大嘴巴 于是从这天起 中国开始整军备战 加强军事科技投入 和国防力量的提升 半个月后 国防科工委的秘书长田宇龙 带着一个特种兵出身的保卫人员 从京城飞到魔都 进入秦府之中 他是接到了上级领导的通知 说是老一辈革命家 秦月要见他 结果与他想象中不同 他并没有见到秦月 而是见到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容 我是秦月的哥哥 名叫秦迪 是我让秦月通知你们的 这位小同志 你先避一避 我有些机密的话 要跟田秘书长说 田宇龙看了 跟着来的保卫人员一眼 小张 你去门口站着 是 保卫人员转身出去了 第三百八十七章 千禧之夜 两人回去之后 跟李处长汇报 秦家很冷漠 对这件事不但不配合 反而想放狗咬人 太不像话了 李处长约有五十岁 肥头大耳 梳着大背头 问道 秦家为什么不配合 是不是你们没说清楚 或者你们态度不好 招惹人家了 处长 依我看 秦家可能跟萨木有矛盾 不是我们态度好坏的事 把你们所说的话 一字一句告诉我 于是 年长之人从头到尾 复述了一遍 李处长皱眉道 这才叫话 不投机半句多呢 秦家不是普通人 别说秦敌是世界首富 单说萨木拜他为师 这么大岁数 还不顾颜面 痛哭流涕 说明 秦先生很不简单 秦夫人说 小和尚不想活了 这话背后透着玄机 一个普通的女子 不可能这样说话 你们再别去秦府了 免得一言不合 惹出更大的麻烦 被狗咬算是轻的 年轻人吓了一跳 不会吧 这都改革开放了 秦家还有胆子感 李处长缓缓摇头 你不要乱说 秦家的背景很深 年轻人恨恨地道 回头 我找人把那条狗打死 看他们还敢猖狂 李处常望着他道 小黄 你不要瞎折腾 你太年轻了 不明白社会上的 痴妹亡俩 你要是不服气 回去问问你父亲 看他怎么说 年轻人怂怂间 似乎对劝说 没放在心上 三天以后的傍晚 这位名叫 黄立强的年轻人 偷偷拿了一支气枪 在秦府附近转悠 然而天色刚刚黑 他就听见一声冷哼 就像闷雷一样 敲在他的心里 然后他的眼前一片黑暗 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 他跌跌撞撞地走远了一些 然后放开声音喊 救救我 救救我 我的眼睛坏了 这年月 还是有热心人的 有人过来帮忙 给黄立强家里打电话 半个小时以后 黄立强被小车接走了 他被送到医院 医生一检查 说是视网膜脱落 需要赶紧做手术 黄立强的父亲 名叫黄忠明 问道 我儿子眼睛一向很好 怎么忽然间 就来个视网膜脱落呢 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黄立强忍不住发出哀嚎 爸 我被人暗算了 黄忠明一头雾水 有人打在你的眼睛上 不是的 我想用气枪打秦家的狗 结果听见一声冷哼 就像闷雷一样响 我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黄忠明吃了一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你说的哪个秦家 就是那个秦家 姚兽啊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然招惹这家人 爸 你得把我报仇 把秦家人捉起来 你做梦呢 你以为我这样的 就敢招惹人家 我懒得跟你讲 你就认命吧 幸好只是视网膜脱落 日子一天天过去 转眼过去了半年 半个月后 田龙带着一个保卫人员 从京城飞到摩都 进入秦府之中 结果与他想象中不同 他并没有见到秦月 而是见到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容 我是秦月的哥哥 名叫秦迪 是我让秦月通知你们的 这位小同志 你先避一避 我有些机密的话 要跟田秘书长说 田龙看了 跟着来的保卫人员一眼 小张 你去门口站着 是 保卫人员转身出去了 秦迪道 田秘书长 你跟我来 他领着田龙 来到地下室 手指一大堆 黑乎乎的盒子 道 我请你过来 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田龙低头看了看 道 这好像是电脑的硬盘 里面有什么资料吗 秦迪道 里面核心资料 是我花了五十亿美金 聘请高手偷出来的 田龙大吃一惊 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这 这么多硬盘 怎么可能偷得出来 秦迪微微一笑 田秘书长 你别管我怎么弄来的 反正我叫你来 就是让你把这些东西弄回去 集中全国的核心专家 好好研究里面的内容 你可不要辜负 我的一番心血 也不能走漏消息 说是我提供的 是 是 我这就叫人来搬走 田龙虽然不敢相信 他说的话 但也在心中期盼着 别说是核心资料了 哪怕稍微沾点边 那都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他当即打电话 通知将这些东西装箱搬走 用军机空运到京城 然后抽掉了十几位电脑专家 想方设法将硬盘里的资料抽出来 硬盘本来有自毁装置 但是他不但没有自毁 而且连证券密码都贴在盘外 所以对于电脑专家来说 提取资料易如反掌 不久 那上百块硬盘的资料被整理出来 田龙看得无比的震惊 只觉得满眼冒惊心 脑袋嗡嗡作响 果不其然 那都是核心资料 田龙连夜上报 次日一早便召集相关人员开会 会后 一系列秘密研究正式展开了 再往后 电视台忽然要拍一部三十集电视剧 名字叫《秦家大院》 编剧请大文学家 大诗人秦岳做指导 片头片尾的歌曲 请歌仙雪向晚亲自演唱 音乐总监请秦仙固如梅担任 魔都电视台的人联系秦岳 秦岳欣然同意了 他亲自执笔 写故事大纲 从老爷子秦兆集来魔都建厂开始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事 秦岳写完大纲之后 先交给秦迪修改 然后再拿到电视台润色 电视台想要特别加重秦岳的戏份 秦岳本人不同意 但是秦迪点头表示认可 毕竟是有关民族复兴的电视剧 多增加革命家的戏份是应该的 随后便是全国挑选演员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这时候秦迪和燕雪回到了张家界 继续迁徙之夜的准备工作 杨历2000年1月1日 乃是农历的1999年11月25日 天上只有一弯月牙 北斗七星高挂清明 万籁俱敬 半夜子时院子里 一个昆仑玉垒城的祭坛上 静静地坐着七个人 除了秦迪和燕雪以外 剩下的五人前胸后背 都贴着开灵符 顾如虎站在五十帐外 防止外人闯进来 顾如梅坐在百帐开外 将灵晴置于身前 准备弹奏沧海桑田 虽然学了两年 但是以他金丹初期的功力 还无法发挥鲜音的威力 连千分之一的效果都难展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每个人都凝神静坐 眼观鼻 鼻观口 口问心 不知不觉 到了十一点四十五分 忽然间 祭坛周围起了一层白雾 渐渐的白雾越来越厚 地面开始微微颤抖 地震了 远处的村寨里 少数村民从睡梦中醒过来 匆匆出门查看 然而什么也看不到 顾如梅已经是金丹真人 他能暗夜事物 看见祭坛周围的地面有了起伏 仿佛有几条土龙 向着祭坛的方位汇聚 祭坛上 情敌双手交错 不停地在身前画着各种符印 将周围百里内的玲珑都吸引过来 他身后的五人 身上的灵符都在闪闪发光 忽然间 起风了 山风吹过树梢 树叶沙沙作响 天地间响起轰隆隆的声音 吼 吼 一连几声低沉的龙吟 仿佛从地底发出吼声 随后 猛然一阵地动山摇 差点把祭坛上的几个人掀翻 情敌沉声喝道 情声起 七星转 顾如梅听到指令 当即谈起了沧海桑田 与此同时 天上的北斗七星 也各有一束荧光 笔直地照射在每个人的额头 众人都觉得浑身发热 你王公 仿佛受到仙人的敲击 耳边传来黄中大吕般的声音 杜荣首先发出一声轻笑 在祭坛上跳起来 他率先撕破了天人之间的隔阂 第一个完成了开灵 只是三五个呼吸之后 杜兰也顺利开灵了 浑身上下感觉无比的轻松自在 紧接着是三叔秦汉旭 他上次完成一半 这次被灵气灌注 再加上星光引导 终于超凡脱俗了 然后是寒冰 他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向着数十丈外的骨如虎挥手 可是过了好大一会儿 张乃景还迟迟不能打开天门 到最后 眼看着地脉的翻滚逐渐减弱 再不开灵 就来不及了 于是 燕雪猛然伸手 在他的脑后 啪的一拍 张乃景 感到自己的脑袋 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头顶上方 隐约打开一个小孔 他的天门总算打开了 正在众人无比欢喜的时候 忽然听见秦敌叫道 不要散开 趁着灵气还没有消散 这是伐毛洗水 增长功力的好机会 于是 众人又赶紧盘膝坐下 宁神吐纳充沛的灵气 大约到了十二点十五分 三条玲珑停止吞云吐雾 挣扎着想要逃走 然而 他们分别被秦敌 和燕雪奋力抓住 竟然挣脱不掉 秦敌道 掌灯 将我准备的锁灵盘拿来 固如虎一步跳过来 打开了柴油发电机 于是 院子里的电灯亮了 众人赫然看见 秦敌两手 各抓住一条 金银剔透的玉龙 燕雪则双手抱住一条玉龙 玉龙一条呈青色 一条呈黑色 还有一条色呈金黄 就像用色彩绚烂的 玉石雕琢的一般 先生怎么还不松手 一松手还会跑掉 第三百八十八章 秦家大院 此时 固如梅纵身上前 先用一个阵盘 锁定燕雪抱着的灵脉 然后来帮秦敌 固定他手里的两条灵脉 笑道 先生 这三条灵脉的等级不低啊 每一条玲龙都有持许粗 这算是大型灵脉了吗 秦敌点头 没错 这是极其珍贵的大型灵脉 有了这三条灵脉 不当我们有了修炼的根基 而且能让整个酒寨沟 变成人间仙境 固如梅诱到 先生 我刚刚看见地脉起伏不定 好像不止这三条灵脉啊 是啊 原本有七条灵脉 受到七星仙光的吸引 凑到了祭坛的边上 可惜我没办法抓住 让其余四条灵脉 逃走了 逃到哪里去了 逃回地心了 刚说出这句话 秦敌的眉毛忽然上扬 露出惊喜的神色 咦 还有一条钱藏在附近 快快 抱住住左手的灵脉 咽雪上前来 伸出双手 抱住了那条黑色的灵脉 秦敌从祭坛上跳下来 一头扎进了土里 他的身形消失了 然后周围的土地 又开始不停地起伏翻滚 过了好大一会儿 秦敌才从土里钻出来 拖着一条白色的玲珑 他扬天大笑 这算是意外之喜了 木火土金水 总共五种玲珑 这次捉住了四种 固如梅再度上前 帮忙将这条白色玉珑锁住 先生 还差了一条火龙 对不对 嗯 火龙的威力太猛 等闲不会出来 如果骤然出现的话 往往伴随着火山喷发 燕雪道 那我们看看明天的新闻 世界各地 有没有火山喷发的消息 经过一夜的灵气冲刷 在场的几个人都已经超凡脱俗 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 他们的面色显得红润起来 白发也在一点点变黑 这些人中 年纪最大的是秦汉旭 他已经117岁 其次是张乃景 104岁 然后是杜容和杜兰 87岁 最后是寒冰85岁 用不了多久 他们每个人都将返老还童 杜容和杜兰 会变成30多岁的模样 虽然说 他们每个都有家人 心里都有牵挂 但是仙凡有别 那也没办法 情敌道 我会设置大阵 将这座小院隐藏起来 不让世俗之人看到 从今以后 大伙就在这里隐居修炼 只有拿了出入令牌 才能够走进来 否则 只能在外头瞎转悠 你们出去之后 也不要对我宣扬 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众人纷纷点头 明白了 放心吧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会像小孩子一样 四处乱说的 情敌又道 过几天 我的父母和姐妹也会过来 到时候 我集中传授 你们修炼的法门 开灵之后 完成了伐毛洗髓 这只是才开始 接下来的道路 艰辛而又漫长 修仙就是与天争命 如果你们进阶太慢 还是有可能会陨落 好在有了这几条大型灵脉 每个人都有成为 金丹真人的可能 理论上 只要有了大型灵脉 就有了诞生原因真君的条件 当年 秦敌第二世刚开始修仙的时候 拜入修真门派 金丹宗 当时金丹宗偌大的 也只有一条大型的火脉 所以说 能在九寨沟 一下子冒出四条大型灵脉 这对秦敌而言 是非常难得的好事 虽然说 在乌山洞天中 也有大型灵脉 但那个灵脉 已经消耗了一半的灵能 而眼前的四条灵脉 却是新生的大型灵脉 至少能支撑众人 修炼两千年 只要有千年的时间 大概每个人都能修成元英了 或者修仙不成 将会变成白骨 接下来 秦敌开始设定大阵 将小院周围保护起来 他已经是元英真君了 炼制的阵法十分高明 别说是普通的凡人 就算是同样的元英真君 甚至高一届的不须真君 都没法闯进来 与此同时 燕雪用手机给秦汉成 和朱丸等人打电话 让他们来这边修炼 自此之后 这些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 每年只在外面现身一个月 见一见家人 或者处理世俗之事 当然 秦敌 燕雪和顾如梅 在外面待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他们的功力最高 金丹真人 拥有千年以上的寿命 元英真君能活三千年 而秦敌才只有一百岁 可以随意在外面行走 放松身心享受生活 两千年三月 电视剧《秦家大院》开拍了 除了《国家投桃报》里 特意拨款三千万以外 秦家也大手笔出资两亿元 因此 剧组有充足的经费 拍片不仅物求完美 燕雪和顾如梅经常现身剧组 跟演员和导演 讨论剧情和乐曲细节 剧本是经过秦敌改编的 其中秦悦的戏份占了四分之一 剧中出现了很多人 除了秦汉成 朱婉 秦敌 燕雪 秦陵之外 还有卓清秋 王叔 秦兆吉 秦汉良 秦汉旭 惠子 杜荣 杜兰 顾如虎 顾如梅 杜月生 既然历史已经过去近百年 秦敌已经是原音真君 他不想再遮遮掩掩 他想还原真实的状况 但是考虑到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 为了不至于造成混乱 所以他进行了适当的改编 将修真人变成有武功的江湖中人 于是乎 这部电视剧就成了武侠剧 导演对这种改编赞不绝口 这样子才能吸引眼球 等到播放的时候 肯定会观者如潮 引起巨大的轰动 这年月的电视剧就喜欢武打 什么八仙过海 海灯法师 射雕英雄传 老百姓喜欢这玩意 如果是堂堂正正的历史剧 反而没多少人愿意看 扮演燕雪的女演员 是正荡红的小燕子 赵薇薇 她原本以为自己花容月貌 可是看到燕雪本人 她才觉得无比的惭愧 她几次哭着去找导演 说自己不想演了 因为燕雪的绝世先姿 她根本演不出来 导演 这不是我能胜任的 歌仙身上 有股特殊的风韵 让人看了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你让她自己演得了 这活我干不了 导演反复劝她 歌仙的真实年龄快九十岁了 她要是亲自演 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已经打听过了 歌仙看上去年轻 其实她戴了面具 这是一种特殊的面具 一般人看不出真假 她的真实形象嘛 是鸡皮鹤发的老太太 赵薇薇叫道 那不可能 我跟她说过话 她的声音很清澈 走路如风柏杨柳 哪里有一点老太 导演劝道 你好好演 这可是 你登上人生巅峰关键的一步 后来有一天 燕雪亲自去见赵薇薇 传了她几句呼吸吐纳的口诀 赵薇薇照着演练了半个月 才敢接演这个角色 第389章 大手笔 这部片子拍了大半年 等到2001年2月下旬 春节过后 开始播放 开幕曲是歌仙 亲自演唱的 《菊花台》 这本是周杰伦2006年的经典 被情敌毫不犹豫拿过来用了 进行了适当的改编 此时的周杰伦 乃是百代娱乐的签约歌手 方文山 乃是百代娱乐的御用填词人 燕雪的歌声 本来就有无穷的吸引力 由她演唱 菊花台 让每个听众都觉得心中一景 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仿佛电视上演的 全都是真实的一切 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 随风飘散你的模样 愁没渡江秋星拆两半 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摇晃 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 我一身的戎装 呼啸沧桑 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 一夜惆怅 若此为晚 这样的歌曲 一下子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紧接着 所有人都陷入剧情中去了 秦大少出生了 原来是这么个鬼模样 这也太惨了吧 秦月小时候 体弱多病 经常发烧 她的母亲 研制出阿斯匹林 秦大少五岁才能走路 这样的残疾儿童 没有被抛弃 她妈妈真了不起 秦大少七岁 跟着爷爷去普陀山 被一道佛光照住 秦大少十岁 和秦月一起 跟父亲秦汉城去海上白云观 回来之后 开始说梦话 不久诸晚 研制出黄暗药 秦大少 十七岁周游全国明川大山 十九岁登上大雪山之巅 在山下见到小姑娘 验雪 哇 歌仙小时候真可怜 秦月少女时代这么漂亮 秦家那时候就是富豪了 她怎么走上革命的呢 随着电视剧的一集集播放 看的人越来越多 几乎到了万人空向的地步 秦月的戏份逐渐增加 她认识了卓青秋 参加了左连 认识了周守庚 前往井冈山 路上遇到劫匪 然后认识王叔 秦大少则开始在股市 和商场上纵横驰骋 并且收雇如梅 顾如虎 杜荣和杜兰为图 电视剧演出了全民抗战的镜头 出现了陈淑青 韩江 韩绍奇 李胜公 张川 黄英 描述了王叔被捕入狱 写下了国歌歌词 秦家将一船船物资运往韩城 一箱箱的枪械 送给新华军 顾如虎身中数百颗子弹 在金陵城刺杀日军大将 顾如梅当着上万士兵 演奏古武士气的广陵伞 远征郡在深山老林奋力厮杀 杜荣和杜兰加入军同检出汉奸 故事讲到建国时 三位杰出女性登上城楼为止 后面还有几行字 说秦家回归 为民族复兴大业 做出了新的贡献 这部电视剧的结尾处 还有某位老首长的题词 引起了百姓的猜测 电视很好看 可是国家为什么会允许拍 这么一部片子呢 因为秦家充满了传奇 民国十大杰出女性 秦家就占了四位 不对 我觉得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你看这句话 秦家我民族复兴做出贡献 究竟钱藏的什么意思 首长那句题词 更是意义深远 你听说了吗 国家同时成立了 两家战机研究中心 江南造船厂也在上新项目 难道说 秦家偷偷捐助了一大笔钱 根据报纸上的披露 秦家自从1979年回归之后 已经向国内转移了1000亿美元 我的天哪 1000亿 那是多少钱啊 秦家为国家建设呕心沥血 电视剧虽然到1949年截止了 但是随后发生的事 还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算了算了 特殊年代 你就别叫真了 希望秦月能安度晚年 电视剧播完的第二天 整个中国的老百姓 还在议论纷纷之际 晚上7点20分 新闻女主持江霞忽然道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 世界首富秦家刚刚宣布 将积攒多年的2000吨黄金 无偿捐献给祖国 下面是魔都电视台转过来的画面 秦家院子里的花园过道上 整整齐齐摆放着一块块金砖 每块10公斤 总共20万块 在夕阳映照下 闪闪放光 仿佛一座金山一样 亮瞎了每个人的眼睛 秦迪站在金山边上 语气平静地道 这两天 大伙都看了电视剧 这部剧只演到1949年 后来经过50年辛苦打拼 秦家积累了一些财富 今天 我把过去100年来 四代人努力的结果 总共2000吨黄金 全部捐献给祖国 这是秦家所有人的一腔热血 希望国家把这笔钱用在刀刃上 发展科技 富国强兵 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旁边围着很多的记者 一个个争着问 秦先生 您能否说说 怎么辛苦打拼 积累到这么多财富的 秦先生 这么多黄金 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你是怎么运进祖国的 秦先生 您为什么现在捐出黄金 秦先生 您捐出的黄金 占家产的几成 秦迪摆了摆手 让早已到场的一队军人 将黄金运走 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 就转身进屋了 新闻就播了这么一小段 然后女主持人说了一串数字 按照目前黄金价格折算 一盎司黄金为270美元 2000吨黄金价值 173亿美元 1527亿人民币 听到这段话 举国百姓都为之震惊 我的天哪 秦家这是疯了吗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跟政府达成了协议 捐献这么多黄金 就为了拍这个电视剧 秦家这是拿钱买名誉啊 他们这样做 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 秦家几位老人 快死了 你想啊 秦汉成和朱婉 差不多120岁 秦陵 秦迪和秦月 也在100岁左右 燕雪90岁 这些人还能活几年 这么多钱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还不如捐了呢 不对啊 秦迪和燕雪是有儿女的 他们干嘛不留给子女 哈哈 你们都错了 秦家捐出这么多黄金 只占总资产的一部分 谁知道 秦家有多少钱 你们看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 是啊 秦家目前持有招商银行12% 中信银行10% 深圳发展银行8% 广发银行7% 新业银行13% 工商银行1.1%的股份 单是这些股份价值几何 另外 他们还投资了魔度的远洋码头 通过两家科技孵化器 占股上百家企业 不管怎样 秦家捐出2000吨黄金 至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 这是一件好事 秦先生说的富国强兵 那是怎么回事 要打仗了吗 自从南联盟出事 上面开始拨款战备 第390章 天罚 天佑 转眼到了8月底 秦鸿通过几家离岸金融公司 买了一批未来三个月的美国 欧洲和日本的股指 黄金 原油 美元的对冲击权 看涨 看跌的期权 各买了一部分 与此同时 他还卖掉了少部分股票 加上原有的现金储备 总共有150亿美元的现金握在手上 半个月后 就发生了911事件 本拉登的手下劫持波音767 和波音757等四架飞机 撞入美国世界贸易中心 及五角大厦 造成近3000人死亡 当天 美国股市直接就关门了 等到下周一开盘 股价暴跌 黄金 石油上涨 美元急剧下跌 欧洲和日本的股市 同样跟随美国市场波动 秦鸿早被秦敌灌注了神识 当然知道 911这个历史事件 但他不能提前大肆做空 因为如果有大手笔做空 证券交易所 很容易查出来 正因为如此 他采用双面下注的对冲手法 每个账户动用的资金并不多 但是 期权这玩意 是一把锋利的宝剑 能用很小的资金 撬动很大的市场 相当于放大数十倍 一百倍 两面对冲下注的意思是 让一面暴跌接近于零 另一面暴涨数十倍 通过这种方式来赚钱 如果政府一旦追查 还有解释的空间 911事件发生后 股市一开盘 金迪便把看跌期权全部清仓 依旧持有看涨期权 并且投入重金做多 他花20亿美元 买入标准普尔ES期货 又追加1亿美元看涨期权 剩下的资金 全部买入到琼斯指数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他就赚了200亿美元 等于将捐出去的黄金 重新拿回来了 真正做短线 赚钱的方式 不是买入到琼斯指数 而是加了杠杆的期货和期权 911后 道指最低点8200点 一个月后涨到1万点 如果买指数的话 赚不到20% 而期货和期权 则是翻多少倍的问题 不过 期货和期权很凶险 若是看错方向 必然倾家荡产 10月7日 美国与英国挥兵攻打阿富汗 阿富汗战争爆发 从此美国陷入阿富汗泥潭 10月14日 张学善在美国夏威夷市市 享年101岁 这家伙早年吃了 秦迪的一颗丹药 否则不会活这么久 进入21世纪后 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直线上升 很多人开始购买黄金和玉石 秦迪尽管捐出去 2000多吨黄金 他手里还剩下6000吨呢 而且 顾如虎控制了缅甸玉石产地 可以源源不绝地运过来 东亚珠宝行的规模越来越大 已经在多个城市开设了分店 雇佣的员工达到15000人 除了营业员之外 还有玉石工匠 珠宝设计师 经营首饰制作人员 另外 秦迪手里还有一批真品昆仑玉 一直没舍得拿出来 他还出资跟新疆和田市合作 在昆仑山建立了玉石开采基地 至于说 玉龙河里的流水料 那就留给当地的百姓了 他不想过去凑热闹 免得吃相太难看 昆仑山中 还有一个灵洞呢 里面有古代修真人留下的金身 如果搬出来的话 也能算作国宝 不过 秦迪怎能做那种事呢 那些金丹真人 没能白日飞升 已经够悲催的了 如果再把他们的肉身 拿出去展览 岂不是有点灭绝人性 再者说 秦迪虽然是原因初期 但他也不敢保证自己能飞升 飞升历来是 修真人鲤鱼跳龙门的关键一步 至少有八成的原因 真军都在这一步失败了 万一他要是杜劫失败 等到千年之后 肉身被后人挖出来展览 那会是什么滋味 老实讲 秦迪当前最需要的是现实 他要想启动大顶 将所有人一股脑带走 必须找到更多的现实 否则 他只能一个人飞升 其余人包括燕雪在内 都可能在千年之内陨落 他不愿想象那悲哀的一幕 因此之故 秦迪招来一批东亚珠宝行的鉴定师 拿了一块落星石 又拿了一块 从乌山洞天得到的仙石 展示给他们看 我需要这种石头 如果你们见到类似的东西 或者有些奇怪的石料 都给我送到摩兜来 每隔半年 我会亲自验看 如果有所发现 将会有重赏 这些鉴定师 看着仙石琢磨了一阵子 记住了大概的品质 然而因为他们没有灵根 无法感知鲜石的奇特之处 所以想找出来并不容易 有位地质学家出身的鉴定师 忽然道 秦先生 您这石头 不属于宝石类别 我看着 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 秦迪道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鉴定师道 我以前 见过一种天然的油矿 跟这种石头有些相似 所以 我怕它有放射性 此言一出 其余的鉴定师 骇然变色 吓得转身就逃 秦迪心里也是咯噔一声 旋即说道 别害怕 这东西没有放射性 这位师傅 你怎么称呼 那人道 我叫张明丽 以前是矿业大学的讲师 秦先生 我建议你将这两块石头 送到矿物鉴定中心 那里有多种仪器分析 更容易搞清楚 它的化学成分 秦迪点点头 不错 你说的话很有启发 回头发奖金给你 哈哈 多谢多谢 于是 秦迪亲自将这两块石头 送到魔都矿物鉴定中心 并且捐助一百万元 请他们仔细检查 这究竟是什么玩意 在地球上有没有产地 鉴定中心的主任 郑辰满面笑容 说道 秦先生 您放心 最多一个月 我们会将它查个底朝天 然而秦迪 却不觉得 事情会有那么容易 第三百九十一章 重叠油 果然 一个月后 郑辰拿着厚厚的一叠资料 来到秦府 说道 秦先生 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发现这是一种奇特的新材料 暂时找不到它的产地 但就分子结构来看 跟天然的三氧化油最接近 秦迪问 它们是不是油的同位素 郑辰答道 油的质子数为92 根据中子数目的不同 总共有12种同位素 分析这两块石头的原子结构 发现它的质子数是194 就像两个油原子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星形的元素 在地球上 还是首次发现 秦迪问言 经不住皱眉 原子叙述194 怎么那么靠后 郑辰笑道 是啊 通过我们的初步分析 如果用它来做和裂解 释放的能量将会是油的好多倍 这是一种极佳的核工业材料 而且没有放射性 十分安全可靠 秦先生 您是从哪里得来的 秦迪心想 我正想问你 哪里能找到现实呢 你还反过来询问我 他摇头说道 这是我旗下的珠宝鉴定师 送上来的 顾客说是珍藏数百年的宝贝 天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呢 郑辰道 那两块石头 还要做进一步分析 这是具有化石带异议的材料 对国家来说很重要 所以没办法还给你 秦迪点点头 他缺的不是一块两块 而是成千上万的仙石 才能启动大雨留下的仙气九顶 研究结果将会写成论文 如果有更新的发现 我们会及时通知你 多谢 你请走好 秦迪送走了郑辰 心里并没有太失望 从初步的研究结果来看 仙石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性 等到论文发表之后 将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如果地球上还有这东西 很快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比他通过几十个鉴定师 寻找方便多了 另外 他心里还冒出另外一种想法 如果到最后 我始终凑不够所需要的仙石 能不能买一些工业油矿 自己提炼浓缩油 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 能代替仙石呢 这只是猛然跳出来的一个念头 具体能不能成功 只有天晓的 他暂时不会去做这种事 且待将来走投无路时再说 这一天 秦迪来到位于浦东的私家博物馆内 在这里 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 待在馆内不肯离去 这些人一面观赏 一面赞叹不绝 这是私家博物馆 我觉得 比国内大多数的省级博物馆 藏品档次还要高 秦迪真是牛掰 不但捐献了两千吨黄金 还收集了这么多宝贝 很多藏品都无法衡量其价格 这算什么 秦迪还捐献北京猿人头盖骨呢 那玩意岂不是更珍贵 说什么珍贵不珍贵 很多藏品都被列成国宝了 压根儿不允许买卖 这件碧玉西瓜 据说是慈禧太后的陪葬品 当年她的请铃被挖开 宝物流失 不知所踪 没想到被秦迪拿到手里了 这件元朝的清花词 如果拿出去拍卖的话 那可不得了 秦迪在博物馆内查看了一圈 耳朵里听着游客们发出的感叹 忽然间 她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 对着一个紫檀木的首饰盒 垂泪 她的身边 还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老太太低声道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首饰盒 你若是不信 打开看看里边 还有你太爷爷留的字呢 当年咱们家是苏州大户人家 我那时候十八岁 看到街上有人贴告示 说是日本人会打进来 于是被父亲送到长沙避难 后来日本人真的打进来了 不但杀人放火 还抢走咱家的宝物 十个多年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她 小姑娘道 奶奶 既然是咱家的东西 应该跟博物馆说一声 看能不能还给我们 老太太摇了摇头 算了 早先被日本人抢走 就不再是我们的了 再者说 你没看见事吗 当年在苏州张贴告示的 就是秦先生 是他救了我一命 他对咱家有恩 秦敌缓缓走过去 问道 老人家 你说 这盒子里有字 会是什么字呢 老太太抹了把眼泪 转头看向他 然而他并不认识秦敌 因为电视剧是演员演的 跟秦敌真人不一样 他以为秦敌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 于是开口说道 抱歉 我只是心情激动 随口说说而已 秦敌道 你若是说对了 我可以把盒子还给你 这件藏品算不得国宝 老太太眼前一亮 道 盒子里有八个字 最后一个字是玉 乃是我的辈分 我姓顾 名叫顾玉明 秦敌有些亚裔 问道 你是苏州顾家人 那你认识顾玉宁吗 你让我想想 我好像有一个堂兄 叫这个名字 他比我大十几岁 失散很多年 他大概不在人设了 秦敌道 顾玉宁还活着呢 住在美国东海岸 今年可能回来一趟 啊 那感情好 那太好了 秦敌让工作人员将展览柜打开 把首饰盒取出来 里面果然有八个字 跟顾玉明说的一模一样 顾玉明抚摸着首饰盒 心情激动 眼泪又流下来 烧停片刻 才问道 这位小先生 请问你是谁啊 你能做主 将盒子还给我 秦敌微微一笑 道 我就是秦敌 这家博物馆的主人 啊 你还这么年轻 祖孙二人都大食一惊 秦敌道 我认识顾玉宁 她的夫人杜兰 是我的徒弟 电视剧上出现过 小姑娘眼珠子咕噜噜地转 惊喜地叫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杜兰和她的姐姐 是最早的奥运会冠军 她还参加过军统 有一次带着九个女兵 去刺杀日本官员 秦敌道 你们留个地址 等顾玉宁回来的时候 我会告诉她 顾玉明道 多谢秦先生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当年我和母亲提前一步 逃到长沙 我父亲留在苏州 他逃难的时候 不幸被炸死了 我后来辗转去了程度 在那里嫁了人 你后来没再回苏州 1947年和1969年 我回苏州探望 那时候 家里的人都失散了 第392章 射魂符 秦敌道 这个紫檀木的首饰盒 用料上成 乃是不可多得的金星子 看上去有200多年历史了 你们祖孙二人 携带不方便 我找人帮你送回家去 免得在路上失窃 因为博物馆里 众目睽睽 万一有歹人 看中了首饰盒 说不定 从他们手里硬抢 这东西拿出去卖 还是比较值钱的 顾玉明看看周围 点头道 多谢秦先生 周围人看见了这一幕 忍不住过来围观 有人问 怎么着 博物馆 还可以将藏品还给私人 以前不是姚舌不归还吗 今天开了这个口子 以后找上门的人可就多了 秦敌冷哼道 我想还就还 不想 还就不还 归还是秦分 不还是本分 如果有争议 请上法庭诉讼 博物馆聘请了律师 大伙正闲的没事干呢 有人问 秦先生 博物馆里这么多藏宝 真是您一件件买回来的吗 秦敌似笑非笑道 你猜 有位背着画板的中年人问 秦先生 我是一位画家 听说您在解放前 购买了大量现代画家的画作 为什么在博物馆里 一件都没有 我来这里 就是想学习借鉴大师们的国画 然而却只能失望归了 秦敌道 我手里是有一些民国时期的画 但还不到出事的时候 您准备啥时候拿出来 再过十几年 等盛世到来 我会拿出来拍卖 哇 那样 你又能赚一大笔钱 真是了不起 太有眼光了 有个打扮时髦的女子盯着秦敌 大声问道 秦先生 您已经百岁高龄了 为什么还看着这么年轻呢 是不是戴了特制的面具 秦敌望他一眼 道 你猜对了 我戴了人皮面具 啊 吓死我了 真的是人皮面具 呵呵 仿真皮 秦敌跟众人随口闲扯了几句 然后便离开了 不久 科学家顾玉宁从美国归来 受到魔都外事办的殷切招待 因为顾玉宁逃离满天下 有两位神级弟子在位 所以他很受官方尊重 事后他来到秦府 值弟子里来见秦敌 秦敌看着他 叹了一口气 道 你的阳寿不多了 顾玉宁低头 说道 我知道 大陷将至 我死后 求先生多照顾杜兰 杜兰是我的徒弟 我自然会关照他 你最近见他没有 他忽然变年轻了 啊 真的吗 那是一件好事 因想不想转世重生 怎么个说法 我给你一张射魂宝符 你若想重生 就在临死之前 将宝符打开 置于床头枕边 你死之后 魂魄会被收射进入符中 等到若干年后 我若能离开地球 到了一节之后 会助你转生 但是具体时间不确定 或许三百年 或许五百年 或许一千年之后 原本秦敌 还是金丹真人的时候 采用这种方法 助人重生 只有两三成希望 但他现在已经是 原因真君了 炼制的宝符档次 提升了不少 而且 顾玉宁早年接受过他的指点 自身在禅学方面 颇有造诣 所以转世重生的可能性很大 顾玉宁收了宝符 恭恭敬敬地对秦敌鞠躬 先生 如果有来生 我愿做您的弟子 秦敌点点头 我知道了 2011年11月14日 下午17时26分 在新疆 青海交界处的昆仑山中 发生八点一级地震 震中距离若羌县城400公里 距离格尔木市350公里 秦敌一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就经不住 咯噔一声 坏了 昆仑灵洞 可能被毁了 第二天凌晨 他和燕雪前往昆仑山 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就来到玉须峰的北路 果然 进出灵洞的通道 已经崩塌了 擎敌施展 土顿爵 一口气 钻入大山近百米 也没有找到原来的通道 于是 他只好重新钻出来 他深吸一口气 对燕雪道 我们分头找一找 看看 有没有新奇的东西 燕雪问 你是指什么 秦敌道 地震代表着地新奇态的波动 可能伴随着灵脉的起伏 昆仑山很多年前 乃是群仙晦翠的地方 有些仙人 在这里设置了洞天 我们以前功力太弱 没办法看破仙街隐匿阵 这次八级地震 有可能破坏封闭的阵盘 暴露出隐藏多年的仙家小世界 燕雪听了精神大震 好 你我各分头找 十天后再次会合 如果有发现 我会给你打电话 这毕竟是21世纪的地球 用卫星电话联系很方便 如果是在别的卫免 恐怕要用传音符了 两人各自施展寻灵诀 沿着昆仑山脉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 才过去一天 燕雪就打来电话 先生 我在玉珠峰的南侧 昆仑河的源头 看见一道彩虹 昆仑河的源头名叫黑海 这里海拔4300米 湖水清盈 鸟禽成群 野生动物出没 气象万千 附近便是玉须峰和玉珠峰 今年银装素果 山间云雾缭绕 距离黑海不远 有一个野牛沟 高山深河 绿树葱龙 经常有野牛出没 燕雪看见彩虹的地方 位于玉珠峰的山腰 往下两千米便是野牛沟 在野牛沟的上方五百米处 还有一个昆仑泉 乃是昆仑山中最大的不动泉 水量大而稳定 传说是西王母 用来酿制穹江玉叶的泉水 擒敌纵身飞到彩虹出现的地方 发现那是一道红黄相间的阵膜 附近不远处还有一些炎化 燕雪问 先生 你看这儿 是不是有古怪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有颜色的阵膜 往往是仙阵 对吧 秦敌心中欢喜 笑道 没错 从外表看 阵膜颜色位于红黄之间 里面定然有一条仙灵脉 否则无法支撑这样的仙阵 这样的仙阵 可以破解吗 难度相当大 我来试试看 秦敌这次并没有取出大鼎 因为以他的功力 还无法催动大鼎 上次用大鼎破除阵膜 是因为乌山洞天外面的阵膜等级较低 属于领保大阵的级别 而眼前的阵膜却是仙阵 大鼎在无法全力催动的情况下 面对仙阵未必能凑效 仙阵也是分等级的 从一阶到九阶不等 眼前的阵膜颜色 居于红黄之间 以红色为主基调 相当于一阶巅峰 或者二阶仙阵 一把而言 一二阶仙阵能对付地仙 三四阶仙阵能对付零仙 五阶仙阵就能对付天仙了 也就说 地仙都很难能打开这种大阵 但是 秦敌在阵道方面的造诣 可以说天下独步 他当年做先帝的时候 曾经靠着自制的神阵 挡住了数十位先帝的联手为攻 因此 他觉得自己 虽然只是原因初期 但还有希望破解眼前的大阵 燕雪只能在旁边看着 一点忙都帮不上 第三百九十三章 昆仑宫 秦敌一面在阵膜上 不停地用手指勾画着 一面讲给燕雪听 在复杂的大阵 不外乎是天道法则的交织 对于修真人而言 在进阶灵仙之前 主要是实力的堆积 这个实力是指灵气的积聚 精丹的纯化 原音的强弱 动天的大小 而到了灵仙之后 再想进阶 就要看对天道法则的掌握了 因此 天道法则乃是成仙的关键 丹 气 阵之中 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天道法则 正因为如此 很多修真人 对此孜孜不倦地研究 话虽然说得轻巧 然而他施展了全身的解数 一天一夜还没有解开 后来迫不得已 放出了原音法 向龙找残影 又花了一个小时 这才将大阵打开了 秦敌当年的法相 乃是五龙法相 总共五条天龙 青赤黄白黑 每样都有一种 代表着五行兼修 然而 此时他才是原音初七 别说五龙法相了 就算比较强的赤龙法相 也才刚刚凝结成一只龙爪 但是这一只龙爪放出来 其威力不亚于 口径最大的火炮 趁着大阵打开一个缺口 两人赶紧跳了进去 放眼望去 里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地 正前方有一座高城 那城不知道有多高 分成东南西北四个门 东门有一棵参天大树 可惜已经枯死了 南门有一座 持续燃烧不灭的的炎火山 西门有一座 闪闪放光的金山 北门有一片海子 里面是红毛不起的弱水 城里有许多金碧辉煌的宫殿 燕雪的眼睛都快看直了 先生 这是什么地方 为何那城 那宫殿 气势如此宏伟 情敌睁大了眼睛 神情兴奋地说道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城 传说古时候 昆仑山有五座城 还有十二座高楼 此刻暴露在我们眼前的 应该是其中的一座城 不晓得是天庸城 还是昆仑宫 这都是很早以前的灵仙 天仙居住的地方 我们走近前去 看看仙人走后 时隔多年 究竟还余下什么东西 他在前面领路 来到东城门 有参天巨墓的地方 情敌轻轻拍了拍枯死的大树 抬头望向树梢 低头查看树根 道 这是传说中的神树建木 只不过 还没有长成就枯死了 神树也是从小树苗 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先是灵树 然后是仙灵树 接着是仙树 最后才是神树 这棵树顶盛的时候 大约相当于灵仙五阶 这说明 很早以前 本地有四阶仙灵脉 但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四阶仙灵脉逐渐降减 变成了二阶仙灵脉 燕雪伸手抚摸着树干 闭上眼睛 赶遮片刻 道 先生 这棵树还没有死透 里面还有一丝残存的生机 情敌道 等回头把树干砍伐了 看看树根处有没有新芽 如果有的话 那将是一场造化 怎样的造化呢 作为金丹真人 你的体内已经有了鸿蒙空间 那是一种雾气朦胧的虚弥空间 就像盘鼓开天地以前的状态 如果将剑木的小树苗种进去 将会得到莫大的好处 人和树能融为一体吗 会不会显得有些怪异 鸿蒙空间乃是先机的雏形 随着功力的增长 空间会逐渐增大 等到踏入河道境界 鸿蒙空间会变成真实的小世界 那时候 若有一颗剑木作为撑天的柱子 小世界会变得极为广阔 而且有了剑木的助力 你的修炼速度也会加快很多 说完这番话 秦敌继续往前走去 来到城门口 城门上方有几个字 分明是昆仑宫的先文 秦敌点点头 道 这里应该是西王母居住过的寝宫 西王母是天上的神仙 她的等级很高 不过 她平日里化身千万 前往不同的小世界修行 这个地方 可能只是她的分店之一 作为传说级别的神仙 都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特别是 早期的那些古仙人 他们的足迹 走遍了所有人类繁衍的地方 因此每个世界都有类似的传说 他们通过放出化身 一则教化百姓 二则体悟天道法则 缓缓提升自身的功力 如此一来 每一句化身回归本体 都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综合起来 也就加深了对于天道法则的理解 这是大仙进阶的关键之处 城门半开着 门左侧有一具零售的骨骼 至少有五丈高 看形状好似猛虎 秦迪看了一眼 探道 这是开明兽留下的骸骨 开明兽是仙界常见的守门灵兽 十分勇猛 身体像巨大的老虎 有九个头 并且长着人脸 但是表情肃穆 始终瞪大眼睛 环视周围 不让任何异常生物进门 如果他还活着 我们俩都会被他吃掉 燕血文言打了个寒战 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道 仙人都那么凶残吗 仙人的压力很大 所以脾气都不太好 幸亏有天道约束 要不然一个个都很凶残 杀人如麻 坏事做绝 庆竹难书 什么样的仙人都有 像西王母这样的神仙 算是拥有好名声的了 他们走进城里 城中有一座座宫殿 名字也都取得很好听 什么 碧玉堂 琼华宫 紫翠丹房 秦迪走进了紫翠丹房 欣喜地发现 这里还留有几尊丹炉 等级最低的也是灵宝三阶 等级较高的一尊 乃是灵宝九阶 对于仙人而言 这些都算是低阶丹炉 但是对现在的秦迪而言 还真是好东西 可惜 没有鲜火留下来 只有丹炉没有鲜火 或者天阶灵火 是很难练出仙丹的 燕穴找到一排排的白玉瓶 每一个都是上等的杨枝白玉 拿到外面去拍卖 都能卖出很高的价格 然而按照秦迪的说法 这些都是古仙人储存丹药的瓶子 他打开一个个白玉瓶查看 结果大都是空的 就算里面还有丹药 也都因为年代久远而失效了 秦迪道 像这种白玉瓶 丹药放在里面 最多能保存一万年 古仙人离开的时间 可能在数万年前 他伸手指向药房 货架最高处的三个紫玉瓶 道 那种药瓶能够保存十万年 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丹药 第三百九十四章 天风大阵 燕雪急忙将紫玉瓶取下来 打开第一个 就闻到一股清香 他惊喜地叫道 里边有三颗丹药 味道真好闻 秦迪接过来看了一眼 立马将瓶塞盖上了 道 这是大盗丹 等级太高了 先生 什么是大盗丹 大盗丹是半仙丹 他是给巅峰状态的 不须真菌服用的 吃了这种丹药 才有希望进阶河道 你若是现在吃一颗 立马会吐血而亡 啊 那么恐怖 燕雪又打开第二个紫玉瓶 里面有五颗黑色的丹药 秦迪看了看 笑道 这是不须丹 是原音进阶部 虚实吞服的丹药 或许再过三百年 我就能用上了 他只是原音出阶 原音修饰 进阶很慢 每提升一级 少则三十年 多则一两个甲子 啥时候能修炼到原音巅峰 他暂时还不晓得 燕雪又打开第三个紫玉瓶 里面却是空的 他摇头叹道 可惜了 我们来得太晚 没剩下几颗丹药 秦迪笑道 这很正常 真正的仙丹都被取走了 我刚刚看那丹房里 有几个空位 很早以前应该有仙丹炉 古仙人临走的时候 将仙丹炉收走了 随后 燕雪又在里外一个房间里 看到一个沉现的地窖 空气阴冷 就像冰窖一样 里面有十几口清玉棺 骤然看见那么多棺材 将它吓了一大跳 秦迪走过来一看 经不住惊喜得到 这不是真正的棺材 而是储藏灵草和仙草的容器 我看看 里面还剩下什么 他打开一个清玉棺 看见里面装满了灵草 又打开一个 里面却是空荡荡的 总共十五口清玉冰棺 只有四口冰棺 储藏着灵草 其中有一些三千年灵草 尽管如此 秦迪依旧很高兴 因为这是末世的地球 别说三千年灵草 就算千年灵草也很少见 两人从紫翠单房出来 来到琼华宫 琼华宫是女仙居住的地方 相传王母有八位婢女 比如许飞琼 董双城 每一位都是仙人 琼华宫里还剩下几张碧玉床 以及古仙人留下的首饰 不过都是常用物品 并不是经过纪念的法器 但凡用心血纪念的法器 都被他们带走了 琼玉宫中有多个房间 有的房间里 还留下一些香柜 那些香柜 都是用罕见的灵藤 或者仙藤编织而成的 制作精美 心思精巧 拿出去都是宝贝 咽雪不咽其烦地打开 一个个香柜 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宝贝 结果 他还真找到一些好东西 比如说 一个碧玉手镯 上面镶嵌着三颗纳虚实 比他手上戴的手镯等级高 可惜 每颗纳虚实里面都是空的 大概古仙人 嫌弃手镯荡次低 所以将其遗弃了 在一个香柜里 还有半箱的衣服 每一件都保存完好 看上去精美华丽 咽雪问道 先生 这衣服还能穿吗 琴迪点点头 这是天蚕丝之城的灵宝法衣 穿上之后 不具水火刀兵 而且大小可调 随心意变化 古仙人 为什么将这样的宝物留下来呢 因为他们有更好的衣服 比如说 米长霞衣 燕雪笑道 不管了 我先收起来再说 在另一个香笼里 他找到一堆宝石 蓝宝石 红宝石 月亮石 还有几颗彩色的须弥石 被秦迪收了起来 出了琼华宫 往前不远有一片仙田 面积并不是很大 约有十几亩的样子 里面生长着灵草和灵骨 因为无人管理 显得很凌乱 秦迪看看仙田中的土壤 道 这是仙阶土壤 等级很高 可惜 这个小世界的仙灵气下降了 所以即使有仙壤 也无法生长出仙草 这些还活着的灵草 虽然道不了仙阶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刚刚好 如果是真正的仙草 就算炼出了仙丹 暂时也用不着 绕过这片仙田 他们走进另外一座宫殿 这座宫殿名叫 玉英宫 地下有一个巨大的宫殿 整个小世界的 控制阵盘就在这里 这里原本有五条水桶粗的仙灵脉 如今只剩下一条仙灵脉 还充满活性 另外半条仙灵脉 气息奄奄 其余三条都已经耗劫了灵气 阵盘的附近 仙灵脉的龙头边上 吐出了数百块仙石 如果仙灵气充足的话 一条仙灵脉 每年能吐出十块仙石 那么积累万年之后 至少有十万块仙石了 而眼前只有数百块仙石 由此可见 仙灵脉支撑的整个小世界 因为灵气越来越匮乏 可能支撑不了太久了 秦敌还发现 阵盘的一角出现了裂纹 正是因为有了裂纹 外面的阵膜才暴露出来 他花了三天的时间 小心翼翼地修复阵盘上 破损的法阵 然后制作了几块进出的令牌 这期间 燕雪一直在外面走动 他找到一处藏宝室 里面有古仙人 留下的低阶灵宝 包括上百口飞剑 和一些天地灵物 比如说仙灵木的木星 十几种天阶灵精 五六朵半明半灭的天阶灵火 十几种珍稀灵水 还有五种颜色的土壤 后来 秦敌过去看了看 说道 这些东西都很有价值 虽然等级不高 到不了仙阶 但是对我们的修行有用 有了这些东西 即便一直留在地球上 也有希望 进阶不虚 何道 燕雪又道 先生 我发现了一处宫殿 里面似乎有古怪 是吗 在哪 在这片城池的最高处 宫殿门口写着 狼风巅 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祭坛 边上还有一块石碑 写着复杂的文字 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那应该是先闻 我过去看看 秦敌走入狼风巅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宫殿 正中有一个祭坛 上面画满了复杂的符文 看见这个祭坛 他经不住浑身一阵 脱口赞道 这是好东西啊 燕雪问 先生 这座祭坛似乎保存完好 它是做什么用的 秦敌道 它是一座天峰大阵 等级很高 相当于仙阶六品 能从宇宙深处吸收能量 转化成仙风吹拂出来 有了这样的仙阵 别说这个小世界 能焕发青春 就算整个昆仑山 乃至于整个中国 都可能带来灵气复苏 日久天长 灵气贯注于地底 会引起整个地球的改变 天哪 有这样的好东西 为什么停止运转了呢 我也不晓得 或许被某些人 故意关闭了 秦敌看向祭坛边上的石碑 阅读上面的仙文 面色经不住一遍 道 这是某位大仙留下来的 他说 自己看中了这颗星球 想将整颗星球 炼化成星云 然后一口吞下去 所以他 才将天风大阵关闭 并且警告走过路过的仙人 不要出手与他作对 第三百九十五章 独霸百里 燕雪问道 什么是星云 就是密度很高的陨石 一旦炼成星云 地球上所有人都会死 啊 这是什么人 心思太歹毒了 此人留下的名字 叫做大荒仙尊 不一定是他的真名 大仙真能将星球 一口吞下去 大仙的体内洞天 等同于独立的世界 吞噬星球 能让洞天快速成长 在进行吞噬之前 往往要进行剂炼 每一颗星球 都有自己的灵魂 等同于小世界的天道 他也不甘心被吞噬 所以一旦感觉到不利因素 便自动收缩 形成奇胎 正因为如此 全世界的灵气 都被收敛到地心中 然而 这却正中央人的圈套 到时候 那位大荒仙尊 只要吞下奇胎就行了 先生 您以前说是 玄胎 还说 玄胎乃是大道之根 那么玄胎 跟奇胎是一样的吗 玄胎是正常发育的 星球胎星 奇胎是受到 压迫后变异的胎星 我以前没有察觉 直到此刻 才晓得 原来整个地球 都成了别人吞噬的目标 哎呀 那可怎么办呢 地球上 还有这么多人呢 如果地球被吞噬 没有人能活下来 大荒仙尊住在哪里 不知道 按理说 按照古识天地的命令 绝天地通之后 所有仙人都必须撤离 这位大荒仙尊好大的胆子 竟然将目光盯住了这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因为天庭被打破了 仙人四处逃窜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事 我们应该怎么办 能不能阻止他呢 情敌陈寅道 一般而言 自称仙尊的 往往都是祖先 祖先的境界 比天仙高 比金仙低一层 他们拥有几千万年的寿命 每次闭关修行 一睁眼一闭眼 就是数十万年过去 所以我们要赌一把 把这个天风大阵打开 不过 一旦打开大阵 还会有新的风险 燕雪问 先生 你有什么顾忌吗 情敌道 开启天风大阵 初期或许不险 但是一个甲子之后 地表将浮现出一些低阶灵脉 三五个甲子之后 可能出现大中型灵脉 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二 拥有灵根 会有鼓舞和修真门派的诞生 这还不算什么 真正可怕的是 地球上的野生动物 有可能转化为妖兽 比如说野生的东北虎 个头增大三倍 一跳就是几十米 甚至还可能会飞 那样的话 居住在边远地区的老百姓就惨了 原来是这样 要是不打开天风大阵 地球形成的旗胎 渐渐成型 最终会被大荒仙尊吞噬 岂不是更凄惨 没错 如果我打开天风大阵 其胎散去 天道复苏将会增加吞噬的难度 说不定到时候 大荒仙尊不得不放弃吞噬 不过 他若知道是我们做的 必然追杀过来 不死不休 哼 死就死呗 有什么好怕的 先生 我看你 还是将天风大阵打开吧 秦敌想了许久 最后依然下了决心 好吧 我打开大阵 静待灵气复苏 探宁神查看祭坛上 极其复杂的符文 发现核心部位 有几个仙文发生了改变 于是探了半个月的时间 才将符文修正过来 然后 圆形祭坛开始不停地旋转 就像一个巨大的电风扇 从宇宙深处抽吸灵气 然后吹出浓郁的仙风 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燕雪问 先生 你说大荒仙尊 为何不将整个祭坛砸碎呢 秦敌道 这是仙阶六品的大阵 如果强行破坏 很可能引起爆炸 就算是仙尊也吃不消 随后 他们在仙城中四处走动 秦敌来到北门 守指北方的海子 说道 这是红毛不起的弱水 对你修炼水系功法 有极大的好处 燕雪很开心 那我以后来这里修炼 秦敌又道 西门有一座金山 山上多灵金 是和金系修饰的进阶 南门有一座火山 对于火系修饰有益 东门那颗贱木 先不要砍伐了 等到灵气复苏之后 他还能发出心芽 造就更多的木修饰 他自己五行间修 也需要这些东西 整个昆仑宫小世界 方圆三千里 比武夷山洞天 铜百洞天 和乌山小世界 加起来都大 而且因为天风大阵 位于此中 所以将来会是灵气 最丰富的地方 秦敌心想 我是不是在外头建一座宫殿 作为开宗立派的道场 恢复传说中的 玉须宫 或者昆仑山的圣景 一个月后 他们从昆仑宫里出来 这时候 彩色阵魔已经看不见了 秦敌驻足玉珠峰的山腰 俯瞰山下的昆仑河 野牛沟 抬头看白云朵朵 以及山上葱龙的绿树 报 回头跟国家打个报告 秦家再捐两千吨黄金 换取周遭百里荒山的使用权 我要在这里建造宫殿 取名为春秋宫 春秋是他的号 他在仙界人称春秋老仙 这个名号一出世 即便大荒仙尊来了 也会又惊又惧 说不定被吓得拔腿就跑呢 两人回到魔都 便开始运作这件事 一开始 国家管理部门对此事很有疑虑 因为作为私人 一下子占据百里地界 还从来没有这种先例 也没有相关的政策 秦家想干嘛 他想封建复辟 做侯也不成 你要说承包一千亩山林 那没问题 可你要百里地界 那怎么能行呢 但是另一方面 秦家愿意拿出两千吨黄金 这又是令人震撼的事 对正准备造好母的军方而言 极其具有吸引力 后来 恰好 顾玉宁跟某位高层人物会面 在叙述师生情谊的时候 顺便劝说了几句 才算是解决了这件事 最后 国家特意下发了一个批文 说要建设昆仑山风景游览区 秦家可以在 玉珠峰和玉须峰百里范围内 随意开山建立宫殿群 但不能阻止普通百姓前去旅游 反正 昆仑山大多数地方都是荒山 很多地方被积雪覆盖 真正有绿树的地方并不多 就算秦家把两座山峰削平了 又能怎么样呢 玉珠峰海拔6178米 玉须峰海拔5980米 能到这旅游的人也很少 秦迪同意了国家的要求 他并不反对游客到来 等将来灵气复苏之后 游客多了 还会带来有灵根的弟子 正好可以在这里开宗立派 而且既然有国家正式的批文 就可以霸占玉珠峰和玉须峰 不允许别的门派来这里 昆仑山毕竟是传说中的 仙家圣地 这样的风水宝地 也算是稀缺资源 说不定能在这里开发房地产呢 当然 仙家房产不是单纯的盖房子 而是一种变相的修真洞府 因为这里会有丰富的灵气 乃是最适合修真人 修炼进阶的地方 第396章 景言提示 秦迪回到摩都 写了一封信 寄给宗教管理处的李处长 李处长拆开信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甲子之后天地巨变 灵气复苏 佛道兴盛 妖兽识人 早做准备 他心想 这都是什么呀 哪个无聊的人写的 难道不晓得 建国后不许成经吗 然而 他定睛一看 发现信间的署名人为 秦迪 地址出自秦府 当即便是一愣 这是不是别人假冒的 秦家怎会做这种无聊的事 灵气复苏 那显然是好事啊 他是宗教管理处的处长 福道两家越兴盛 他的权限越大 难道不是好事吗 不过 他也不敢私藏这封信 还是按照正式的渠道 向上级做了汇报 然而 上面的领导 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这封信 很快被收进档案馆 秦迪也算是大人物 像他这种人 往来书信 都会被收藏起来 2002年3月 秦家拿出2000吨黄金 换百里荒山的事 被几家媒体披露出来 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关注 不过这一次 就不是新闻联播那种重要媒体了 而是一些财经类的电视和报纸 只说 世界首富秦家 要开发昆仑山旅游事业 在高山上盖房子 准备销售房地产之类的 这个消息一出来 立马让人哭笑不得 老百姓说啥的都有 讽刺挖苦的人很多 尼玛 秦家这是玩的啥 开发昆仑山 就那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空气稀薄 偶尔去看一眼还行 谁有兴趣在那里常住 我提说 玉珠峰和玉旭峰周围全是山 群山环绕之中 冰天雪地之上 根本不适合人居 秦家要是能在那里赚到钱 我情愿像贡公一样 拿头去撞大山 又是2000吨黄金 上千亿人民币 秦家这是不想过日子了 太猖狂了 太不像话了 动辄上千亿 让我们老百姓怎么活 我心里极度不平衡 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社会主义国家 怎么能容许此人炫富呢 也有人感到好奇 昆仑山究竟有什么 秦家是不是在那里发现了宝贝 听说 穷玉峰有昆仑玉的矿满 他们是不是要开发玉矿 我相信 秦家人不是笨蛋 他们甘愿拿重金出来 肯定是有缘故的 电视上说了 秦家不准备修桥铺路 他们想用直升机运物资 直接在山里修建一座春秋宫 为什么不修路啊 进出多不方便 你难道不晓得 秦大少和歌仙都是有功夫的人 他们虽然年纪很大 但是腿脚轻便 比年轻人走得都快 秦先生说了 既然是昆仑山旅游 就像是寻仙访道 要的是新旗 西汉 新城 一步一步走上去 那才有意思呢 你说开车上去 去的人多如牛毛 垃圾随手乱扔 谁去给他们清理呢 喂 你说昆仑山有神仙吗 哪有什么神仙 别看太多妖魔鬼怪的 我们是无神论者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来议论去 沸沸扬扬 闹腾了一个多月 然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2002年3月3日 从乌克兰到中国 遭遇土耳其的阻挠 缴纳10亿美元保证金 爱秦海的风浪 以及充满变数的航道 预计60天的航程 最终走了627天 秀气斑斑的瓦良格号历尽艰辛 终于驶入大连港 这件事在当时 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因为它毕竟是作为 废弃的航母引进来的 直到数年以后 军方重新对它装修复舰 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航母 人们才忽然意识到 这艘舰船拖曳回来的意义 万丈高楼平地起 造航母也需要参照武 瓦良格号就是腾飞的基础 与此同时 军方针对新型战机 和预警机的开发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4月5日 沉寂多年的大诗人秦月 忽然出现在 东方卫视的访谈节目中 原本88岁的秦月 这时候看起来 只有50岁 满头白发全部换成了青丝 面色也显得光滑红润 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 她是老一辈革命家 所以 就连电视台的台长 都恭敬地称她 秦老 女主持问 秦老 您怎么越活越年轻啊 秦月答道 自从进入21世纪 国家势力蒸蒸日上 我心中欢喜 自然焕发了青春 请问秦老 秦家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您的父亲和母亲 都已经120岁了 听说身体还很健康 他们 是怎样调养身体的 我哥有一套呼吸吐纳的 道家养生秘诀 真的有这种秘诀吗 自然是有的 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 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化 埋藏着很多瑰宝 请问秦老 您如何评价 新时期文学的革命性 早在数十年前 延安新文化运动中就说过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秦老 您曾经沉寂了30年 一直隐居于九寨沟 您是怎样度过那段时光的 秦月沉默了片刻 道 开始识悲凉 伤心 难过 后来我在隐居的院子里 开了一块地 种了点蔬菜 我哥每隔四个月来看我一回 要不是有他和嫂子经常过来 我恐怕活不到现在 这么说 秦先生和歌仙 并没有离开大陆 那他怎么成了世界首富呢 主要是我的侄子秦红 和侄女秦英 在外头赚钱 我哥嫂喜欢旅游 他们走遍了世界各地 北冰洋 南极州 全都去过了 秦老 按照您的说法 秦先生和歌仙能 自由出入国门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 可以说全民皆兵 他们在国内行走 为何没被百姓察觉呢 秦月道 正如电视剧 秦家大院 所演的 我哥嫂都不是普通人 关于这一点 你可以翻看 大元帅留下的回忆录 当年我在宝塔山 给干部战事上课 我嫂子支身到了革命圣地 竟然连一个发觉的人都没有 正因为如此 秦家在民国时期 就是首富之家 在魔都陷入孤岛时期 日本媒机关的 尹佐侦昭 曾经两次派人 围攻我哥嫂 一次丢下五十具尸体 第二次丢下上百具尸体 第三百九十七章 重箭之法 秦迪回到魔都 写了一封信 拆开信一看 他心想 这都是什么呀 哪个无聊的人写的 难道不晓得吗 然而 他定睛一看 发现信间的署名人为 秦迪 地址出自秦府 当即便是一愣 这是不是别人假冒的 秦家怎会做这种无聊的事 灵气复苏 那显然是好事啊 难道不是好事吗 不过 他也不敢私藏这封信 还是按照正式的渠道 向上级做了汇报 然而 这封信很快被收进档案馆 秦迪也算是大人物 像他这种人 往来书信都会被收藏起来 2002年3月 秦家拿出2000吨黄金 换百里荒山的事 被几家媒体披露出来 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关注 不过这一次 就不是那种重要媒体了 而是一些财经类的电视和报纸 只说 世界首富秦家 要开发昆仑山旅游事业 在高山上盖房子 准备销售房地产之类的 这个消息一出来 立马让人哭笑不得 老百姓说啥的都有 讽刺挖苦的人很多 尼玛 秦家这是玩的啥 开发昆仑山 就那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 空气稀薄 偶尔去看一眼还行 谁有兴趣在那里常住 我提说 玉珠峰和玉须峰周围全是山 群山环绕之中 冰天雪地之上 根本不适合人居 秦家要是能在那里赚到钱 我情愿像贡公一样 拿头去撞大山 又是两千吨黄金 上千亿人民币 秦家这是不想过日子了 太猖狂了 太不像话了 动辄上千亿 让我们老百姓怎么活 我心里极度不平衡 猪门酒肉臭路 有冻死骨 怎么能容许此人炫富呢 也有人感到好奇 昆仑山究竟有什么 秦家是不是在那里 发现了宝贝 听说 琼玉峰有昆仑玉的矿满 他们是不是要开发玉矿啊 我相信 秦家人不是笨蛋 他们甘愿拿重金出来 肯定是有缘故的 电视上说了 秦家不准备修桥铺路 他们想用直升机运物资 直接在山里修建一座春秋宫 为什么不修路啊 进出多不方便 你难道不晓得 秦大少和歌仙都是有功夫的人 他们虽然年纪很大 但是腿脚轻便 比年轻人走得都快 秦先生说了 既然是昆仑山旅游 就像是寻仙访道 要的是新旗 西汉 新城 一步一步走上去 那才有意思呢 你说开车上去 去的人多如牛毛 垃圾随手乱扔 谁去给他们清理呢 喂 你说昆仑山有神仙吗 哪有什么神仙 别看太多妖魔鬼怪的小说 我们是无神论者 总而言之 秦家这么高 我看不是什么好事 太高调了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来议论去 沸沸扬扬 闹腾了一个多月 然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2002年3月3日 从乌克兰到中国 遭遇土耳其的阻挠 缴纳10亿美元保证金 爱琴海的风浪 以及充满变数的航道 预计60天的航程 最终走了627天 秀气斑斑的瓦良格号 历尽艰辛 终于驶入大连港 这件事在当时 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因为它毕竟是作为 废弃的航母引进来的 直到数年以后 军方重新对它装修复舰 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航母 人们才忽然意识到 这艘舰船拖曳回来的意义 万丈高楼平地起 造航母也需要参照物 瓦良格号就是腾飞的基础 与此同时 军方针对新型战机和预警机的开发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4月5日 沉寂多年的大诗人秦月 忽然出现在访谈节目中 原本88岁的秦月 这时候看起来只有50岁 满头白发全部换成了青丝 面色也显得光滑红润 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她是老一辈人物 所以就连电视台的台长 都恭敬地称她秦老 女主持问 秦老 您怎么越活越年轻吗 秦月答道 自从进入21世纪 国家蒸蒸日上 我心中欢喜 自然焕发了青春 请问秦老 秦家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您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120岁了 听说身体还很健康 他们是怎样调养身体的 我哥有一套呼吸吐纳的 道家养生秘诀 真的有这种秘诀吗 自然是有的 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 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化 埋藏着很多瑰宝 请问秦老 您如何评价新石器文学 早在数十年前就说过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秦老 您曾经多年隐居于九寨沟 您是怎样度过那段时光的 秦月沉默了片刻 道 开始识悲凉 伤心 难过 后来我在隐居的院子里 开了一块地 种了点蔬菜 我哥每隔四个月来看我一回 要不是有他和嫂子经常过来 我恐怕活不到现在 这么说 秦先生和歌仙并没有离开 那他怎么成了世界首富呢 主要是我的侄子秦红 和侄女秦英在外头赚钱 我哥嫂喜欢旅游 他们走遍了世界各地 北冰洋 南极州 全都去过了 秦老 按照您的说法 秦先生和歌仙能自由出入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秦月道 正如电视剧所演的 我哥嫂都不是普通人 此处省略二百字 正因为如此 秦家在民国时期 就是首富之家 在魔都陷入孤岛时期 日本煤机关的 赢左侦昭 曾经两次派人围攻我哥嫂 一次丢下五十具尸体 第二次丢下上百具尸体 女主持听得有些发呆 道 电视剧里 没演这一段 这是真的吗 你可以翻找早期的 魔都报纸 应该还能找到 这么说 电视剧 只演了一点皮毛 秦家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神秘 神秘说不上 我们家有些抵御 都是我哥带来的 您能否为大伙揭秘 秦家为什么要在 昆仑山修建宫殿 这个嘛 我也不是很清楚 要问我哥才行 主持人得到导演提醒 迅速改变了话题 秦老 咱们不说你哥嫂了 聊聊 当年 你为什么走上革命道路 还有王叔 是怎样创作伟大歌曲的 秦月道 这是时代的要求 我只是 做了我该做的事 那个特殊的年代 无数英雄志士 抛头颅洒热血 而我能依然活着 已经算是非常难得了 秦老 请您仔细说说 当时在昆明 你和王叔 创作了好几部戏剧 经过这次 看似无聊的访谈 秦月的付出 像春风一样柔和 自此之后 逢年过夜 各级领导 都会打个电话 或者派人来秦府拜会 人们渐渐认识到 秦家不单是大资本家 还有一棵的长青树 就像郭德刚讲的相声一样 你活得最长 把别人都熬死了 你就是大艺术家 随着时代的绵延 越来越少了 五月初 秦迪回到香港 将秦英叫过来 给了他一个储物手镯 里面有大量的 西洋艺术品 秦迪道 该到出货的时候了 当年从德国 抢来的西洋画 已经过了一个夹子 可以加快拍卖的速度 秦英问 卖出去以后 是持有美元还是金银呢 秦迪答道 都买成各种金属 金银铜锡签 不管是重金属 贵金属 还是稀有金属 啥都行 买来的金属 堆放在哪呢 先放到仓库里 然后我会收入那须葫芦 秦英问 先生 金银还可以理解 你要铜锡签做什么呢 秦迪道 我有一种炼心之法 能从金属中提取出零金 然后采用重箭绝 在昆仑山巅 种下成千上万的零件 那好 我亲自飞美国和欧洲 将一部分化作运过去 不久之后 一幅幅稀释名画出炉了 搅乱了纽约 法国和香港的艺术品市场 按照秦迪的要求 这些名画并不是一下子卖出的 截至目前为止 它的名下有四家艺术品拍卖公司 两家在美国 一家在法国 还有一家在香港 每家公司每个月拍卖五幅名画 合起来每个月卖出二十幅 它手里有上万幅画作 照这个速度 要连续拍卖三十多年才能完成 除了画作以外 还有一些来自欧洲的艺术品 同样也在缓缓出货中 与此同时 一传一传的金银铜锡签 不断地运到香港 国际市场上的金属价格 在缓缓攀升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秦迪同时在期货市场 买入金属的看多期权 他作为大量进货方 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操控价格的 秦迪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收集到不少的金属 装进那须葫芦里 然后他将葫芦置于灵火之上 一面用灵火烧灼 一面施展炼心之法 炼心之法 是由白地独创的提炼金属的法门 乃是先接炼气师不可或缺的手段 但是一般人想学炼心术很难 只有白地独的狄传弟子才能学到 当年秦迪曾经有一句分身 加入白地独 成了白地的清传弟子 炼心之法总共有72室 以秦迪目前的功力 只能施展前面九世 将金银铜锡切宁链为低阶灵金 大量金属经过祭炼之后 得到3000斤灵金 其余的都成了废渣 被他倾倒在大海里 然后他飞往浙江一屋 找了一家工艺美术品制作厂 请对方帮忙 设计一批飞剑图案 并且制作塑料 陶瓷 橡胶模具 美术品厂的女设计师 黄灵感到好奇 先生 您是要制作儿童玩具吗 准备使用什么材料 模具用塑料的可以吗 陶瓷的价格比较贵 轻敌道 我也吃不准 哪一种更好用 你帮我多制作几种模具 您要制作铝间 规格有什么要求 长短 厚薄 宽窄 从三寸到三尺都行 你帮我多设计几种 然后我把何用的挑选出来 你放心 我会根据你完成的工作量 从优付钱 工艺美术品厂 十几名员工一起努力 花了半个月 才完成擎笛的要求 擎笛带着模具上了昆仑山 他实验了多种模具 最后发现陶瓷模具比较好 于是将三千斤灵金 浇筑成一千口零件 这种零件外表很好看 然而并没有零星 擎笛将这些零件 种在玉珠峰之巅 插在石头中间 此时 小世界中的灵气 逐渐蔓延开来 冲上玉珠峰之巅 这些灵件一面吸取地下的灵气 一面吸收日月之精华 日久天长 便能不断地提升境界 灵件分成一到九阶 其上有通天灵宝 同样有一到九阶 再往上还有仙气一到九阶 要想成为仙气 要克服一层层难关 还要渡过雷劫 难度太高了 这些零件底子太差 不可能晋升到仙气 如果能在多年以后 诞生出几口灵宝飞剑 那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其实 擎笛之所以种这些剑 是为了一个甲子之后的 灵气复苏准备的 到时候 野兽晋升为野兽 机枪都未必能打死 如果能有一批开灵的战士 每人一口低接零件 就能对付那些妖兽了 擎笛自己作为原鹰老祖 总不能亲自上阵 斩杀练气气的妖兽吧 所以这些剑大部分是给 后世的年轻人准备的 只有极少数最有潜力的飞剑 才会留给自家人 当然 他也不会白送飞剑 他还想开一家明剑山庄呢 到时候 单凭这些零件 他就能站在地球修真界的顶端 第398章 承包罗布泊 忙完了这件事 秦迪从昆仑宫中 截取了一段剑木的树枝 跟他从乌山洞天得到的龙血紫沙木 做了一番比较 最后用龙血紫沙木 做了一张龙血弓 用剑木的树枝 削成了十根木剑 他是先帝转世 本是单气扶阵大仙师 拥有极高的炼气实力 所以 经过一番耐心的祭练之后 他得到了灵宝级的弓箭 但因为刚刚诞生 所以 只是一阶灵宝等级 将来随着温养和使用 还可以缓缓升级 做完了弓箭 他开始用昆仑宫北门的弱水 以及另外两种天阶灵水 洗炼眼睛 借以修炼 天眼通 只有强悍的眼力 跟灵宝宫配合 才能发挥出落日剑决的威力 弓箭是一种远程杀伤性武器 以擎地缘因出击的实力 站在昆仑山巅 张弓搭箭 能射中百里内的任何目标 如果他的眼力得到提升的话 是能够射到三百里之外的 而且 灵宝级的弓箭 还有一种难得的好处 那就是射出去的箭 能够自动飞回来 灵箭拥有模糊的灵质 飞出去之后 不管能不能射中 都保存一定的灵力 它知道主人所在的位置 所以能转一个大弯飞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通天灵宝 要想炼制这样的弓箭 必须要有仙灵木才行 普通的木料是不成的 仙灵木居于灵木和仙木之间 灵术分成一到九阶 九阶灵木再往上才是仙灵木 龙穴子沙木 乃是古仙人高窑 留下的八阶仙灵木 也不知道 它从哪里搜集到的 或许上古年间 中原大地 有一些高阶仙灵木 又或许是仙人窑 顺送给它的呢 而剑木本该是神树 但昆仑宫中的这颗剑木 并没有长成神树 它连仙树都算不上 只是一颗五阶仙灵木而已 树木能不能长成仙树 归根到底取决于地脉 如果没有灵脉支撑 就算是贱木也会枯死 当然 树跟人一样 也存在资质好坏的问题 若是普通的杨柳 就算有灵脉 也难成为仙树 日子过得飞快 等到秦迪忙完这些事 已经到了2002年的秋天 在燕雪的调度下 昆仑山半山腰处的 春秋宫正在建设之中 秦家在香港 有一家大型建筑公司 只要设计图纸一完成 那边就能制作钢筋 木料的弓箭 都是用最好的南洋杉树 预制好所需要的构建之后 再由燕雪用储物手镯装进去 携带到昆仑山 然后让建筑公司派人过来 而他对外宣称 这些材料都是通过直升机运过来的 燕雪的储物手镯 已经升级换代了 他从昆仑宫得到的手镯 镶嵌了三块须弥石 每块须弥石 拥有一百米见方的空间 另外 他还有一颗龙眼大小的彩色须弥石 是从乌山洞天得到的 经过秦敌的雕琢之后 变成了项链的吊坠 内里有直径八百米的空间 而在昆山山半山腰 销出一片平地 这个活就不是普通工人能干的了 因为大型机械没弄上来 所以由秦敌亲自动手 利用飞剑和灵锄 甚至放出龙爪法像 硬生生地 开出一片长三百米 宽一百米的平地 这片平地海拔五千二百米 距离玉珠峰顶 差不多有一千米 六千一百七十八米 而野牛沟的海拔 也在三千六百米左右 就是说 未来建成后的春秋宫 还在野牛沟上方 一千六百米的高处 秦敌准备从春秋宫 到野牛沟 开凿一条登天台阶 修好宫殿和台阶 才有一点 仙家门派的景象 另外 等到将来 他如果真要开宗立派的话 还可以在昆仑泉边 再建一座宫殿 名字就叫春秋中院 如果规模再扩大 还可以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宫 名叫春秋下院 这就像当年的南洋宫学 分成上中下三院 当初秦敌的外宫朱明成 曾经做过上院的院长 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掩人耳目的 昆仑山真正的价值 在于隐藏起来的昆仑宫 等到灵气完全复苏后 秦敌还可以从半山腰处的春秋宫 建立一个小型的传送阵 将人送进昆仑宫里去 那样一来 昆仑宫就成了极其神秘的地方 没有人能找到它的具体位置 10月4日 中国第二条沙漠公路建成通车 这是一条穿越死亡之海 塔克拉玛丹大沙漠的公路 全长117公里 秦敌看到新闻 心中便是一栋 随后 他翻了翻国务院办公厅的传真号 传过去一封信 我申请承包罗布泊和古楼兰 时间500年 价格可以商榷 办公厅的同志看见传真 以为是有人开玩笑 然而照着上面的电话打回来 才知道 真是秦家人提出的申请 很快的 整个办公厅 几乎所有人都晓得了 这件事迅速成为笑谈 胡扯蛋 秦家是不是有毛病啊 知道罗布泊有多大吗 3000平方公里 相当于边长560公里的正方形 再加上距离罗布泊7公里的古楼兰 合起来相当于方圆百里 秦家不是刚刚拿下昆仑山玉珠峰 周围百里的开发权吗 怎么又来折腾塔克拉玛干沙漠了 这家人究竟想干啥 还想承包500年 简直是做梦 哈哈 500年后 秦家人说不定都死绝了呢 秦家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申请 难道说 沙漠里找到黄金了 肯定不能答应他 罗布泊还有一家假炎工厂呢 而且 秦家要是圈了那么大一块地 难道手不准 全国的老百姓过去旅游吗 这岂不是封建复辟 秦家难道想在那里建国不成 因为这件事听起来有些搞笑 所以 很多人没把它当正经事看待 也就不会遵守保密的规范了 很快的 消息不进而走 被报社记者获知迅速上了几家报纸 秦家又有大动作 想要承包罗布泊 人心不足蛇吞向 最长租期500年 圈地百里 意欲合围 共和国不允许封建复辟 死亡之海 漫漫黄沙地 租给秦家又如何 500年超长承包期 却不知承包金会有几何 在很多人的议论和观望之下 国家派人和秦敌联系 双方经过协商 最后签署了协议 秦家承租罗布泊周围百里地界 每年承包金10亿元人民币 在此期间 甲肥厂继续经营 百姓可随意出入罗布泊 如果发现 地下有金银铜铁 或者石油矿产 所有矿产全部归国家所有 但在同等条件下 秦家有优先开采权 承租气氛为时段 每段50年 期满自动续约 每次续约 承包金上涨50% 也就是说 把500年的超长租期分开了 就像承包土地一样 50年一续 租金不断上涨 不断上涨50年一续